作词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 广大圆满 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 诸位同修 即网路前的同修 大家晚上好 阿弥陀佛 请大家翻开经本 第21页 我们从倒数第三行 第二季看起 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 我们对一对地方 诵词大悲神奏者 不被如是十五种二十也 得十五种善生 我们上一次学习到这一段 观世音菩萨向佛 报告 这个诵词大悲心奏 得十五种善生 不受十五种二十 前面 先给我们讲 十五种二十 这个二十啊 就是我们俗话常讲的 有不得好死 因为人啊 在这个世间有生必有死 这是一个 常态性的情况 生老病死 我们在这个六道 轮回 在这个人间 人以及一切动物 那么都有生老病死 那么死 好死 在中国 古代啊 讲五福 我们一般讲五福临门 那么五福最后一个福报就是寿宗考 这个寿宗考啊 就是他这个人 寿命 寿宗考也是五福之一 五福最后一个寿宗考 那么俗话也讲啊好死好生啊 一个人啊他走得好 那么下一个阶段啊 他再去往生的地方啊 就好啊 可能比现在更好 那么这是我们一般讲的一个情况 就是一般世俗人啊 就是一般世俗人啊 没有学佛的人啊 没有这个 改造命运的人啊 一般啊常态性啊 都是这样的情况 好死好生 那么一个人啊 他走得好啊 他没有学佛呢 他将来往生的地方啊 也非常好 这是可以抑制的 啊我们可以抑制的 那么十五种恶死啊 当然 我们一般人 都不愿意有 这样的一种 啊 恶死啊 这种不好死啊 当然是不愿意 但是呢 月报啊 也没有办法 也没有办法 这个过去今生造的恶业 这一生啊受的果报 所以我们人啊 这一生 的遭遇 个人的 这个遭遇 贫病腰育 是个人的别业 造成的 水汉刀兵啊 是大家的贡业造成的 这个印竹在文操 给我们开示 所以 一饮一酌啊 莫非千顶 所以一个人 一出生啊 那么 他那个八字就定了 他那个八字就定了 也就是他 一生命运啊 也就定了 这个定啊就是 前世造的音啊 这一生果啊 成熟了 这一生啊是来 受这个果报的 所以一支 全世因啊 今生做者事 一支 一支全世因啊 今生受者事 这是我们要知道 过去生我们造作的 因啊 善不善 那么我们这一生的 遭遇就是 这生遭遇是果报 过去世造的是因 所以一支全世因 所以一支全世因 要知道我们过去世造什么因 善因还是恶因 那么我们这一生啊 遭受的果报就是 那么你从果报啊 去看 好不好 我们这一生的遭遇呢 是遭遇到好的果报多 还是不好的多 那么就是 我们过去是造的 善因多 还是恶因多 那么我们这样啊 去对造 也就很清楚了 那么这些因果的 理论事实 佛在经上讲得非常多 非常详细 只要呢 我们 读过这个佛经 听到这个经 那么对这一桩事情啊 我们就明了 是怎么一回事了 所以 明了因果的人啊 知道啊 这一切都是自作自受 这个不是元罗王定的 也不是上帝 试给我们的 那更不是佛菩萨呢 他安排的 完全啊 众生啊 每一个人啊 自己 造业 自己享受 那么这个业啊 在六道里面有善恶业 啊 修善业啊 那么感得 乐的果报 造恶业感得苦的果报 啊 这个善恶因果啊 在三界六道里面啊 的确是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因果报应丝毫不爽 因果报应丝毫不爽 那么一般人 总是 他 没有办法呢 逃出 命运的定数 那么很多人呢 都想改造自己的命运 希望自己啊 在生活方面 在精神方面 在事业方面 在学业方面 在各方面啊 都能够提升 都能进步 这是一般人啊 都知道要 改造命运的 但是一般人啊 虽然有这样的一个 观念跟想法 但是呢 他没有学习 佛菩萨圣贤的经典 很难改造命运 所以人啊 想改 改不了 为什么改不了呢 因为他改造命运的 理论方法 错误 不对 所以改不了 好 他的认知上啊 不正确 不正确 那么 所做的 当然也就 不正确 那么 这样啊 也无法改变 他的命运 那 有的人呢 比较偏差的 可能越改就越不好 也改造命运啊 改成 比较 更不好 不是不好 改成好的 关键啊 在他 认识 不正确 没有遇到善知识指导 或者遇到呢 恶知识 那个 那个知识啊 他自己 学知学见 那么给他指导的 也是学知学见 那么他跟到这样的老师学啊 当然啊 他得不到结果 这是我们可以理解的 所以 不是 改造命运啊 不是我们说 讲大话啦 唱几条歌啦 那就能改造命运 不是这样的 爱拼才会赢 大家都在拼 你看他会不会赢 我看都输 拼没有错啊 拼错方向 他是去跟别人拼 那个没有用 你自己命中没有 你怎么拼也得不到 那个没有用 那跟谁拼呢 跟自己拼 不是跟别人拼 跟自己怎么拼呢 跟自己的烦恼习气拼 这个儒家讲格物 格是格斗嘛 好像打斗啊 拼斗 哇 是跟自己 那个才有用 因为这个问题 是你自己制造出来的嘛 不是别人嘛 那你去跟别人拼有什么用 方向不对啦 这个佛经讲究外道啊 外道不是骂人的话 方向错了 你心外求法 外面去找 外面去 去想办法 没有办法 你从自己内心去找 那就对啦 你就有答案啦 在外面找啊 永远找不到答案 永远解决不了这些问题 连个改造命运 命不好要改好一点都做不到 其他就不用谈了 什么了生死成佛到那真是讲梦话 那个就不用谈 你现在这个命运啊 都不能改变啦 你讲的那么高 那个也是毫无意义了 所以为什么学佛要清清善知识 那么人 如果一生遇到佛法 我们佛门有一句话讲啊 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啊 就是我们凡夫啊 在六道里面生死轮回啊 轮回到人道来啊 这很难得 佛在经上给我们讲啊 好像这个盲规护目 西迷参生 那个机力很少 大部分时间啊 在商业道多 三道时间长 人天善道的时间短暂 所以在六道得到人生 这很难得了 但是得到人生 如果没有遇到佛法 这个人生也是空过的 如果得到人生再遇到佛法 那是最可贵的 因为我们这一生就有机会啊 了生死成佛道 我们就有机会 如果遇不到佛法 那就一点办法都没有 所以过去 这个 前国民党主席吴伯雄先生 他也是学佛的啊 他说有佛法就有办法 这句话的确没有错 但是呢 要真正认识真正的佛法 那才有办法 如果你遇到那个假佛法 那还是没有办法 或者呢 你没有遇到真善知识给你指点 那也没办法 所谓佛法无人说啊 虽智莫能解 你世间的聪明智慧才智再高 没有真正懂佛法的善知识给你 讲解说明啊 凭你自己的想象啊 你也不会理解 甚至错觉 曲解 误解 不是厌觉如来真实意啦 是错觉了 把它曲解了 扭曲了 误解了 误会了 这个时候大有人在 所以今天这个 我们敬老上讲大经节 他还 提到过去在台大当教授的 教考古学的 袁立平教授 这个教书啊 薪水微薄 后来就找几个朋友去开个书店 大概是在重庆 南路那个地方啊 那一排的书店 那么老上以前啊 刚学佛啊 就喜欢去逛书店去买书 我也有这个习气啊 有这种逛书店买书的习气 那么有一次他自己跟他买书啊 那么这个颜先生啊就跟他讲 因为他知道老上学佛啊 买的是佛书 他说这个世界上啊 最会说大话的 最会催最会盖的 就是佛啊 你看啊 他在台大当教授 从世间的聪明才智来讲啊 也算是很高啦 但是呢 他对佛法是完全错觉了 完全错觉了 所以佛讲了这句话没有错 佛法无人说 虽智莫能解 这个智就是世间的聪明智慧 无法理解佛法 为什么呢 因为佛法超越一般的常识 特别是大乘经典 都是不可思议的境界 那你用世间的这种 聪明才智去推测佛的境界 那怎么可能 那绝对是错误的 那么世间 初世间啊 这个宇宙人生事实真相 真的佛讲的最清楚最明白最透彻 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 真的是这样 一点都不假 那么佛讲的这些理论方法 都是我们可以去证实的 所以佛法传到中国来之后 历朝历代 都有修正的人 所以这个一直传下来 这个我们知道啊 这是真的 不是假的 只是你没有遇到真正善知识啊 他没有办法给你 讲清楚说明白 遇到 像敬老和尚这样啊 越讲越清楚 越讲越明白 我们就知道真的是一点不讲 那么遇到佛法呢 我们就有办法 那么这个办法就是你要信佛 你要相信佛讲的话 我们现在还是凡夫 有很多我们不能理解的 但是如果 你对佛有信心 相信圣言量 依教奉行 那你就有福了 这个套基督教的话讲啊 这个人得救了啊 真的得救了 因为相信佛的人格 相信他讲的话是诚实语 绝不服辞忘语 那么我们能依教奉行 就得救了啊 你看这个 佛教传入中国啊 这个净土修学 净土圣贤路 从古代到现在 在大陆在台湾 每一个时代几乎都有 几个老阿公老阿婆 也不认识字 经一字也没听过 有人欠他念佛 发愿求生净土 他就真干 他什么也不懂 他是真相信 他不怀疑 相信佛讲的是真的 有极乐世界 有阿弥陀佛 相信自己念佛一定可以往生 念个三年五年 他真的念成功了 到现在还有 所以我们老阿上常讲这个 台南匠金香啊 那个老太太 那个很多台南的同修都知道 民国初年这个 浙江陵波关中寺 这个地贤法师的徒弟 郭若将 这也是近代的 这是有人知道的 那没有人知道的 当然肯定还有 那么他们凭什么成就 凭个信心啊 信佛啊 但是 一般知识分子 信佛比较难 比较难 是男性 佛法男性 那么净土是男性当中的男性 一般佛法就很难相信了 你看我们老上讲的那个 严先生 他就不相信了 佛是讲大话的 那不相信佛讲的话是事实 他不相信 所以知识分子呢 就是比一般人更难相信 更难接受 因此啊 佛出现在世间呢 讲经说法四十九年 天天讲 主要就是为了这些知识分子 上不上下不下的 这些人 占绝大多数 真的上根立志的 一文千物 他也没有疑问 啊 真的呢 是下语的 像 锅肉酱啊 这一类的人啊 修无师啊 这一类的人 这个也没有问题 很容易度 啊 那么最麻烦就是当中 啊 这个 这些人 这些人 占多数 啊 所以佛才要讲那么多经 啊 啊 主要啊 就是 讲经说法 啊 听经文法 啊 对一般社会大众来讲是 最需要的 啊 因为讲经说法 听经文法 啊 主要就是帮助我们 断以生性 啊 那么佛法呢 允许人有怀疑 你有疑惑 没关系 啊 这个佛门也有一句话讲啊 小疑小悟 大疑大悟 不疑就不悟 啊 啊 那个不疑啊 不是不怀疑 他有疑啊 他不知道 啊 所以 佛 允许人家 提出疑问 啊 如果你信仰其他宗教 可能就不行了 啊 不准你提问题了 啊 那过去我们敬老和尚啊 啊 讲经也讲过 有一次他到加拿大去演讲 有一个西洋人来听 啊 听完之后呢 他就给老上提出一个问题 他说 他的命运为什么那么不好 常常遇到很多不如意的事情 老上看看 就是 西方人士啊 西方人大部分信基督教 不能就信天主教 啊 那么他就 问他了 啊 啊 老上问他 那么 你这个问题啊 有没有到教堂去请教牧师呢 他说 有啊 那牧师怎么给你回答呢 他说这是上帝的安排 那么我们可以理解 上 牧师这么回答 他肯定还有疑惑吧 他如果没有疑惑 他不会再去问老和尚 那一定还有疑问在 为什么上帝给那个人安排那么好 给我安排这么不好 上帝不公平 只是这句话不敢讲出来 心里总是 有这个疑在嘛 所以才会跑去问老和尚 啊 所以 这个讲经说法 那就很需要啦 讲经说法 我们看佛在经典上 讲的经 大部分 大多数啊 都是有佛弟子 有人请问 问问题 那佛为他的问题来解答 这样说出一部经 帮助啊解决他的问题 无问自说的经有不多 没有人 没有人 请问 佛主动自己说的 不多 大多数 有人请问 那么 这个就是说明 佛引起人家 提出疑问 那帮助他断离生限 那一复断足啊 他信心才生得起来 那他信心生不起来 那么佛引起人家疑 佛 大慈大悲 你怀疑没关系啊 你有问题没关系 你可以持保留态度 进一步啊 来追求 来探讨 找出你的问题 解决你的问题 不要去否定 那么最怕的就是他否定 他不学啦 他也不愿意接触啊 那他永远就不会明了 所以佛不怕人家有余 怕你 有余你不来接触 或者你去否定 那么这个 就自己造成严重障碍 那么我们 一个人在这个世间上 我们是凡夫 对整个宇宙人生的事情啊 有一些事情我们知道的 目前我们的知识 是可以理解的 有很多我们不能理解的 有些事情我们看到的 还有很多很多 我们现在没看到的 但是都是事实 但是都是事实 有这个事实 那么我们现在没看到的 我们不知道的 你就不能说他没有啊 那说他没有就很武断啦 像印度古说断灭论 人死如灯灭 什么都没有啦 还有什么轮回呢 那么为什么他这么肯定呢 他看到死人了 一死就没有了嘛 也不晓得去哪里啦 他也没看到也没听到也没接触到 他是根据这样啊 那么来说这个没有 那么这一类的见解叫断灭见 那么另一类的见解叫常见 常见就是说人死他还是 再来做人 那一条狗死了还是 来生来是做狗 就是人 永远是做人 狗永远是做狗 所以在这个世间有一句话讲 这个人死有什么关系呢 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没有错啦 如果你在投胎再来 经过四九天再到人道来投胎 那当然啊 现在死了二十年后 你又成年啦 因为四九天不长嘛 你就去投胎 又到人道来了 二十年后你当然又是一条好汉 是没错 问题你来生能不能再到人道来 你有没有那个条件再到人道来 这个就不 不是我们 认为可以到人道就可以到人道 因为他有条件的 如果二业造多了就到三个道去啦 如果能持五戒十善 那当然可以到人道来 这个才是事实真相 佛会给我们说出来 那么说出来之后呢 我们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我们就知道怎么修 所以古印度这个断肠二件 所以古印度这个断肠二件 你看十善烈道间 佛会给我们讲 不要躲在断肠二件当中 就是 这两个都是偏一边的 不正确的 邪见 就是偏邪的 不对 那么现在科学发达 这个外国人呢 他们也不相信上帝 以前科学不发达 大家还相信上帝 现在不相信 先告上帝死亡 谁先告的呢 科学家 这个太空船飞到月亮 什么也没看到 所以他们就认为 这个圣经讲的上帝 这个也不是真的 不相信上帝 所以现在的人都相信科学 认为科学才是真的 其他都不是真的 但是科学能够预测能知道的 还是有限 还是局部的 这一点呢 我们也不能不承认 那人生从哪里来 死往哪里去 那科学家你知道吗 你也不知道 你连你自己也都不知道 别人当然你也不知道 这个也是事实 所以我们一个人在这个世间 正确的态度不能理解 我们 学孔老夫子 这个态度 也就 不会错 人家问孔子 这个 人死了以后去哪里 那夫子回答呢 说 未知生 焉知死 他说 我生从哪里来都不知道 死要往哪里去我也不知道 那么我们要注意啊 圣人的回答跟一般人就不一样 他说我不知道 他不是说没有 那你那个断面竟然说没有 死了什么都没有啦 还去哪里 啊 啊 那么 现在这个世间还是很多人 他不相信有六道轮回 啊 所以自杀的人很多 啊 为什么呢 他遭遇到不如意的事情啦 遭遇到困难啦 种种的 他觉得呢 啊 死了就是解脱了 他以为死了就解脱了 反正一死了之嘛 那死了就解脱了 那问题就好解决啦 那佛也不用出现在世间啦 讲什么经啊 那死了 你感觉到苦你就去死不就好了吗 那问题就解脱了嘛 那很简单嘛 那问题不是那么简单 所以佛在经上 像 在阿含经他都用比喻的 我们一般人比较能够理解 那么佛像那个百玉经 他是用一百重比喻 让我们透过这种比喻呢 去体会到那个真理 那么 佛当年在印度讲这个六道轮回 是古印度的婆罗门教就讲了 不是佛出现在世间后才讲 而古印度就讲 讲的呢 有人相信 有的人还是不相信 为什么不相信 他没看到 他没有看到 他不相信 那么佛出现在世间 也讲六道 但是还是有很多人不相信 那有的人呢 是半信半礼 半信半礼 因此佛就用个比喻啊来讲 佛就用比喻啊 他说人死的不是没有了 是在犯一个身体 换一个新的生活环境 不是没有啦 那么佛用什么比喻呢 用牛拉车 以前我小时候看到有些防牛 都拉牛车 现在比较少见 那么有一天啊 这条牛呢 拉车常常载很多 货物很重 很辛苦 非常辛苦 有一天这条牛他就想 我为什么会这么辛苦 想一想 就是有这部车啊 让我拉啊 如果我用脚把这部车 把它踢坏了 我就不用拉啦 我就解脱啦 所以第二天啊 这个牛就把 用脚把那个牛车 把它踢坏了 这一下想 好啦解脱啦 不用脱啦 从现在开始 没有车子啦 没有车子啦 他想不到呢 过没多久 他主人又照一部新车来 又挂上去 继续拉 那么佛这个比喻啊 就是告诉我们啊 你自杀没有用 解决不了问题 不是说你现在很痛苦 自杀了就没痛苦 那更痛苦 你过去是照了夜 现在不甘心 不情愿的烦 那你不烦 下次还要再烦 时间拖了夜长 还要加点利息 更苦 所以 老上过去常讲啊 死了就不得了 不是说死了就了啦 是死了就不得了啊 明白这个事实真相 真的是死不得啊 死了就不得了 啊 那么这个 十五种二死啊 在我们现实的世界上啊 我们看的 都有 特别现在更多 现在在这个地图上 很多啦 二死的战争啦 这个牢狱啦 焉家 在主寻仇啦 被野兽咬死啦 得恶病重病 产染病 精神错乱 车祸 意外死亡的 天灾人祸 这样死的 很多啊 这些就是二死 那那么这个都是果报啊 那当然是过去 遭恶因啊 过去遭恶因啊 过去遭恶因 所以得到这个二死的果报 那么我们遇到佛法 的确可以改造命运 的确是可以改 这个了凡事件啊 这个了凡事件啊 都讲得 很具体 而且 这个了凡先生他是 亲身的实验坛 这个不是说听人家讲的 去推论的 自己亲身的经验 所以印光主师啊 一生啊 特别提倡 实在讲啊 这本书对现前 整个世界的人来讲啊 应该都是很迫切需要的 因为人总是希望提升自己 精神生活 物质生活 总是希望提升 那么如果你不懂得 改造命运的理论方法 想提升提升不了 不但不能进步反而退步 这也是大有人在 这个就非常可惜 所以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啊 那么得到人生又能闻佛法 这是非常难得的 得到人生闻到佛法 这是最可贵的 我们可以这么讲 如果得到人生闻不到佛法 或者遇到佛法他不相信 那么他这个一生也是空祸 也是空祸 那么我们得到人生闻到佛法 进一步能来学习佛法 我们总是会有进步 会有提升的 在精神生活方面 在物质生活方面 都会有提升的 那么我们学佛又知道净土法门 实在讲啊 那比一般人幸福太多了 真的一般人 他自己不知道 但是呢 他生活在一个 迷惑颠倒 没有方向目标的生活当中 你看现在人的生活 一天到晚追求名利赚钱 不管他是怎么赚的 那钱纵然你赚到了 那赚到了 怎么过日子呢 你过的那个日子是人过的日子嘛 那现在人呢 真的不会生活 不会过日子 过的都是 三二道 鬼生佛 出生到的生活 过这种日子 过第一道的生活 不是人过的日子 所以现在呢 有钱 也不快乐 富而不乐 有地位 贵而不安 没安全感 全球人类 都是生活在这种情况当中 那你说这样的人生 他的意义 他的价值 他有什么价值 有什么意义 没有钱啊 吃的比较不好 一天过一天 一分一秒往屯木走 那有钱人也是这样啊 吃好一点 穿好一点 住好一点 也是一分一秒往屯木走 这个就非常可怜了 所以我们学佛的人啊 我们了解佛法 我们了解佛法 又遇到净土法门 真的是我们 无量节来 累积的善根福德因缘 这一点啊 我们必须要明白 来 那么 持大悲神咒 可以避免这十五种恶事 那么 持大悲神咒呢 一定要 配合了凡事性来修行 还有感应篇啊 按赐全书来修行 这个理论方法 那么我们才能真正满我们的愿 真正满我们的愿 你看这个 改造命运嘛 这个 了凡先生 他寿命只有五十三岁 后来他严寿 延到七十四岁 延长了二十一年 他命运改了 那么 引古禅师教他持准提咒 持准提咒 那么他改造命运的理论方法在 持这个咒求佛力加持 那么现在我们用大悲咒也可以 大悲咒比较长 准提咒比较短 大悲咒比较长 都可以 那现在送大悲咒的呢 人也不会少于持准提咒的 准提咒虽然比较短 可能持的人没有持大悲咒的人多 我们听起来 持大悲咒的人非常多 也可以 但是 一定要配了凡世训 这个理论方法 我们修学啊 才能如理如法 满我们的愿 可以避免 真的是可以避免 你看啊 这个历史上记载的公案 如果你一生当中做一件大好事 他 本来说应该饿死啦 在路 有一些 上京赶考的考生 在路中啊 应该 横死的啦 他 竟然没死 而且还 考中 近世 这个算命先生啊 他自己要赴经的时候给他算的 回来呢 怎么他没死 过去这个算命先生都很有学问 知道他一定做什么好事 那一问啊 果然没错 做了 这个大因的命运啊 他一下子很大幅度的改变 那么我们现在遇到敬老和尚这个佛法呢 有这个佛法的指导啊 我们能够依教修学啊 这个我们命运啊 的确可以很大幅度的改变 发这个心啊 很大幅度的改变 在佛法当中修啊 那是更殊胜 在三宝当中啊 众福啊更殊胜 那么我们接着啊 看下面啊 那得十五种善生 那一者所生之处 常逢善亡 那这个上次我们也 简单跟大家提了一下啊 我们持大悲咒 避免十五种二死 那么得十五种善生 那这个是说明啊 我们还在六道生死轮回 还在生死轮回 就是换句话讲啊 我们没有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 你还在六道里面啊 这生死了你还要再去生啊 你要去哪里生啊 往生啊 你往哪里去生啊 那我们 那我们 持这个大悲神咒啊 那么 可以得到十五种善生 第一个是 第一个是所生之处 常逢善亡 你往生去的 世界 那个处所 常就是你常常遇到啦 遇到这个善亡 那么善亡就是 用这个三规五戒十善啊 在儒家讲就是这个地子规啦 道家讲感应篇 佛家讲十善烈道啊 这三 三种 伦理道德因果教育 来教化人民 这个样的王就叫善王 就是教十善的 教你修十善断十恶 以这个来教导人民 这样的国王就叫善王 如果教你造十二叶 教你贪嗔吃慢的 那个叫恶王 教你造十二叶的 那么我们想要常常逢善亡 我们当然啊 从因果来讲啊 我们要修善啊 善跟善他才会感应 那恶跟恶他会感应 我们要修十善 我们就是感应啊 我们出生的世界 国家地区呢 那个国王都是 好的 很好的善王 那么你有修善啊 你也才能认识 什么是善王 什么是恶王 现在呢 世会呢 有一些人啊 他 迷惑颠讨 把恶王当作善王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他自己的心恶 跟恶感应 那个善王 那个善王他看不顺眼 因为跟他的心不相应 所以物与类聚啊 人与群分 就是这样 这是我们持大悲咒啊 那么观念菩萨当然 会帮助我们啊 断这个恶习气 增长善的习气 虽然没有出六道啊 但是帮助我们啊 断恶修善 所以我们生的地方啊 这是好的国王 那么现在这一个好的王啊 也很难遇到啊 因为现在全世界的人类呢 大部分都贪嗔痴 到十二月的多 所以你说能感应到什么好的善王啊 也很难 现在老和尚啊 最赞叹就是斯里兰卡 大概是 他现在呢 我们敬老和尚 他认定的善王 啊 斯里兰卡的总统啊 善王 啊 老和尚欠他见佛教大学 他也欠盖 啊 欠他见宗教大学 他也答应了啊 啊 他用三规五戒十善啊 教化人民 啊 佛教国家 啊 啊 那么 他有去 落实这个佛陀教育在民间 啊 啊 那么泰国就是佛教国家 但是他没有把这个佛陀教育 落实在民间 啊 以这个佛教的经典啊 来教导人民 啊 那斯里兰卡他 做到这一点 啊 所以先老和尚啊 讲经常常提 非常赞叹 啊 啊 啊 斯里兰卡以前我只是 啊 这个 帮助啊 我也不了解 不了解 啊 04年他们那边有海啸 啊 那个强帝嘛 现在是国师啦 啊 他来基金会住了二十几年 啊 那么 那一年啊 来 来华藏找我啊 大概我想一定是简峰文 请他来了啊 因为我在基金会出家啊 啊 我捐了一些 我华藏啊 捐了一些钱 给他去 盖房子啊 回复房子 啊 那想不到这个 八年后啊 啊 有这么一个姻缘啊 这个我们牢上到那边去 啊 去讲经 啊 这个姻缘也非常 难得 啊 也非常殊胜 啊 啊 所以现在呢 斯里兰卡的总统啊 我们牢上啊 啊 啊 在公开认同他是善王 那么其次就是 马来西亚 啊 马来西亚这个 现任首相 纳吉 啊 啊 他会支持汉邪院的建立 啊 那么他也是善王啊 啊 他才愿意啊 做这个善事 啊 如果 不是善王 他不会 来做这个善事 他搞自己的名利去了 他不愿意做这个好事 他也不认识 没有这个心去做 那么古时候呢 啊 这个 帝制时代啊 啊 也有很多善王 也有很多恶王 那总是啊 这个善王跟恶王啊 跟人民造善恶业 息息相关 那一定是这样的 啊 不管是专制或者民主 啊 啊 这个领导人好不好 啊 跟人民都有密切关系 啊 人民如果都造恶 那你说怎么会感应到好的领导人 啊 啊 这个也不可能 啊 如果人民修善的多 那么感应的一定是好的领导人 啊 啊 这个 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道理 啊 那么 慈大悲咒啊 啊 慈大悲咒也帮助我们断恶修善 增长善心啊 啊 所以所生之处 常佛善王 常就是 你生生世世都会遇到好的 国王啊 何则呢 常生善果啊 啊 那么这个 第二个是 讲 这个环境 啊 物质环境 啊 第一个是讲人事环境 啊 这个是讲物质环境 啊 就是善果就是这个 国家 地区啊 啊 这个 国泰民安 啊 风调雨漱 啊 五谷风登 啊 知言丰富 啊 这个国家就是善果 那么啊 佛在经上给我们讲啊 啊 如果 这一个时代 这个地区的人民啊 有福报 那福报怎么来呢 就修缮来 这个断食热修缮来 有福报 那么这个地区呢 它的七宝啊 非常多 而且那个质量就很好 那么有这个七宝啊 那么连带其他的资源啊 物产就非常丰富 非常好 非常好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啊 啊 这个地理风水 啊 地理风水 国家地区 啊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 物质环境 我们生活环境啊 那么人事环境好 那么物质环境也当然跟着好 啊 关键还是在人心 啊 那么这个 在大概十几年前啊 十六七年前啊 有一次我到美国去啊 那次好像是底特利啊 啊 啊 去那边讲经 啊 那么 底特利那边一个城市啊 啊 好像做汽车的很多 啊 那边都市还不错啊 啊 那有一天啊 讲完啊 童修说 武道法师 我载你去一个地方 啊 你千万不要下车 啊 我说我那么恐怖 怎么不能下车 你下车呢 可能有人就拿枪就打你了 啊 我说这么恐怖啊 啊 但是 他建议我还是要去一下啊 他说你只要不下车就好了 啊 下车可能会被打死 啊 那么那个地区啊 就 自然就不好 他开到那个地方 真的跟 跟那个市区怎么 同样在这个 底特利的地区 那两个环境完全不一样 那边进去就真的很 恐怖深深的 那个墙壁涂鸦乱涂 啊 那么这个说明那边造恶业的人多 抢劫的人多 啊 听说呢 你都在那边去加油 不小心就被抢了 被 连命都没有了 啊 那造恶业的多啊 那你一到那个地方 你感觉那个 那个地区 那个气氛就不对 不舒服 啊 那么没有造那个恶业呢 你就觉得很 安详 啊 气氛很好 啊 这个 不是那个地方的问题 是人 那个地方那个人心的问题 人造作善恶业的问题 啊 啊 所以我们善根善感啊 人事环境遇到善亡 物质环境生到善果 啊 那么 啊 我们生活啊 就没有忧虑了 那么现在整个地球呢 也很充满了很多危机 啊 第一个呢 粮食啊 听说减产 啊 已经不如以前 那七宝啊 也一直减少 那七宝也减少 啊 啊 你看我们台湾基隆那个金瓜石 以前日记时代呢 金字很多啊 都被挖光了 啊 日记时代都被挖光 啊 这个 福地福人居 啊 这个是 一点都不明信 啊 所以这个风水地理 的确有它的风水地理 啊 但是这个好的地方啊 也是要好人去住 啊 如果那个坏人啊 去住在好地方啊 那没有几天也被他破坏了 啊 这个不好的地方呢 如果好人去住 啊 那 过没多久也会改善 啊 所以佛在经上给我讲啊 敬随心酸 这个才是 事实真相 啊 那么持大悲咒啊 啊 我们可以神到善果 啊 第三则呢 常指好食 啊 啊 这个好食啊 啊 啊 这个我们佛门一句话 啊 人人是好人 啊 事事是好事 啊 那么你心清净平等的 的确是这样 清净平等 就是这样啊 啊 如果心还没有达到清净平等 时还是有好有不好 啊 日子还是有好也有不好 啊 地方也有好也有不好 啊 因为我们修行啊 没有达到那个层次 还是有这个差别 啊 所以 所以 在古礼讲啊 礼记讲啊 普日见礼 普地见书啊 啊 在这个礼记里面讲啊 现在我们那个农民历啊 那个 那个标那个什么极乐 什么凶乐 那是根据礼来的 比如说根据《易经八卦》这样推演出来的 啊 那么 这个又讲了 这个净土集里面讲 我们老上摘入叶威朝堂笔记 啊 这个季晓兰那个 那个那个 那个 节路 他说这个 若无吉凶啊 圣人何谱呢 说如果没有吉凶 这个谱事啊 也是圣人做的 如果没有吉凶 那圣人 何必要谱呢 说明我们凡乎 啊 还会起心动念分别执着 那就有 善恶 啊 是非善恶 吉凶佛福 就有这些 啊 如果你不起心不动念啊 那什么都是 佛境界啊 啊 关键在这个地方 啊 所以现在呢这个 这个 看热智啊 啊 啊 我们佛门 是 不讲求这个 啊 那么也 不完全说 不讲求 啊 因为佛法呢 也恒顺众生随其功德 啊 恒顺各地方的风俗民情 啊 啊 这是佛 佛教啊 他很 偉大的地方 啊 佛法在世间 不坏世间法 啊 世间的习俗啊 他不会去违背你的 啊 他随顺你 啊 所以有一些人啊 有一些同修 啊 啊 学了佛啦 知道哎呀 时时是好时啊 日日是好日 不用看日子啦 但他家人没学佛啊 那家人没有学佛呢 他心有挂碍 你就要慈悲一点啊 不要让他挂碍 你是随顺他 那我们知道呢 啊 这个是时时是好时 日日是好日 只要你 持戒修善 那没有 不好的嘛 你走到哪里都好 什么时候都好 但是世间人他不明了 他有这一个 挂碍 你就要随顺他 不要让他生烦恼 那么在一般来讲啊 这个礼记 这个圣人啊 制定这个 我们可以随顺世间圣贤 这个做法 那么这个当中啊 也有他的道理 如果一般人呢 的确也有他的道理 啊 选择这个 比如说有六天啊 不能去探病的啊 这以前呢 我在十几岁的时候啊 喜欢去逛那个 路边摊 看那个卖药的啊 我给家买那个药啊 吃了一肚子 啊 什么苦瓜丹 什么什么 国树什么 什么 什么跌打损伤 那个硬弓散 吃了一肚子啊 以前啊 常被骗啊 啊 那么有一个礼善人啊 宜蘭人 那现在不晓得还在不在 道教的一个道士 那摆在路边 他就弄一个檀香炉 在那欠善 啊 讲什么卖聊啦 借食反腐 又拿报纸出来啊 那我看了很有兴趣 哇 这个叫欠善的啊 那么他就 讲这个六天不能探病的 神仙留下此六日 探人一病替人亡 我就记住啦 所以我现在那个荣民 今天不可以探病 但是他有解释 我们一般人没有解释 我今天就不可以去看 他说如果你家人生病了 你也不理他 这不是这样的 他是说 悟探病 这个朋友啊 你很久没有见过他了 那么他生病之后 你也没有去看过他 很久没有见过他 他生病之后 你也没有见过他 那么现在呢 听说他生病了 你要去看他 如果遇到这个六天当中的一天 你这一天不能去 但是你家里的人生病没关系 你一定要去看的 而且如果你看过一次啦 那也就没关系啦 是说没看过第一次很久没见面了 刚好碰到这一天你就不要去 那么如果你练佛的功夫很好也没关系啦 气了也死不了 那没功夫的人最好还是避免 那没功夫的人最好还是避免 所以我们这一个 他这个要注解要讲解 所以他这个讲一些道教的东西呢 他就像老上讲经一样 所以我也 比较能接受 他有讲一个道理 所以看一个时辰啦 这些 在我们凡夫来讲也有这个事情 我们也 不能去否定 他这个 事实的一个存在 凡夫你起心动 你有分别执着 当然就有这些问题 没有分别执着 当然这些问题都不存在 所以这个藏子好食啊 好食就是说 好年冬啦 喝你当 这个 但是现在那个 台湾卖的那个好年冬 那个不是好年冬 骗人 那个吃下去就会死俏俏的 那不是好年冬 就是风调雨顺 活泰民安 就是 时间他没有好不好 时间哪有什么好跟不好 这个好食啊 我们说这个好的时节啊 就是说在这个时段 发生的事情都是好事 那就是好食嘛 比如说这个时间 大家学习传统文化的人很多 大家很踊跃 在这个时段里面啊 特别的兴旺 那这个就是好食嘛 大家都要做好事啊 学做好人啊 那这个时候就好嘛 那时间他哪有什么好不好 如果这个时间大家都在干坏事 那这个时间就不好 是这个意思 因为时间本身没有好不好 人的问题啦 人有好不好 时间没有好不好 所以这个好食啊 这个意思我们要明白 事则呢 常逢善友 这个好的朋友 好的邻居 那这个也是人事环境 那么善友啊 就是他都修善 那么你多亲近善友啊 对我们这个 德行啊 断恶修善会增长 那么我们常逢善友啊 对我们这个断恶修善 就有很大帮助了 所以这个儒家也教我们啊 要远离恶友 常常亲近善友 这个好的呢 你要多亲近 恶友啊 你要远离 为什么呢 敬诸则赐 敬莫则黑 你多亲近这个恶友 我们自己又没功夫 那也必定受影响 慢慢的被他熏悉了 他也是变成恶习气 那么多亲近善友呢 我们也会受他影响 慢慢熏悉 我们原来一些不善的 慢慢也会改善 所以现在常逢善友 这个真正在修学啊 有修有学的人 我们都要多亲近 多亲近 那么有时候呢 也有善友 也有恶友 这个时候自己要有个选择了 这个 在20年前啊 这个我到戏子联社讲经 讲这个台语的 无量受精 这个 有一个王基士坐里门窗的 所以他这个生意做得不错 那么那个时候呢 他也去听经 那么听经他就是负责 载我回法藏 景美法藏佛教图书馆 他负责送我回去 那么 有方基士的同修啊 负责载我去 他们两个人啊 一个人负责一趟啊 一个 一个负责接 一个负责送 他负责送我 送我回来 那么他这个人他 也没有什么不良事好 也是 很顾自己的家庭 很顾事业 也很实实在在啊 做这个里门窗的生意 做得都不错 蛾泥啊也都很好 那么他也不抽烟不喝酒 也不赌博 这个吃喝嫖赌 这些不好的习气啊 他没有 但他就有一样习气 喜欢钓鱼 喜欢钓鱼 那有一天啊 有一段时间啊 他载我去讲经啊 他说师父啊 你最好不要出国 我说为什么呢 你一出国啊 我没有来听就没有送你回来啊 我就会跑去 跟那些钓鱼的朋友 他就去 他就去钓啦 你最好不要出国 我说以后我出国你也不要去啊 他说他很难把持 那么有一次呢 他讲到生烦恼了 他说我什么吃喝嫖赌 我什么不良嗜好都没有 我就只喜欢这样 难道也不行吗 我说这样也很严重耶 这样杀身耶 你跟他结缘走啊 后来呢他也慢慢能接受了 刚开始无量寿经一步 他读没有十分之一 他说哦受不了 趕快要跑去外面 他的同修比较有定功啊 一次能够读一步 他就受不了 我说没关系 你能读多少算多少 后来慢慢提升到 哇一次可以读半步 后来经过几年之后 一次可以读一步 我说这样就可以了 进步 后来我就跟他讲了 我就欠他 我说你 就不要去亲近那个钓鱼的朋友 你看到他你手又痒 看人家钓你又跟着去 所以你就来联社嘛 来这里念佛啊念经啊 多亲近这些善友嘛 你就不会去造那个杀身的业了 我说这个言关键在你 怎么去选择咯 也有善言也有恶言 那看你选择哪一边哦 如果你选择那一边那当然 就会受影响 也会去造恶言 你选择这边呢 那不会叫你造恶言 只有叫你修善业 修敬业啊 所以我们 有好的同参道友 也是我们修学成功失败 一个很大关键 你看我们敬老和尚啊 到这个台中联社学经 他出家之后再去学 好像还去学五六年 一共在李老师那边学十年 那么十年呢 他有找六个同学 他副奖啊 奖经的时候就听证只有六个 只有六个人 那么跟老师见面一个星期才一次 因为李老师很忙 一个星期讲一次经 就利用听经时间跟老师朋友 那么十年当中啊 跟同学相继的时间长多 所以 要有诗也要有有 诗有 这个很重要 那么我们如果 发心持大悲心作 也会常常遇到啊 善的朋友 善的同参道友 你这一生 来生 也是会遇到 我们再看下面 无则生根 常得居足 那么以上啊 四条 他是 讲这个 我们 出生的 人事环境 物质环境 还有十节因缘 那么这个 第五个就讲自己本身 自己本身 这个身体啊 身根常得居足 这个身根常得居足 就是我们这个六根啊 不会欠缺的 就是身心健康的 六根居足的 这个就是身根居足 那么这个 我们在这个 感应录里面啊 看到有一些人 他身根不居足啊 念大悲咒然 念观念菩萨 拜观菩萨 拜到好的 也有 我记得里面有个公案 这个是 哦 讲一个茄子啊 就是 就是 脚站不起来的 在地上爬的 在地上爬的 那么就是当乞丐 像现在我们在街上 也有看到 脚断啊 那些 残毁的 在地上爬的 那么这个 很可怜 很可怜 那么这个 这个人啊 遇到一个出家人啊 劝他 念观音 拜观音 后来呢 真的他 有心去求啊 有求必应 拜到有一天感应啦 哎 他 突然站起来了 他本来就是 就是 都用爬的 那怎么突然可以站起来了 哎 那个脚 可以走路啦 那后来就发心出家人 后来竟然变成一个一个 很庄严的出家人 这个这个观音感应路里面 这个公案 那么这个 六根不具足的 如果他有这个善心啊 我们可以欠他 念观音 念观音 但是这个劝啊 我们要观机 因为这个有残疾的人啊 特别有自卑感 那么你劝啊 你不要伤到他的自尊心 伤到他的自尊心 那 反而他更不能接受 所以对这样的人啊 我们要特别对他恭敬 不要让他感觉说 我们在轻视他 在瞧不起他 不要这种感觉 这在太上感应片也有 不要 因为这个人你看已经 遭遇到这样的一个 果报啊 也很不幸 那么 有时候呢 你要同情怜悯 你要看情况 用什么方式 有时候你同情怜悯啊 反而他也 伤到他自尊心 这个就是 要很小心的 最好我们就拿个感应路给他 这个送给你看看 这样就好 我们 如果不是很了解 你不要讲太多 哎呀 你这个 这个过去造恶业啊 现在得这个果报 赶快念观念佛 他在一气之下呢 本来想要接受呢 听你这么一讲 他就 打从心里 他就不能接受 这个你要观察 所以 所以 这个 在这个 内典 言学要领啊 讲经也是要看 讲到那个 经上讲那个 六根不记什么 看看在场有没有 那个做伦理的 如果那个做伦理的 那你这个 念一念清明淡写 带过去就好 你不要讲得特别深入 要伤到他的心 这是在内典言学讲座 也教我们 要注意这个事情 有说则无心 听则有意 六则呢 道心纯属啊 这个 修道之心啊 纯是 纯正 不夹杂 俗是成熟 这个念大悲咒 帮助我们修道这个心啊 达到 纯净纯善 那么道心纯属啊 我们修行 就有成就了 就能成就道业 那么现在呢 这个 道心不成熟的 比较多 纯属的比较少 主要啊 还是要靠我们修 我们敬老和尚常讲 一门深入 常识先修 特别是要有耐心 我们修学还没有成就呢 不管遇到什么困难啊 咬紧牙根啊 要 要能够 忍耐 不要退心 很多人啊 遇到一些障碍了 他就退心了 那么要达到道心纯属啊 这个听经文法就非常重要 以前 我们 在图书馆 有出家众 那么 住不久他就要离开 一直到我们现在 搬到信力路来啊 这里出家众 有很多人 离开 有的人正想要离开 那么这个 我并不感到意外 因为我是常常劝大家 主要有时间多听经 你看我有时间啊 我听一个小时 听个几十分钟 我都会坐下来听 那么 如果不听经文法 不明道理 那么我们是凡夫啊 一天到晚 起现行的都是贪嗔痴慢这些烦恼 那么外面再接触到这些人事物 勾引我们深烦恼的 顺境逆境 一天到晚周围都有 这些人事环境物质环境都会引起我们深烦恼 那么 你听经文法呢 才能压得住 才压得住 如果你不听经文法 不明道理啊 遇到这些 顺境逆境 你不晓得为什么 你想不开的 那你想不开呢 你一定会走 以前 我住在华藏图事馆住了十二年 那个环境啊 很多人不敢去啊 现在那个装弦法师啊 现在住在双西 你就问他就知道 馆长那个脾气是够不好的 今天时间到了 这个 有待下回分晓 明天晚上 我们再来 跟大家分享 那我们今天就学习到此地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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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译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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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千手千脸观世音菩萨 广大圆满 无碍大悲心 陀罗尼经 诸位同修 即网路前的同修 大家晚上好 阿弥陀佛 请大家翻开经本 第22月 第22月 第1行 我们昨天跟大家学习到 慈颂大悲心众 得十五种善生 昨天我们 学习到第六个 六则道心纯属 这个 讲到道心 有 纯属 这个纯就是 纯而不杂 没有夹杂 所谓 精纯 俗是 成俗 我们 慈大悲心臭 那么 也得到观念菩萨的加持 让我们的道心啊 从原来还没有纯属啊 帮助我们 达到成熟 这一个非常重要 我们在学佛的一个过程当中啊 必须借佛力来 加持 在冥冥当中啊 来给我们帮助 否则我们凡夫 在六道里面修行啊 退缘多 进的缘啊 很少 帮助我们 这个 成熟道业的这个缘啊 非常难得 所以必须求佛力加持 让我们的善根福德因缘啊 不断的成长 不断的增长 一直到成熟 那么道心成熟 他就不会退转 道心还不成熟 不成就是他还有夹杂 还不成熟啊 他就容易退薪 那么道心存熟也是需要时间耐心 来培养 这是我们敬老和尚常讲的 所谓一门深入 常使熏修 那么我们跟一个善知识 真正的善知识啊 我们有缘欲道了 如果我们自己还没有跟他学习啊 还没有达到明星见性大策大悟 我们就不离开善知识啊 那么这个不离开呢 也不是说一天到晚跟着他身边 只要是说跟他学习 依他所指导的这个理论方法来修学 我们暂时先不听其他法师大德讲的 这样长时间来熏悉啊 我们才有一个入处 如果今天听这个法师讲 明天又听那个法师讲 今天亲近这个道场 明天亲近那个道场 还是不存 那么一个法师讲的方法理论也不同 这个当中啊还有真有假 我们自己还没有慧眼啊 也很难辨别 往往啊 学到假佛法 这也大有人在 所以这个关键在自己的一个选择 还有好的同餐道友 前面讲的善友 这个也很重要 有好的老师 还有有好的同餐道友 互相勉励互相提醒 互相帮助 这样啊我们一生当中啊 在这个道业上啊 才会有所成就 那么道心啊 我们由不成熟 要达到成熟 首先我们要知道 什么叫道心 这个道心啊就是修道之心 修行这个道心 往往我们刚学佛啊 所谓啊 这个 初发心学佛啊 成佛友谊啊 初发心学佛啊 这个道心啊非常坚定 但是学了一段时间呢 就慢慢就退了 所谓啦 学佛一年啊佛在眼前 学佛两年啊佛在天边 学佛三年啊佛就化淫淫了啊 这个我们佛们常常讲这句话 那么这个也是事实啊 因为我们在这个搜婆世界 五着二世 佛出现在世间三千年前啊佛就讲 这个世间已经是五着二世了 那三千年前比我们现在三千年后 这个末法时期 那好太多太多了 那个时候佛出现在世啊正法时期 我们现在是佛的末法时期 我们现在的五着二世 那着二到相当严重的一个程度 可以说人人都感受得出来了 佛出世那个时代啊佛讲弥陀经讲五着二世啊 可能当时的人啊还意识不到这个着二 但是已经呈现这个五着的现象了 还不是很明显 到三千年后呢 我们看看弥陀经讲五着二世 真的 提到这个世界 着就是污染 严重的污染 精神的污染 心理的污染 生理的污染 思想见解的污染 那真的 整个世界呢 这个着二啊越来越严重 这个大家呢一提啊 大概没有人会反对的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 你说我们修道 要不退转 实在讲是相当相当困难的一种事情 大环境大篮缸 你那个道心能保持吗 非常困难 那么有个小道场啊 大家一重靠重啊 这个勉强啊大家还能维持啊 如果离开道场 自己出去啊自己建道场啊或者是住人家的道场 那就靠自己了 这个 修道之心很难保持 这个道心啊如果 没有天天熏习经教 还有佛的这个 借力啊 没有天天啊这样的熏习 我们牢上啊天天讲经 他也做一个示范给我们看 他出家之后啊到台中去写经 因为他在家就去写了 学了之后出家 那么出家呢 他想再去学经 结果这个常驻试验啊就不能接受 那么敬老和尚啊 他也不能接受经上佛事 所以也就不能住试院 回到台中啊跟李老师继续写 就在台中持光图书馆 住了十年啊 到台北来弘法 当然试验啊 都不会请他去奖金 所以那个时候 住在韩馆长木柵那个家里 韩馆长给他找地方啊 家师去奖金啊 红华 那么他一个人啊也离开僧团 离开老师啊 一个人到台北来奖金 唯一依靠的 保持道心不对的就是经教 天天啊提醒 天天熏习 那么到现在呢已经五六十年了 奖金还不中断 唯一呢靠这个经教的信息 深入京葬 这样啊 他这个道心啊不断的增长 到现在呢已经纯属 靠的就是这个 如果一天没有学习经教 一天不讲经了 很容易啊 这个烦恼习气起来 退了 又忘记了 很容易忘记 所以佛门为什么天天做早晚课 但是现在做早晚课呢 都做个行事 不知道啊他的内容 不知道呢他这个 做早晚课啊他的作用 他的用意 早课 提醒我们修行 一天当中啊 提起观照功夫 先做到福烦恼 进一步再断烦恼 那么晚课啊 还醒 回向 这是佛门啊 做这个早晚课他的主要用意 他现在做早晚课呢好像是应付的 做在试验呢没做不行 做得又很 没有法胃啊 为什么不想做呢 因为他没有尝到法胃 做得孤臭无味 得不到法喜 他不想做 那么为什么得不到法喜呢 还是不明道理 不知道为什么做这个 那么对这个功课的理论方法 境界都不知道 不懂 无法提起 这种观照功夫 因此啊 做久了他就累了 因为得不到法喜 孤臭无味嘛 做久他就累了 就退了 那么个人的善根福德因练也不同 所以 很多事情啊还是随顺因练 所以在我们道场出家的出家众 我都 建议他们啊 这个敬老和尚的经啊 最好一天最少听两个小时 你再忙啊最好 能听两个小时最好 那么 刚开始听 有的可能听不懂 但是你要有耐心 多听几遍慢慢你就 听懂了 你听懂了你就有法味 你就有兴趣啊再继续听 不要怕听不懂 都听几遍就懂 那么如果不听不明理 那么我们凡夫啊一天到晚 内心都是烦恼起现行 贪嗔就是烦恼你不要 刻意去 提起啊他自己都会冒出来 那么断烦恼 服务烦恼 要在人世当中去服务去断 离开人世 你到哪里断 你去躲在山洞 你没有烦恼 烦恼在不在呢 烦恼一样在 所以跟大众相处在一起啊 依重靠重 我们才发现我们的烦恼 你一个人躲在山洞 你有烦恼 你自己没发现 自己一个人静修啊 那是一个阶段性的 一个闭关啊 阶段性的 那么这个当中也有理论方法 也要懂 你去修才有成就 才有效果 这些都要明白 那么现在呢 如果你不听经不闻法 你不明理 说实在的 出家跟在家也没什么两样 也没什么两样 那么不听经不闻法 那么遇到一些 顺境逆境 顺境你就起贪心 逆境你就起称慧心 一定是这样的 你自己这个心啊 很难去摆平 好 所以这个 遇到一些境界 不平的 这个都会有 走到哪里都有 这个收婆世界啊 不是平等的世界 都是不平的 你在这个环境 不好 那你去选一个环境 选一个环境 是不是更好 那看个人的福报 你有福报啊 你能找到 比较好的环境 如果没有福报呢 自己去找啊 可能更不理想 啊 而且啊 这个环境啊 我们 出家修行啊 这个环境 在家修行也是一样的道理 这个环境啊 他是不是能帮助我们增长到心 这个很关键 那么你跟这些人相处 这些人 他是不是善友 他修的是不是比你好 如果好的话呢 那你跟他亲近啊 他对你有帮助 如果跟你差不多 对你也没什么帮助 比你更差 可能你受他影响 所以我们敬老和尚啊 呼吁我们 现在呢 利用这些科学工具 天天来欣识经教 那么这个经教的信息啊 你慢慢越深入了 明白这个道理 你就心开意解 遇到什么问题 什么困难啊 你就很容易可以发解 不然你遇到问题 你想不开 想不通 那真的会得忧郁症 躁郁症 那现在这个 太多了 现在得忧郁症 躁郁症呢 大部分什么人呢 吃饱没事干 吃饱了没事干 吃饱了没事干 所以印光祖师啊 在文超开市啊 当时他有给姬师开市 这个 对这个富贵子弟啊 那吃饱了没事干啊 家里都是庸人啊 这个印竹啊 教这个姬师 叫他的儿女啊 你家不要 请庸人啊 你什么事自己做 自己煮汉 自己洗衣服 自己扫地 那么你人有工作 一忙啊 他就不会在那边 胡思乱想 打妄想 如果都请庸人啊 吃饱饱的 坐在那边没事干 那他干什么呢 打妄想啊 这个忧郁症就这么出来 最近台东京中学会 那个胡会长 他的大伯啊 介绍我们到迪化街给个中医看 义品堂 这个中医 那个中医院很特殊 他这个 这个不随便给人看的 介绍他去看病的人啊 就说他的病被他医好了 才有资格介绍人去 如果你的病还没有给他医好啊 你不可以介绍别人去 那么有一次我去看病啊 就一个小姐啊 我说他是忧郁症 那个医生就给他讲 那你都没事干 当然忧郁症 他说你都做家事 你做了这个忧郁症就好了 那的确是正确 所以人啊 我们一般凡夫不能无所事事 不能无所事事 那你一个人坐在那边静静的 你能够静坐 能够路定 他也有相当的条件 相当的拱乎才可以 不能你一个人在那边坐呢 那不是路定啊 是打妄想 胡思乱想 坐在那边胡思乱想 那个没有 意义 所以我们每天如果没有经教的兴许 包括这个戒律的提醒 真的出家人啊 现在修的真的是不如在家居士 真的是这样 你看还为这个明文立养五一六成才起烦到 那必定是这样 你不欣喜经教 那必定是这样 不要说 道心衰退 是一点道心都没有 出家的目的是什么呢 希望得到名利 那这个就没有道心了 这个是完全没有道心 所以 这些 注重 大家不听经 不文法 那么很多问题 出现 当然我可以理解 也不会感到意外 那必定是这样嘛 如果不是这样那就很奇怪 那不是这样那你不是佛菩萨再来 那起码 也是修行到相当的程度 那必定是这样的 那彼此大家在一起就生烦恼嘛 那必然是这个问题 这种现象 那么能够接受的人呢 他就能够提升能够改善 不能接受呢 那他必定会退转 那如果我们出家修行 在计较这些名利的事情 计较工作的事情 怕自己做多啦 吃亏啦 别人他都不做占便利啦 那么这个也都是没有听经文法 实在讲就是 过去我们十二年住在法杖图书馆 什么事情都要做 那没有人嘛 什么事情都要做 那么为什么我们 能够坚持下去 那我们有很多师弟啊 都受不了走了 我为什么能坚持下去 没有别的 天天听牢上讲经开始 那牢上常常给我们讲修福啊 修福啊 这个 以前牢上常讲福费双修 好像先修福才修福 那么一直教我们不要怕吃亏 那吃亏就是占便宜 为什么呢 他那个福 有机会给他修 他不修 那让我们修啦 我们对他还要感恩 那让我们增长福报 啊 真的还要对他感恩 那么明白这些因果的道理呢 就不怕吃亏了 不怕吃亏 遭受人家误会 毁谤 甚至陷害 我们经老婆上讲经常讲 这个业障消得快 比你去拜颤啊 消得还快 你能够忍受啊 那这些人啊 替你消业障 要明白这个道理才行 明白这个道理呢 他很乐意的 遇到这些逆言啊 消业障 有什么不好呢 很好啊 还要感恩他们 那比我们去拜颤啊 这个业障消得还快啊 如果不明白这个道理 那难免啊 心就不平了 那么彼此在那边啊 就是会斗争啊 那就造罪业 道心啊 也就没有了 所以我们老婆上啊 常常讲要 讲经说法 听经文法 那么他老人家 一生事件给我们看的 啊 也是给我们做一个榜样 那我们不要看电视啊 不要看新闻 不要看报纸 不要看杂志 啊 啊 如果我们能够接受牢上这些劝导啊 真的我们心非常清静 啊 如果不接受啊 那么我们 可以说至少麻烦 那些 我们不要听不要看 天天 都是好日子啊 天天天是天下太平 这道太多啊 知识多时烦恼多 啊 世人多时世贵多 啊 那些人 无理取闹 啊 你对他也没办法 啊 佛菩萨都没办法 我们哪有办法 那各有因缘啊 啊 啊 我们也管不了 那你生烦恼有什么用呢 啊 又不是我们生的烦恼他就改变啊 那我们 生这个烦恼还值得 我们生的烦恼他还是这样 那何苦呢 啊 先度自己啊 先照顾自己的清净心 啊 照顾自己的道心 这个重要 那等到我们往生西方做佛了 再来度他们也不迟嘛 啊 个人因缘啊 不一样嘛 自己啊 先求得度 啊 等到众生啊 他的缘到了 啊 十节因缘成熟了 再来度他们 啊 那个时候呢 他们也是道心成熟了啊 啊 那个时候在帮助他们啊 啊 啊 所以我们 这个 要保持这个道心啊 啊 让这个道心能够存熟啊 啊 听经文法 一门深入常识行询 这个不能断 啊 还有戒为什么要 我们要 常常讲 你看 佛在这个 戒经给我们讲 以前说半夜半夜送戒 就半个月送一次戒 啊 这个是提醒的意思 那古时候三千年前啊 半个月送一次 那现在人恐怕半个月太久了 啊 恐怕天天要送一次啊 啊 啊 现在我们敬老和尚提倡的四个根 啊 这个就是根本戒 啊 儒家地子归 道家太善感应篇 佛家十善夜道经 啊 出家众啊 再加个沙米利 啊 这个就是 出家人是四个根 啊 再加人三个根 啊 这个就是戒 啊 这个也要天天提醒 那么大家在一起呢 啊 主要要学习 啊 这个道心才不会退转 啊 如果不学习啊 大家好啊 来忙啊 来忙工作 来做啊 啊 忙忙碌碌的啊 啊 这个经教啊 都不欣喜不提醒 啊 那问题就很多很多 很难处理 大家都不明理 啊 所以我现在呢 装了这个 装了这个 要大家听啊 包括我们来这里工作的职工也好 义工也好 大家听 大家 那个听经的意愿还是不高 啊 我都装好好的 啊 像五楼办公室啊 我在的时候 有 那这几天又不行了 我那个 扩音机打开啊 啊 都是噪音 牢上讲经的一个字也听不到 啊 啊 现在我讲的有点累啦 讲的好像 人家不高兴啊 现在人啊 你也不能讲他 那讲他 那明天他不来啦 那明天呢 那你自己做啊 我不干啦 现在人是这样 所以你讲也不能讲 还要对他们磕磕气气的啊 现在是这样的啦 那你一点办法都没有啊 那么我是想帮助他啊 那么 我自己啊 也很想早一点往生 那到极乐世界去多好 在这边何必在这边受气呢 那你 我们就 先办自己的事情啊 这个世间啊 随缘就好啊 能够保持自己的道心啊 这个重要 那么 慈大悲心咒啊 这个 关于菩萨帮助我们 道心存储 这个也非常重要 所以我念 我依照印光祖师的指示 念佛之外 兼念观音 遇到什么问题 什么事情都求观音签 这是印光祖师传的 那我们老上再传给我啊 有时候啊 我们凡夫智慧到不到 求观音菩萨指点指点 得到很多 菩萨的 暗中的一个 加持帮助 所以这个第六条 道心存储 第七条呢 不犯境界 那么这一条跟上面这一条呢 有相关 因为有道心他就 不会犯这个境界 会犯境界呢 总是道心啊 退转 道心退转 那么他才会犯境界 这个境界 界有三大类 三大类 那么 从 狭义的来讲啊 就是佛制定的 这个利于界 利于界 像这个三规五界啦 八观摘界 沙弥界 比丘界 菩萨界 那么这个都有界力条纹的 一条一条 一条一条 这个境界 这是属于利于界 这是一类 另外一类是色善法界 色善法界就是佛没有明文规定 但是 那个事情是善 那么我们就要去做 去遵守 比如说五界佛 只有界不喝酒 但是没有界不抽烟 没有界不抽烟 那烟可以抽啦 因为佛没有规定嘛 不能抽烟 但是抽烟大家都知道了 对身体也有害 现在呢全世界啊 有一些公共场所还不允许抽烟 说明这个抽烟有害 那么你戒烟啊 这个也是善 所以这类呢归在色善法界 凡是好事 佛没有明文规定 但是好事你都要去做去遵守 第三类是劳益有情界 这是对众生有利益有帮助的事情啊 我们有这个因言有这个机会就要去做 不做呢就没有慈悲心 那这个有这三大类 那这个不犯境界啊 这个界啊 范围也很广 那么讲到这个界历啊 我们敬老和尚提倡这四个根 这个四个根如果我们能做到呢 实在讲就现代的圣人了 那现在能做到这四个就不得了 现在呢 我们很惭愧啊 还是在一个学习阶段 还没有办法去做到 那么我们总是要有一个过程啊 让大家学习 不可能说 我们这个一提出来 大家马上都百分之百去做到 这个不可能 我们能够啊 慢慢的一点一滴的来修 像这个 商家大师给我们敬老和尚教的 他也没有教他去界坛受戒 他不鼓励他去受戒 他是给他讲一个实质的 他说你先学戒 你学会一条啊 就去做一条 那是真正的持戒 如果你不学戒 你不懂得戒力的开车吃饭 你去受了戒 又做不到 那你受那个戒 就没有意义 只有行事 没有实责 有名无实 若空 受那个戒啊 那个没有意义 但现在呢 也没办法 这随顺世间 世间法 现在呢大家去 出家人去受三坛大戒 在家人有受三规五戒 有受这个 在家菩萨戒 其实啊 菩萨戒啊 也没有分在家出家 菩萨戒呢 在家出家 应该是共同的 但是在中国佛教传戒 传这个戒啊 出家众 受这个菩萨戒呢 是以这个范莽经啊 十众四十八条清戒 那么在家众 受菩萨戒是应若经的二十六众二十八清 六条众戒二十八条清戒 那么在中国佛教自古以来就是这样 哦 区分啊 这个 在家受菩萨戒 出家受菩萨戒 出家众受菩萨戒 依这个范莽经 在家菩萨戒呢 依这个应若经 那么在家菩萨戒呢 比较少 出家众的菩萨戒比较多 是有这样的一个方式 在受菩萨戒 那么菩萨戒实在讲啊 奉莽戒 在家居士也能受 那应若戒呢 出家众也能受啊 因为菩萨戒呢 它 它是论心不论事 论心的 不是论这个形象的 不是论这个形象 这个形象啊 比如说你这个形象的身份不一样啊 出家众啊 出家男众女众啊 身份就不一样 沙咪沙咪尼 那女众还有加一个四叉摩纳尼啊 那这个 在形象上啊 这个是小成戒啊 这个有不同 所以你不是那个身份 那你就不能 就不能受那个戒 比如说你不是出家众 那你去受沙弥戒 去受 比丘戒 那这个就不合乎啊 身份 不合乎身份 你在家众啊 可以受 五戒 可以受这个菩萨戒 还有八观摘戒 八观摘戒呢 也通在家出家 出家众也可以送 这个红衣大师有讲过 他是根据药师经讲的 那出家众呢 本身这个沙弥戒 都有十条戒了 那八观摘戒 在沙弥十戒都有了 而且还比 比多了一条 那为什么还可以去受 八观摘戒呢 那么红衣大师讲 在受啊 是增益戒 增是增长 益是利益 就是说你在这个戒上面 再加一重 那么这个小乘戒 都是属于知戒 知戒就是预防的 那么你发愿在佛前啊 来受这个戒啊 有受戒的一个 受戒持戒的一个功德 如果你 不发愿 归一三宝 受这个戒 那么这样修呢 是善和实善 实善 那么实善实恶呢 他属于是性 本性 他的性质啊 你有没有受戒 犯了都有罪 你信不信佛 都一样的 啊 那个因为他是 你本性的嘛 啊 本性你是善还是恶啊 啊 他的实善 他的性质是善的 啊 你修善 他就善报 十二他本身性质是不好的 啊 你造了十二业 那就有恶报 啊 不管你信不信佛 啊 他都有罪 啊 那么受戒是我们在佛前 发言啊 如果不受戒呢 就是说我来断十二修实善 啊 那么他修的叫做善 不叫戒 那么善能得人天福报 啊 能得人天福报 如果你再加上这个三规五戒 啊 你这个十三呢 加上三规五戒 啊 你在佛前发言啊 受五戒 那他这个戒 有他的功能 啊 他这个戒呢 能够帮助你超越六道 啊 他是功德 出世间的福报 啊 如果你 不受三规五戒啊 啊 那么修实善念 可以得人天福报 啊 有这个不同 啊 所以受五戒啊 三规五戒呢 或者 呃 现在呢 很多道场也提倡八关灾戒 我觉得这个八关灾戒呢 像宏毅大师讲的 啊 不但说在家居室啊 现在连出家众 我觉得都 很需要啊 也很方便 啊 因为八关灾戒呢 他的时间 只有一日一夜 二十四小时 那么你今天早上六点寿 到明天早上六点 那这个二十四小时的时间 你就要遵守这八条戒 一条灾 啊 就过重不实 啊 那么你今天 持了这一条灾戒 不犯 那你今天就一天的功能 啊 如果你把这个功德 回向到西方极乐世界呢 还能中品上升呢 啊 你看那个关无量寿货经讲 中品上升 啊 这个善导大师在 关经四帖书也有注决 啊 这中品上升 品位也相当高啦 啊 啊 虽然他只有一天一夜 啊 但是他那个用心很急 就是很肯切 啊 所以他那个功德啊 啊 比这个 沙弥戒比丘戒还要 还要俗成 啊 反而受这个五戒八关灾戒 是中品上升啊 啊 所以沙弥戒比丘戒 反而是中品中升啊 这个善导大师在关经有解释这个 为什么 啊 因为他一天啊 大家会很珍惜 啊 就这么一天啊 要好好的 那个心态不一样 啊你天天受了 哎呀 那天天 那个心 用的心又不一样 啊 所以这个八关灾戒呢 倒是可以提倡提倡 啊 很多道场提倡啊 我们也 啊 随喜啊 但是受持这个八关灾戒还是要学习 要如理如法 不然 学到最后呢 也是受一个行事的戒 得不到戒 那就得不到那个效果 啊 所以还是要学习 那么你真正如理如法呢 受持的一天一夜的八关灾戒呢 啊 那么他就有他的作用跟功德 啊 所以在经上讲啊 有一个国王夫人啊 病得快死啊 病得快死 求佛给他受八关灾戒 啊 快临命中啦 他受八关灾戒 那佛很慈悲给他受了 受了他 他受了这个 受了这个戒 往生啊 往生到天道去 往生天 啊 如果他回向西方啊 那就中品上升了 九品啊 他中品上升 所以这个戒呢 他帮助我们 超越三戒六道的 所以我们也不要小看五戒 五戒你能持得好 佛在五戒相经讲啊 给他的 这个 请摄利佛给他的父王讲的 讲这个五戒 啊 这个 佛就讲了 五戒 迟了将来 会成佛道 啊 如果破了戒呢 不忏悔呢 那会多恶道 啊 但是也帮助你成佛道 啊 如果不受持这个三规五戒 啊 那么 这个就没办法处理六道 那最起码这个三规一 啊 是非常重要 因为五戒 是从三规 得戒 三规一 啊 是一个基本 啊 基本法 基本的 啊 不管你什么戒啊 大臣戒 小臣戒 总原则 都离不开三规一 啊 所以宏益大师 引用偶遇祖师 在戒经上讲的 啊 他说受三规就可以剃度了 啊 还不用受五戒 啊 三规一啊 规佛规法规身 啊 你受三规就可以圆顶啦 就出家人啦 啊 不用受五戒 那更不用受三壇大戒 啊 三规一 啊 可见的三规一啊 是我们入佛门的一个基本法 基本法则 要 要 依据这一个来续 啊 你违背这个三规一 那就不是佛法 啊 你也得不到戒 啊 一定啊 是在这个三规一 啊 这个 原理原则啊 这个基础上啊 得戒的 啊 成就一切佛法 那么讲到戒啊 啊 我们 可以先学这个五戒啊 三规五戒 那么 持这个戒呢 有它的好处 啊 这个 我在山东啊 啊 跟这个佛陀教育网路学院的同学 学习这个五戒相经 尖要 啊 啊 那么 根据这个偶益大师的尖 尖 尖要 啊 他那个注解 注得比较尖要 那么 民国初年啊 洪一大师又做补示 补充解释 啊 那么我们 近代啊 啊 啊 台湾这个台中南普陀啊 啊 这个广化老法师啊 啊 他有做集注 啊 收集一些经典资料 集得 汇集得不错 那么他有 这个 广老啊 他也讲一个故事 还是民国年间的事情 大概是抗战时期的事情 啊 就是 啊 他好像是听道安法师还是谁讲的 啊 一个老法师从大陆来台湾的 啊 他们在大陆的时候 啊 发生的事情 啊 那么就是有一个小偷啊 啊 一个小偷 那个干小偷就是专门去偷人家东西的 啊 那么这个小偷有一天啊 经过试验 啊 看到试验很热闹 啊 进去一问啊 说在做什么啊 说这个在传五戒啊 传三规五戒 那么传三规五戒 那个五戒呢 有两种说法 一种就是说你 一次就全部受五条戒 啊 圆满的受五条戒 啊 不杀身 不偷盗 不邪淫 不妄淫 不饮酒 啊 这个一次啊受五条 那么另外一种说法呢 五戒它可以 啊 不用一次就受 啊 你 五条戒 现在你能做到哪一条 先受那一条 或者你能做到 两条啊 看哪两条你能做到 那你先受那两条 其他还做不到你先不要受 啊 所以 有 这个五戒全部受 叫满分戒 满分 满是圆满 他五条全部的 都受持了 满分戒 啊 那么如果能够受持三条四条啊 叫多分戒 啊 如果只能做到一条两条 叫少分戒 啊 有这样的区别 那么像 啊 这个 偶遇祖师啊 啊 他 修沾茶叉 得到比丘戒了 啊 后来呢因为因缘啊 的关系 啊 不能 持这个比丘戒 他就 从比丘戒 退戒 退下来 退戒就是舍戒了 退 退到呢 菩萨戒 沙弥 他只能做到菩萨戒 还有沙弥戒 那么他的学生呢 诚实法师 啊 是帮助偶遇祖师整理他的遗住的 啊 啊 他老师只称这个 沙弥戒啊 啊 他自己也不敢称沙弥啦 啊 他说出家优婆社 啊 出家优婆社就是出家人 但是持五戒 啊 啊 那么出家的五戒跟在家五戒的区别就是 在家是不学严啊 出家是不严 啊 那他走到这五条戒 啊 那五条戒 他的出家 油婆社 那到民国初年啊 我们中国佛教界啊 大家公认的立宗祖师 红一大师呢 他自称啊 出家多分 油婆社 啊 多分啊 他 五戒没有办法全部做到 啊 在演讲录啊 啊 他有讲啊 他说不偷到这条呢 借向很细 他没把握 大的不会偷 但是小的方面啊 啊 自己五戒当中犯了道界 自己不知道 啊 他没把握 他说有把握就是 那其他四条 所以他说他是 出家 多分 油婆社 啊 十四条戒 啊 啊 所以五戒呢 啊 可以分开受 分开持 那么这个五戒分开受 分开持 也符合张家大师啊 教我们敬老和尚的 啊 说你学一条 学会一条去做一条 学会两条做两条 啊 真正的持戒 啊 也符合这一个 啊 所以五戒呢 在过去啊 在大陆的试验啊 在台湾现在都是一次都受五条戒 啊 啊 我在家的时候啊 啊 我大哥硬把我拉去受五戒 我说我做不到啊 啊 硬把我拉去受五戒啊 啊 拉到高雄啊 沿通师去受五戒啊 啊 所以他可以分开受 啊 你一条一条受 看你哪一条能做到 先受哪一条 那这个也是给大家方便 那么这个小偷呢 听到人家在那边传戒了 他去看 这个受五戒啊 那 看你要全部受 还是受三条四条 还是受一条两条 看你哪一条能做到你先 受哪一条 那个小偷想一想啊 哎他想受解 但是 不杀身这一条他做不到啊 吃肉啊 那不偷盗他就是干小偷的 那中文干偷盗的 那这一条他肯定也做不到 他的行业就是 小偷嘛 啊 啊这个不学云呢 他也没把握做不到 不饮酒他又爱喝酒 就是干这一行的 常常跟朋友喝酒吃肉 他想来想这五条呢 就不忘以那一条戒啊 这一条还可以 他就选择啊 受不忘以这一条戒 就不可以讲话骗人啊 受这一条戒 那么 他这一条戒受完了 受完了这个 不可以讲话骗人喔 从现在开始不可以骗人 骗人你就破这一条戒啦 你就犯戒啦 那一天啊 又跟那些小偷的朋友 大家 商量好 要去 抢一个国军的 那时候国民党啊 他们小偷啊 去打听 这个军队啊 要发心水 发心想 挑了很多钱 他们那些小偷啊 强盗啊 就惧化去 偷那些钱 那么在路上啊 跟几个小偷朋友啊 大家啊 就决办了 要去了 要去做案了 晚上啊 要去做案 在半路呢 被他叔叔碰到了 他不是碰到他说 你们这么晚了 你们去哪里啊 他当然不敢说 我们就去偷东西啊 去偷钱啊 他不敢讲啊 但是又 以前没有受这个 不忘以戒呢 他就是随便编个礼物 就很自然的 讲了你也看不出来的 那现在受了就不行啊 我刚受了这个不打妄疑啊 不能讲话骗人 那又不敢讲真话 又不敢编假话去骗他叔叔 就那边支支吾吾 那他叔叔就看出来了 欸这个有问题 就把他抓回去了 你跟我走 你这个一定不干好事的 就把他抓回去 所以去那些同伴 他就没有跟那些同伴去 那些同伴就去偷啦 结果被发现了 全部被枪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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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他听到这个消息 哎哟 我去受这条件救了一命啊 不然我那一晚上跟他去 我这条命也没有啦 所以这个 广老讲这个说 哇那个小偷啊 受一个不打妄疑这条件 救了他一命 所以这个 也有这个 他有这个功能在 你受的这条件也不行 以前没有受这条件很自然啊 做的 让你看不出一点破绽 那么这个 这个公案是发生在大陆 那么我在法藏图书馆啊 有一个小姐 一个不晓得什么公司的 哎呀小姐 她就受了五件回来了 她就很困扰来找我 她说悟到法师啊 我就受了五件 那我们那个公司啊 那个老板啊 常常叫我去骗客户啊 客户来收钱啊 她明明在里面啊 她就交代我说 不在啊 你去应付啊 她说以前我没有去受戒 我讲的很自然啊 讲的那些人都 很相近我的话 就走了 就打花走了 她说这个 最近我去受了五件回来 那些人来 我们老板又叫我去骗他们 我就不敢打放鱼啦 我就不敢打放鱼啦 我在那边 就支支吾吾的讲不出来 然后被那个客户看穿啊 然后我们老板被揪出来了 她说被我们老板仇骂一顿啊 怎么办啊 这条戒要怎么持啊 她在这个公司怎么办啊 那么 她被仇骂一顿 但是她持这个戒还是有功德啊 那过去呢 她没有受这个戒呢 她骗人觉得很自然的啊 讲的也看不出破绽 所以她受了这个戒啊 她有一个警惕作用在 这个就是她的戒体她的功能 所以 受了这个戒 持这个戒 总是有她的好处 那么这个戒啊 我在山东 跟大家学习五戒相 五戒相经 发现啊 发现啊 佛制这个戒是合情合理合法 真的是 通情达理啊 佛制定这个戒呢 它并不是宗教式的戒条 来耶稣你的 来控制你的 来控制你的 不是的 祂是帮助你的 如果你真做不到哦 那佛也 允许说那你先舍戒嘛 哪一天你能做到你再来受嘛 那你舍戒你之前持戒的那个功德还在嘛 没有给你丧失掉嘛 你还在 你持一天有一天的功德嘛 你持半天有半天的功德 那可以舍戒 所以这个 在十颂历里面有整个公案啊 这个佳瞻年尊者啊 看到一个屠夫 杀身的 那天天都要去杀身 卖肉啊 一个屠夫啊 天天就 他的职业就是杀身 现在我们这个社会上 跟这个杀鸡杀鸭啦 杀猪的啦 杀牛的啦 甚至杀狗的什么的 杀鱼这个 开这个餐厅杀身这种 造这个杀身业的职业 全世界都不少 那么这个屠夫啊 也是 因脸不错 遇到 迦瞻年尊者 迦瞻年尊者 迦瞻年尊者是阿罗汉啊 看看这个人 哎呀这个怎么得了呢 天天在干这个杀身的事情 那将来果报不得了 欠那个屠夫说 嗯 你受个不杀身戒吧 受个一条 不要杀身 那我就是靠这个吃饭呢 你就不要杀身 那我吃什么话 那我没有办法 你叫我转右我就不到啊 我怎么受戒呢 我受了这个戒不杀身我就没饭吃啦 啊 那么迦瞻年尊者就就跟他讲 他说那你做这个工作 这个时间啊 是什么时候啊 那么这个 过去杀身都是一大早 大概早上三四点啊 这个以前我小时候知道那个 这个屠宰场啊 都是一大早三四点啊 杀鸡杀鸭 然后杀完了就是 一被早上啊拿到市场去卖 算是白天啊 白天他就 他就干杀身这个 这个工作 白天啊 就做杀身的工作 那么到 他说 下午之后晚上他就下班了嘛 就 就没有在工作了 佳瞻年尊者就 欠他了 他说 不能这样好了 你不能吃一天的 不能吃半天的也可以啊 你就吃半天嘛 就晚上 六点到明天六点 这个半天 就吃半天戒啊 那白天你说要去 照这个月要杀身 你要靠这个吃饭啊 去赚钱 没办法 对 把这个 这个 欠他受半天 那个 屠夫想一想 那半天还可以 反正晚上 下班了休息了嘛 都没有再杀了嘛 还可以 遲半天 半天戒 那么就发现了 在佛前 然后这个 受了这个戒啊 那么就是晚上这段时间 他就 不照杀身之 这个 这个 夜了 后来呢这个屠夫使啦 这个 两个时段 一个时段啊 白天啊 就在 就在 就在地狱 晚上就在天堂 他就是 被这个 被人家看到 欸怎么这个 他两个时段啊 受的果报不一样啊 就是因为他有 持那一段时间的戒啊 如果他都没有发现 持那一段时间的戒 他 二四小时都要在地狱 这个是家瞻联尊者啊 大慈大悲 这个 不得了啊 不能欠他受个半天啊 不能他 不得了啊 将来在地狱 二四小时受罪啊 这个屠夫还是有善根 他还是能接受 现在我们去 给人家讲啊 恐怕被轰出来啦 他说你是迷信啊 他 他不相信啊 那就没办法 你要帮助他 也要他有善根 才帮得上嘛 所以持这个戒呢 觉得哎呀 佛治这个戒呢 真的是大慈大悲啊 啊 那你做不到先死戒 啊 啊 蛇的戒 你能做到了再去受 啊 那你之前持的那个戒啊 还要 给你保持那个功德在 啊 所以这个八观灾戒 有一天一夜 就是很有他的道理 你做不到吗 就是一天嘛 二四小时 啊 所以现在很多道场提上八观灾戒 非常好 非常好 非常理想 也方便现代人 我天天持这个戒 恐怕我们 不要说在家人啊 出家人都做不到 啊 但是一天的啊 啊 这个就 可以了 啊 你再忙啊 总有一个 空档 一个假期 那么我们 就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啊 来修一天的灾戒 像无量寿经 这个三倍往生啊 这个往生正因 这个修一日 十日十月 一日一夜的 都可以往生 跟我们打火气一样 啊 所以这个戒呢 我们要学啊 要学戒 要学习 学会了再去受 受了才能去持这个戒 因为这个戒 每一条都有开遮持法 啊 开是开圆 遮是欲反 啊 持就是要保持 啊 犯就是犯戒 啊 所以戒利啊 戒是禁戒 戒是法律 这个法律啊 就是 来判断啊 根据这个戒 啊 来判断 你这个戒 啊 是 开戒 之戒 还是持戒 还是犯戒 那犯戒呢 犯了轻还是重 像五戒呢 犯了 最严重的 比如说杀生 杀人 那犯不可悔 不可忏悔 不可忏悔 在小神戒 不通忏悔 要大神经才能忏悔 小神经就不接受你再受戒了 你这个戒体破老 不能再受戒 那么如果 杀牛 杀羊 杀这个比较大的动物 犯中可悔 可以忏悔 但最比较重 如果杀死这个蚂蚁 蚊蚊蚊蚊蚊蚊 这个叫下可悔 这个罪比较轻 看分 这样分的 而且比如说杀人 你杀的对象 不一样 那个 结罪也不一样 比如说杀父母那也是人 杀阿罗汉 那不得了 犯五逆罪 那是逆罪 那么 他这个杀人 他这个开车吃饭 小神戒就有一点类似世间法律 就是说你杀人 你是故意的 还是 无意的 误杀的 如果误杀的 他还是可以忏悔 如果故意 那就不能忏悔 看动机 那么这些 五条戒 就够我们学了 每一条戒 不要说大乘 这个五戒有分大小乘 那么又以小乘来讲 哇 这我们学的就 内容就也相当不少了 所以北京啊 那个 北京那个传统文化一个李承真居士 他们就是 他们就是 常常在 参加那个 传统文化那个论坛的 接触到传统文化 改过修缮 那么他还去受了五戒 去年到香港 四月份去剧组 做法会 他去参见 碰到我 舞蹈法师 我现在在网路上 都抱着你那个五戒相经 天天 天天在学习 他说我不知道五戒 我内容还这么多 他说我以前不就那五条戒 念一念嘛 他听了我那个五戒相经 他还知道五戒的内容 要怎么学要怎么持啊 开车吃饭啦 到底你在持戒还是饭戒 还是开戒还是遮戒 你没搞清楚你怎么持戒呢 那么一个五戒 你都要学习才会持 那更高的戒 这个八观哉戒 沙明戒 比清戒 菩萨戒 那个层次更高 所以张家大师教老上 学一条做一条 那个是最实际的 最实际的 你不学习 受个戒 那也不晓得怎么持戒 到底是 犯戒 那么开戒就是说 他开源 开源 开源就是 可以开的 所以有一句俗话常讲说 开杀戒 开杀戒是 开他就不叫犯戒 在什么情况之下 那么你可以开 可以开这个戒 那么 不是这种情况 你就不能开 开了你就犯戒 那么每一条戒 他都有开 有遮 这就是你要去预防 预防的 遲要保持 如果你不遲 就犯戒 可以了 这个 比如说五戒不饮酒 这条戒 那么 这个开车吃饭 小臣的开戒 跟大臣的开戒 这个解释上又不一样 小臣如果根据这个五戒来讲 我们看五戒相 这个不饮酒 不饮酒他 就是说 如果你当要用的 非酒莫了 这个沙弥戒也是这样讲 非酒莫了啊 其他药没有用酒 治不了你这个病 那这个是可以开 可以跟大家说明 这个是要用的 这个可以开 不饭 那么另外呢就是这个 做料酒 在五戒里面讲 做料酒 做料酒就是说你加在菜汤啊 加在菜 现在我们吃素的人啊 这往往说怕这个菜太寒 加一点酒啊 但是他吃了呢 人不会醉 那个无饭 会醉了就不行 加的太多了就不行 就是 吃的 没有什么感觉 不会醉啊 那个就无饭 加菜当酌料 这个不饭 所以他这个戒也不是说你就完全碰不得 也不是 也不是这样啊 就是在这情况你可以讲 那么这是小陈界 因为小陈界他是 只有修自己 禁界 要求自己的 那么大臣菩萨界呢 他不但要求自己还要利益众生 还要帮助众生 这个属于老义有情界 那么你有这个因怜你不帮助众生 不给众生 众善根就没有慈悲心啊 就违背你菩萨界的精神啊 所以我们敬老和尚啊 这个 有一年啊 这个大概也一二十年前的事情 他到北京去看房念祖老局势 大概二十年前 那时候房老在世啊 他就藏到北京去 因为房老啊在大陆啊 讲无量寿经废集本 在海外呢 我们牢上他讲无量寿经废集本 可以说是赤铜道合啊 所以常去北京 那么有一次住在宾馆 电梯啊遇到美国一个同学 他的儿子啊 就是大陆移民到美国 他的儿子啊结婚啊 那么起的太太是日本的女孩子 所以那天晚上啊 这个 男方女方也都是社会上啊 有头有脸的 所以请了很多政府关联啊 领导去 他在电梯碰到牢上 哎呀这么这么刚巧呢 什么时候到北京来啊碰到 他今天他儿子晚上结婚啊 很高兴啊 就请牢上去跟他做证婚人啊 请牢上去跟大家讲讲话啦 祝贺祝贺 啊 啊 啊 那么我们牢上就一口就答应啊 啊 啊 他听到说哇这个请了很多这个 这个高层官员 领导啊 参加这个宴席啊 还有 中日双方啊 男女双方的亲戚朋友 奇迹一堂 啊 那么牢上他说机会难得啊 啊 平常要找这些人来跟他讲佛法 啊 也没有机会啊 这个时候这个机会啊 啊 这个很殊胜 啊 所以牢上就去啦 去了 临时找他去的也没有办素桌啦 啊 啊 当然满桌都是鸡啊鱼楼 啊 还有中国人啊 就无酒不成喜 宴席就没有酒 就不是叫宴席 就一定要有酒 啊 啊 啊 那么这个牢上去他也是跟大家敬酒啊 啊 不过牢上的酒量 是 比我大 比我大 啊 97年啊 跟这个 牢上回他家乡啊 到香港 那时候五月份啊 夏天 他离开五十年了 要回去啊 到香港很热 那我们就走到那个那个机场里面那个商店啊 哦 那个冰的啤酒啊 老师到时候我们去喝一罐啤酒 解解渴 那老师喝下去啊 他好像 好像喝开水一样 我喝一罐下去我像关公一样 啊 老师哇 你看到处那个脸红的那个样子 啊 我说这个 我这个喝酒喝一滴都不能骗人的 没办法 啊老师喝了 好像 好像喝开水啊 他没什么感觉 啊 那我喝下去呢 满脸通红啊 脸热乎乎的啊 啊 所以 我们老上 利用那个机会啊 跟大家介绍佛法 给他们种上根种子 啊 所以 在那个情况啊 他喝那个酒 叫开源 啊 因为他利益大众的 啊 那么这个在小陈界就 他这个开界没有讲到这里 小陈界开界就讲到说 哎呦 可以放在这个菜 哦 或者你要用药啊 啊 身体需要啊 才可以用啊 不然其他情况就不行 那么这个是属于大臣菩萨界 大臣菩萨界那你 小陈界只有 你看这个小陈的界都是只有界自己 没有讲到利益众生那一方面 只有讲 智力这一方面 那大臣界是智力还要利他 有机会你还要利益众生 你不利益众生你也犯戒 你没慈悲心 违背菩萨界的精神 所以老上跟他们喝酒 那个是在大臣菩萨界是开源 他不是自己喜欢去贪喝那几倍嘛 这个我们都可以理解嘛 那如果你没有慈悲心 那我要守这个界 那让那些人啊 得不到文法的机会 当然也是你的事情 在你自己来讲啊 持了这个界 但在利益众生来讲啊 众生啊 文法的机缘又丧失掉一次 所以你大臣界来讲啊 这个 用士义法来讲啊 就是 医了益不医不了益 那么大臣界跟小臣界 那大臣界比较了益 遇到这个有冲突啊 要医了益的 做一个齐神 所以这个界啊 徐问你很大 我们看这里这四个字啊 哎呀我讲了三天啊 也讲不完 但是不讲啊 我们实在讲啊 我们经就是很简单看过去 我们不知道他的道理 要怎么羞耻 就是这样念一念 也不晓得怎么做 你也感受不到 也不会很乐意说 哎我们来慈戒 听到慈戒 哎呀 我们就 怕怕的啊 但是我们对一般出击 我们的确是不要欠他 去受戒慈戒 不要欠 这个李老师啊 在台中联社讲经啊 欠人来听经 不欠人吃素 不欠人受戒 那更不欠人出家 他三不欠 他绝对不会主动欠你这三桩事情 那欠你来听经 来学佛 听经啦 对这个道理 明白了 那要吃素 要受戒 要出家都是你自己的事情 你明白了 那你自动自发 你自己去发验 他不主动去欠 因为往往有些出击呢 你欠他 哎呀你要吃素啊 他不敢来学佛 他说等到我以后退休 可以吃素再来 他会这样跟你讲 那你叫他持戒 那跟不得了 哇被绑得实实的 这个也不行 那个也不行 那我还能做什么 那我现在还做不到 等到我能做到再来 他会这样回答你 他就敬而远之啦 就跑得延远的 那么这个就断了他 文法的因缘 所以要接引这些 还没有深入的 这个 大众啊 要有善巧方便 善巧方便 先不要让他感觉 有压力啊 做不到啊 他才乐意啊来接触 所以这一条啊 我们也要知道 那么我们已经明白 知道这个好处了 当然我们要修 我们修到有效果 修到法喜充满 人家看到了 他也会很羡慕 你怎么会 这么快乐呢 我怎么一天到晚生烦恼呢 你就可以 告诉他了 自己要做出效果 那人家才会来 学习 所以这个不犯禁戒啊 这个戒 在三藏里面就占了一藏 那我们不要讲太深的戒 光这个三规五戒 八观灾戒 沙迷戒 这个就有相当的 内容啊 让我们来学习 今天啊这两条啊 也讲了一个晚上啊 时间又到了啊 祝大家法喜充满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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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请大家合掌 我们来念开经济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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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圣生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此 我今见闻得受此 愿解如来真实意 愿解如来真实意 请放掌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 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 陀罗尼经 诸位同修 即网路前的同修 大家新春吉祥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今天是我们传统名利 遂赐甲午年正月二十八日 我们还在这个春节期间 今年历春时间比较晚 往年一般这个历春 都是在十二月底 今年历春是正月初历春 所以我们现在正是在新春期间 那么在我们农历正月这个春节期间 今天也利用这个空档 在我们这个道场以及网路 跟我们各位同修阿 大家再来学习阿 大悲心陀罗尼经 那么这个经我们也中断了相当一段时间 因为这些年啊 可以说我个人都是忙于应付作法会 所以我们这个讲座啊 时常啊会中断 特别是08年我们敬老和尚啊 在他的家乡安徽如江县实际禅室 提倡这个百期信念以来啊 这个百期圆满之后 那么邀请的道场做信念法会啊 又更多了 那么现在呢我接的道场还是很保守的 很有限的 但是已经一年下来啊 大概时间啊这样分开来啊 也都相当多的一个时间 因为不能定在一个地方啊 这个讲座啊总是要拖很长 一部经啊要这个断断续续的 这个要讲一部时间要拖得比较长 那么现在因为喜欢做法会的人多 听经的人比较少 那么这个情况啊也是很平常的一个情况 因为经啊如果听不懂 他就没有兴趣 那么讲经跟在学校上课啊 那个对象是不一样的 过去我们敬老和尚也常常讲 佛讲经 他没有固定的对象 是有常随众 但是呢 每一次的讲座啊 也都是有新来的 临时来的 那么来的这个听众啊 个人的身份背景 那么年纪 大小 这个个人的根器不一样 实在讲啊要讲到每一个人都能 听得懂能够受益 只有佛有办法 佛语一音演说法 众生随类各得解 那佛就没有问题了 在座呢不管你是什么根器 那佛一讲啊 各个都能够理解 那么像我们凡夫就没有这个能力 有的人听得懂 有的人听不懂 有的老修 你讲太浅了 他觉得这个太浅了 对他来讲啊 就不适用 初学的呢 你讲太深了 他听不懂 他也没兴趣来 所以我们凡夫 学习讲经啊 只能 根据啊 这些经验 看看现场听众 那么 的大概情况 只能 一个大概 讲了啊 让大家能够 多多少少啊 有一点 受用 要讲到很 像佛那么圆满 这是我们反复做不到 所以 比一般 参加法会的人 多 因为法会啊 这个 诵经唱战 学了没多久 大家都会 反正懂不懂 跟着念 念的觉得也不错 大家就 参加的人多 那你看我们做三十系念 都好几百个 你看奖经啊 我们算一算 十来个 这个算 这个 非常殊胜 有时候更少啊 就小猫 两三只 为什么呢 他听不懂 听不懂坐在那边 他打瞌睡啊 你讲的都对啊 他都点头啊 因为听不懂啊 他自然就没有兴趣了 这个也是很平常 所以 邀请我去做法会的人很多 好像啊 很少有人请我去讲经的 大概讲了他们听不懂 所以你干脆用唱的 比较好 不要讲 但是我们敬老和尚呢 又一直强调这个讲经说法 那么这个他老人家一声的提倡啊 的的确确 我听了他的经听了四十几年 的的确确是 有他的必要性 为什么呢 因为你这个经啊 佛法无人说 虽至莫能解 我们 世间的聪明智慧再高啊 如果没有真正 明了这个佛经道理的人 给我们讲解 我们再聪明啊 可能也看不懂 所以啊 这个经教啊 不讲 大家不会理解 那不理解 那也倒还好 甚至有的呢 误解 曲解 错解 像我们 经老上过去常常提到啊 台大有一个教授 看金刚经 他看了他的结论啊 说这个佛啊 讲金刚经啊 就像两桶水 一桶倒过来一桶倒过去 好像都在重复讲那些 那么你想一想 一个台大的教授呢 他看金刚经 他的结论是两桶水 如果是两桶水啊 自古以来啊 金刚经就没有那么多触觉了 只有两桶水哪有那么多道理呢 可见得呢 真的 佛法无人说 虽自莫能解离 他的世间聪明才智啊 很高 但是呢 没有真正高人给他指点 他也是看不懂 看不懂啊 甚至呢 误会了 这个大有人在 所以这个经教不能不讲 不讲啊 容易产生误解 变成迷信 那这些可能会造成很多 互面的一些影响 所以我们 虽然啊 常年做法会啊 有时间啊 还是 经典 这个教理啊 大家还是要 学习 平常啊 我们听老上讲的经 那我们也要一面学习 那么讲这个大悲心头龙尼经啊 主要是我接了这个观音佛学会 也是看到这种情况 办了二十几年啊 这些人也不懂得 请法师讲这个观音经 又立了这个名称 他也不晓得这个名称 他的意义 那佛学会你就要去学啦 你不学呢 只是做一点慈善事业啦 去做一点那些 那个你就不用叫佛学会啊 你去参加慈祭就好了 那个名称跟他实际上做的呢 是不相应的 所以我接了之后啊 这个废宏贵居是 叫请我去接李市长 我也觉得这个 有这个因缘啊 也是职无旁贷的 尽我自己的一点能力 啊 来提倡啊 学习观音经 那么观音三经啊 自古以来讲的法师大得多 那么这部大悲心陀罗尼经比较少 啊 因为我找注决呢 可能有法师讲过 但是我还没有看到过 啊 总之啊感觉比较少 但是呢 送大悲咒的人倒是很多很普遍 自古以来很多 啊 讲这一部经的法师的比较少 啊 大部分讲观音三经比较多 啊 啊 特别多的是浦门品 啊 最多的浦门品 那么华言经的观智在章 我们牢上以前讲过 但是也 只有讲一次两次 啊 啊 这个很早年啊 我在还没有出家之前讲过 三十几年前 啊 云奈经的观世音菩萨尔根元通章 啊 啊 啊 我说那现在任然经没讲啊 那么这张经 啊 啊 讲的法师也不 不是很多 啊 啊 是有住解 啊 像元凌老法师的住解 那么 这个大悲心啊 那就更少 所以我就花心来跟大家一起学习这个经 因为宋大悲咒的人多 也有必要对这部经最起码有一个基本的认识 好 我们请大家翻开经本第22页 二十一页 第一行 第二句 我将这个文念一段 六则道心存守 我们从这里看起 上一次讲到这一个十五种善生 十五种善生 我们讲到第五个 生根常德居足 我们这个十五种善生 我们再从第一个在念遍 大家翻到二十一页 倒数第三行 从宋词大悲神奏哲这里看起 宋词大悲神奏哲 不悲如是十五种恶死 十五种恶死就是前面讲那个恨死的 能够避免 得十五种善生则 一则所生之处 常逢善亡 二则常生善果 三则常之好食 四则常逢善有 五则生根常德居足 我们上次讲到这个第五个 这个生根常德居足 那么今天我们接着 六则道心存守 这个是宋词大悲神奏 得到第六种功德利益 道心存守 那么这个也是观音菩萨 给我们一个加持 让我们道心能够存守 那么什么叫道心呢 我们念佛人 其实修其他法门 都是同样一个道理 这个道心简单讲说修道之心 但是我们对这个道 必须先认识清楚 什么叫道心 这个 在静语里面讲 学道无他巧 只是身处转熟 熟处另身而已 这句话过去我们也常听过 不管参禅念佛持咒 就伸处转熟 熟处转生 那么 什么叫熟处呢 什么叫熟处呢 我们现在的熟处啊 就是习气分别四位 这个我们很熟悉啊 你不用去提起他自己会冒出来 很自然的 习气就是什么呢 烦恼习气 贪嗔痴慢 这些烦恼 这个习气我们很熟悉 你不用特别去提起他 很自然的会现前 那么再来是一个分别 分别 我们讲分别执着 这个分别心啊 很重 四位是什么呢 就是世间的这些义乐 我们一般讲啊 这个自私自利 明文利亚 五欲六成 贪嗔痴慢 这些都叫四位 四肃啊 的味道 就是很四肃 那这个四位啊 我们很熟悉 很熟悉 这个明文利亚 五欲六成 这个我们很熟悉的 大家呢 一天到晚 你看啊 大家去追求的 也都是明利 那么这个就是属于四位 那么四位的对面就是法位 在佛门啊 常常有一句话讲啊 四位哪有法位浓啊 就是世间的味道 哪有法位那么浓呢 但是如果我们 还没有身处转熟 熟处转身啊 那是反过来啦 法位哪有四位浓 还是四位比较浓 我们起心动念啊 还是这个四位比较 比较熟悉一点 那个法位啊 还没有 尝到 还没有尝到这个法位 那么我们四位会比较浓厚 主要是法位没尝到 法位尝到四位自然它就淡 这是一定的 那好像听经 听不懂了没兴趣 但是一旦你听懂 那你就一巴不能 那一定是这样 所以这个是熟处 习气分别试问 这个我们都要 去给它转过来了 那么何谓生处呢 生处就我们现在还很生疏的 绝照不分别老实念佛 这是以我们念佛人来讲 绝照 对这个烦恼习气 那么这个 习气分别四位 它连带关系 那么绝照不分别老实念佛 它也是有连带关系 我们也不能给它分割开 它有连带关系的 那么我们烦恼习气 为什么降伏不住 就是我们 提不起啊 绝照的这个功夫 古大德讲啊 不怕念旗 只怕绝齿 就是这个妄念啊 烦恼习气这些妄念啊 不怕 起来啊不怕 怕的是我们觉悟啊 绝照啊 太慢了 太慢了 它就一直发作出来 我们就控制不住了 就你 绝照太慢 它就控制不住 如果绝照比较快 它刚刚要 冒出来 就把它压住了 那么这样啊 那么这样啊 这些烦恼啊 就被控制住了 所以绝照啊就是 不能太慢 这个绝照啊就是我们用功的一个下手处 我们常常啊 我们常常啊失去这个绝照啊 所以都被烦恼做主 我们自心啊反而变奴隶了 烦恼是客啊 我们的心是主 但是呢 常常啊这个烦恼啊 这个先兵夺主 这个儒家呢 道家呢 他们修学啊也都是 从这个地方下功夫的 所以我们绝照啊要常常提得起 如果提不起啊 我们就会产生一个比较 昏昏顿顿的 这个业障习气啊 比较重 我们自己就 觉察不到 感觉不到 自己啊也是迷迷糊糊的 那么修学功夫啊 修了很多年啊 也没有什么进步 这个就是不懂啊 绝照 绝照自心 不懂这个功夫 这个是我们现在呢 大家要用功的地方 用功就是怎么用呢 伸处转手 手处转身 要懂得绝照 那么我们学佛修行啊 连独家道家都不离开这个原则 这个在教下叫修贯 在禅叫参禅 但是呢禅还是贯 离不开这些原理 如果我们不懂得绝照啊 我们烦恼起来呢 烦恼在做主我们不知道 好像小偷进来啦 到我们家里来啦 要不认识他是小偷 还把他当做好朋友 那你家都被他偷光 你也不知道 那烦恼啊 在经典上比喻说贼 烦恼贼 是用比喻的 好像那个贼啊 他就会来给你偷东西的 偷到你的 你家里的财物 那么烦恼贼啊 他在我们心里啊 都偷到我们的功德法财 什么叫功德法财呢 就是清净心 没有烦恼的这个心就叫功德 有烦恼就没有功德 那么这个烦恼刚刚 蒙动 刚刚要起来 你就发现了 你就好控制 如果你没有发现了 你控制不住 那么要发现了 必须常常提起绝照的一个功夫 这个就用功是这么用 不分别 这是对质分别的 这个分别也是我们无始劫来的一个习气 已经习惯了 喜欢分别 分别这个分别那一个 这个分别心啊 很重 就不容易入道 第三个是老实念佛 老实念佛 那么这个对质四位 那么这个 这个念佛再加上个老实 那么要怎么样才能老实念佛 要绝照不分别就能老实念佛 如果我们还是烦恼习气做主 分别心还是很重 那当然啊 这个四位就很浓 我们这样啊 就不能做到老实念佛 所以我们只能说是念佛 不能说是老实 老实这两个字啊 必须是这样的一个条件 才能算老实 所以有很多 有很多人啊 他也很想老实念佛 听到我们老儿上讲老实念佛 他也很想老实念佛 我们这个传师啊 他还没有出家的时候啊 在他宜兰那个延山 他有一个房子 他就请我们老上啊 提个末宝 叫老实念佛堂 他那个时候还没有出家 在家的时候我就去过 我说哇那你 这个老上给你提这个字 你要做一个扁啊 老实念佛堂 我说你就好好在那里念佛啦 不能辜负老上的这番苦心啊 把一个老实念佛堂挂在那里 他自己家里的一个房子 后来他这个房子卖掉了 卖掉了 卖掉了 这个老实念佛堂卖掉了 卖掉了 这个后来又到善果林去啦 后来又到这个古镜去啦 那一次他 跑了很多道场 后来呢 来我们道场出家啦 后来我说你那块老实念佛堂 那块招牌在哪里啊 我说那个就 拿来给我们挂好了 你现在房子就卖掉了 你又出家了 拿来给我们挂 那七年年底啊 这个我到屏东 那个 新碑 六合念佛堂 去蓝音机师那边 蓝音机师给我讲 然后呢 舞蹈法师啊 我们以前来我们这里 念了很长时间的一个居士 他家 就在他们那边附近 他说他自己家里也弄一个念佛堂 叫老实念佛堂 但是呢 所以他说哇 那这个法师啊 他现在出家了 又弄这个 又那个 又请这个法师 又请那个法师 或弄的 很多方面啊 好像跟念佛都不太相关的 那么他们这个六碑念佛堂所有几个机师 去那边啊 去了没几天啊 就是非人我 这个吵架 这样弄的都不行了 那么这个情况啊 也是我们一个 借敬 就是 很多人啊 他听到老实念佛啊 他也很希望 做到老实念佛 所以他的念佛堂啊 采取这个老实念佛堂 但是呢 他并没有进一步去了解啊 怎么样 才叫老实念佛 没有进一步了解 所以呢 那个匾额是挂上老实念佛堂 实在想 跟那个招牌就不相应 不相应 那么 这个就是对老实这两个字啊 他没有认识清楚 没有认识清楚 那么真正老实念佛 要怎么样才叫老实念佛 真的呢 真的呢 你真的放下万言 这个世间啊 没有一桩世景 放在心上 不牵挂了 一心念佛 不牵挂了 这样啊 这样的人才能算老实念佛 如果我们这个世间 明文立养 五一六成 这些都还放不下 这样啊 只能说念佛人 不能说老实念佛人 所以很多人啊 他对这个老实这个定义 没有搞清楚 所以必须要先认识清楚 我们才有可能啊 达到这个标准 真正啊 做到老实念佛 那么你不老实 只要求观念佛萨帮帮忙啦 念大非诚啦 因为你不老实嘛 观念佛萨给你加持的 你就老实啦 你就会乖乖念佛啦 不会 不会这个 打妄想啦 那真正老实念佛的人 那什么都不要 就一句佛号就可以啦 经也不用听啦 也不用念经 你看那个锅肉酱 就一句佛号啊 他一句佛号念到底啊 念三年再往生 最近我们牢上啊 这几天讲经就 又提到一个海贤老和尚 一百十二岁往生的 都修苦行的 他也 都是修苦行 持戒念佛 这样啊 往生对象啊非常俗胜 真是身无病苦 心不贪恋 这样往生的 所以真正老实 一句佛号 成佛有余 不老实就不行 佛讲那么多经教啊 就是针对我们不老实的 因为我们不老实才要讲那么多 你老实就不用讲那么多 就像禅宗大德讲的 你真开悟啦 舌头挂墙壁 舌头挂在墙壁 这意思就不用讲了 你都明白了嘛 那就不需要讲了 那你不老实啊 妄念多 疑惑多 你不讲就不行 那么讲经说法 听经文法 目的在帮助我们断语生信 就是 就是这个 这个 作用 如果你不怀疑啊 真能老实念佛 那经不用听 也不用读啦 真的一句佛号 你念到纯熟了 你就成佛了 是一点不假 真的关键呢 你做不到啊 你念佛当中夹杂这个怀疑 又长剑断 所以 经就不能不听 所以这些大小层经典都是补助的 那么我们这个收婆世界 南年福提众生啊 不老实的人占绝大多数 所以佛出现在世间才要讲经四十九年 因为绝大多数 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是 中下根期的 这上上根跟下下根的那 比较极少数 上至以下欲这个极少数 一般上中下的 特别是中下根的 这占多数 所以经教啊 就不能不学习 那么念大悲咒 帮助我们 道心存熟 这个是一个补助 那么如果你能够一门深入常识先修 你是这种根器 不需要借其他的补助是可以 你真放得下 这个还是关键在放得下 老上常提倡的一部经念到底 那个念经呢 他这个方法是叫你修定的 但是我们众生这个根器千差万别 这个心啊 像那个炎猴一样 像猴子一样乱动乱跳 你很难享福 过去这个 我们老上在图文巴呢 在早年啊 大概十年前啊 图文巴 他这个澳洲金融学院刚成立 老上就提倡啊 住在山上的常住众 他讲的经啊 一天听八个小时 这个八个小时啦就是过去是 VCD VCD一片只有六十分钟 那同一片VCD 听八遍 今天呢一天呢重复听八遍 那个时候的老上说这样听啊你会开悟 后来呢 今天我们一个老同学啊 杨玉珍居士 最近比较我比较少看到他 以前常来现在比较少看到他 他也尝试的去一天听八遍 他跟我讲听到第三天他就受不了了 到一天一片啊 听八次他说 听不下去啊 那宠物就是听那一片啊他听不下去 后来我给他接了 我说你一片重复听八遍听不下去 你就换片嘛 换片嘛 这个可以调整一下 你一片不能重复听八遍 那你就从一听到八嘛 那你每一天听完了再从头再来 这样也可以啊 哦不行不行他就放弃了 那么有的人他可以 像东北刘树云基士他一天听十个小时 他还不是八个小时 他听了十年 一片重复听十遍 他有这个耐心 他能听得下去 他是这样的一个根器 所以他可以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修定的一个原理 就叫我们念佛了 念经都重复的在念 重复的在念 那个重复呢 主要是心定在那个地方 叫你放下万年心定在那个地方 那么这个给你做一个 好像心的一个依止 依止在这个地方 你就念这个就不要想其他的 主要是啊 来代替你其他的妄念 让你这个心定下来 心定下来呢你才能开智慧 所以佛法修学呢 这个目标就是在这个地方 开启波罗智慧 我们能够这样来修学啊 自然就会有 悟触 功夫啊 就会进步 进步呢 到道心存熟 那么有一些人 他就不行 不行的话呢 你就要有一些 这个搭配的 不然你修不下去啊 修不下去他就退了 他就干脆不要念啦 就不要听啦 他就退了 所以这个个人的根气不一样啊 也要根据个人的情况啊 有所调整 那么一门深入啊 过去印光祖师也在文操也讲 一门深入 那这个 是可以讲得通的 那这个是可以讲得通的 就一部经 就一个 就能成佛 那么有其他的经来补助 也是可以 那么印光祖师用个比喻啦 他就比喻吃饭 印主就比喻吃饭 他说你光吃一个白饭啊 什么菜都不要也会饱啊 表示说一门深入啊 你就这个白饭 这个 反正这个饭 就白饭不要配其他的菜 也不要喝汤 光吃饭也会饱啊 这个就一门深入 如果你吃这个饭 还有加上其他的菜还有汤 这样啊 也比较容易下饭 那这个比喻啊 我们也自己 有的人他只要吃一个白饭就可以了嘛 他就可以饱了嘛 那有些人啊 光个白饭他吃不下 特别现在的人 以前我们小时候穷啊 家里穷啊 真的就是 只有吃白饭 刁倒油 猪油拌酱油 就白饭哇 人生最高的享受 没有菜 因为家里经济不好 孩子又多 所以 但是吃白饭啊 这个兄弟之间啊 感情很好 这个成长啊 也比较健康 不像现在啊 这个都是生一个 那个一个啊 那个他的成长啊 就不健康了 唯我独尊啊 反正父母都是给他一个嘛 就这么一个孩子嘛 那他最大 你兄弟姐妹多呢 他就不一样 哦你有东西 你不能独享哦 你还要分给 兄弟姐妹哦 他就不会有自私的心 知道说这个要分享 不能独享 你只有生一个他只有独享 他没有分享的概念 将来成长在社会上 他会很自私 他只会想到他自己 连他自己的家人 他都不会去想 大家冷静去观察 你就看出来 所以这些方面啊 方方面面啊 我们都要观察 所以我们在修道的过程啊 个人根据不同啊 自己要知道怎么去调整 所以这个 原理原则啊 一门深入 常识心修 啊这个 原理原则是 正确的 啊你不能修杂了 修乱了 毫无头绪 啊修到最后呢 你的目标不晓得在哪里 不晓得修哪一个法门 那每一个法门都修 啊修的杂乱无章 到最后啊一事无成 那么我们现在一门深入 比如说我们选择修净土 一门深入 一部经 无量寿经 那么一部无量寿经 过去我常常用忠药的一个比喻 常常用忠药的一个比喻 我说有的人啊 他一部无量寿经就 成活有余了 一部无量寿经就 都已经记住了 从做人讲到做佛了 都记住了 有的人那根气比较好 他一部无量寿经 过了 那根气更好的呢 甚至不用一部无量寿经 他一部活缩阿弥陀经就过了 那古来这个祖师大的 有人一生都专讲弥陀经啊 他也成就了 往生净土了 那根气更好的呢 就是一记 拿摩阿弥陀佛 我什么都不要 哦 那个是上上根能 所以我就用 这个比喻 我说 好像我们中医开药 有的人他毛病很轻啊 你只要去药房买个 三块钱的干草 泡开水喝一喝 他病就好了 很简单 不复杂 有的人就不行 我加两位三位 有的四位五位 七位八位 十几位二十几位不等 我自己曾经吃过一百多味的药 这么大包的熬三天三裂 七十二个小时 我不能停的 病症情碰不一样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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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别人这样行 你要 你要去 关照一下 你自己的根气 跟他一样不一样 他吃那个药可以 你的病吃他同样那个药行不行 能不能对治你的病 不是说人家吃那个 我也吃那个 他可以好我也可以好 那不一定 看你的病跟他一样就可以 不一样啊 那你要根据你的 病症来开处方 佛法就像药一样 你要有高明的善知识去开 不能乱开 开错药那会吃死人的 这个也不行的 那如果你不懂啊 给人家指导给人家误导 就像吃错药一样 不能帮助人反而害人 这个不能不懂 所以 有一些人 一部无量寿经 不够 那其他经论来补充说明啊 我现在修的是无量寿经啊 你看房念祖老基士啊 引用一百九十几种的经论来注解无量寿经 一百九十几种耶 那为什么要饮料这么多 因为没这么多呢 说不清楚 这个叫以经解经 用其他的经典来解释这一部经典 所以任何一部经典啊 展开就是一切经 浓缩起来就是这一部 所以啊 这个经啊 你看起来这个文字很少 但是呢 你给它引申出去啊 它涵盖就很深光 你看我们道心纯俗啊 也可以像智者大师讲九十天 智者大师啊 九十天讲一个如是我闻四个字 四个字啊 如是我闻啊 我们看了这个我们 这个常常在念啊 如是我闻啊 四个字好像我们都懂了 但是你看啊 他一讲啊 讲了九十天 其实九十天有没有讲完 九十天还是讲得很有弦 所以经啊 它是无量义的 要懂这个道理 经是无量义 你一伸展它是无量义 一浓缩就是这么一点点 所以有一些人他 这个经啊 来以经解经 你没有这么多经来解释啊 我们有很多地方啊 那么大经科著有一些 还比较不是很详细的 我们现在敬老和尚又给他找资料 再找佛学词典 佛光大词典 再找资料 再来补充 那现在我们敬老在讲的这个啊 资料就非常完整 所以个人的根据不一样 所以这个经啊 也是因人而异 但是我们敬宗学会就修无量寿经为主的 这是主修的 这个不能 你不能没有一个原则啊 那修到最后不晓得在修什么 现在很多道场 通通修 修到最后他没有一个宗旨 没有一个方向 没有一个目标 那个就很难有成就 我们立定一个宗旨 一个方向 这个以这个为主 其他为辅 需不需要这些来辅助 也是看个人 有的人他不需要啊 有的人他需要啊 有的需要多有的需要少啊 这也不一样啊 那有的人现在需要啊 将来不需要啊 每个阶段又不一样 这个都是要佛用 佛学佛用 要学佛的啊 所以过去牢上啊 讲经也常讲啊 我们这个 听经啊不能死在眼下 不能听死啦 听死了你就不能佛用 好道心存熟我们就 讲到此地 总之啊 我们道心不存熟啊 有必要 请万灵菩萨帮帮嘛 但是呢 如果你能老实念佛 道心一定存熟 关键呢 你能不能老实啊 船师那个招牌就 我把他拿过来啊 去年又听到屏东这个老实念佛堂 现在很多地方 大家希望老实啊 但是要知道啊老实的标准 好我们接着看下面 第七 七者不犯禁戒 这个也是四个字 看起来很简单 不犯禁戒 那么看到这个禁戒 看到戒这个字啊 我们很自然啊 我们学佛的同修 就会联想到 三规五戒 五戒 八观灾戒 沙明戒 比丘戒 菩萨戒 我们就联想到这个戒 现在啊很多人去受戒 从这个五戒 三规五戒 到八观灾戒 特别八观灾戒 现在有很多人 很多道场啊 在举行 八观灾戒 或者导佛区啦 或者 特别啊 举办这个灾戒了 那么受 三坛大戒的 沙明戒 比丘戒 菩萨戒 那菩萨戒有在家菩萨戒 出家菩萨戒 也 常常有道场啊 在 传授 这个戒 但是现在呢 我们佛门 四众弟子 其实受了戒之后啊 也 没有办法 持这个戒 大部分啊 受了戒之后 只是 有名无实 就是 做不到 因为这个戒啊 范围也很广 那么戒有指词有作词 这里讲 禁戒是指词 指就是禁止的 你不可以去犯的 比如说不杀生 这个是禁止的 不可以杀的 不偷盗 这个禁止的 那么作词呢 就是说你必须要去做的 有利益 有利益众生的事情啊 你要去做 你不做就犯戒 那么那个戒 那么那个戒叫作词 不可以做的叫指词 叫禁戒 那么讲到戒 我们 一定要回归到这个 敬业三福来 现在呢 受了戒啦 但是呢 也不知道怎么持戒 实在讲也做不到 不但做不到呢 对这个戒律呢 不要说做不到 对这个戒律的 一般的一个常识 都不懂 都不懂 那很多人受了戒啦 以为自己得了戒啦 其实没有得戒 因为对一个戒律的常识 都不知道 所以我常常欠我们同修 你要去受戒啊 先看看红衣大师的 演讲录 有关他讲到一篇戒律这一部分 这篇演讲 你先看看 那你起码呢 对这个戒啊 有一个基本的认识 跟概念 不然呢 不然呢 大家发心很好 去受戒是很好 但是呢 对这些都不懂啊 都会产生误会 其实没有得戒啊 以为得戒啦 往往犯戒啦 以为在辞戒 因为戒是禁戒 律是法律 我们一般讲戒律戒律 戒是禁止的 那么这个律啊 就是法律 法律就是 根据你受的这个戒 比如说杀生 你受五戒 第一条杀生啊 你犯了杀生 这个戒 那么根据你犯的这一个 戒的情况啊 来判定啊 开则辞犯 你这个是开戒 开戒就不算犯戒 还是辞戒 还是 遮戒 还是犯戒 这是预法 那么处断轻重 就是犯了这个戒 那么就是说 哦 你是犯戒 那犯了这个戒呢 要用这个法律 来判定啊 你犯了这条戒 处断轻重 轻重就是有可悔不可悔啊 中可悔下可悔 光一个五戒啊 就够我们邪啦 所以 北京那个李承真居士 这个 学习传统文化的 那 那么前年在香港啊 碰到我 想像前年那个香港剧组 法会碰到我 对不对 哎呀 悟道法师啊 我现在就看你那个 活头教育网络学院 那个五戒相经兼料 我以前去受了五戒 我就觉得那五戒不就那五条吗 念一念就懂啦 我听你一讲我才真的知道不简单 他都现在都抱着我那个那一步啊 在一直看 我说这一步看对你 你要学学习这个五戒啊 是有帮助 因为我在山东啊 那时候比较固定时间啊 一天虽然一个小时 一个礼拜只有讲一天 但是呢 长时间下来啊 也是比较 可观的 能够比较详细的讲了一遍 所以这个 一个五戒 我们就 要 花一些时间去学习 但是呢 我们还是要回归到敬业三戒 现在为什么受了戒我们也做不到呢 不要说五戒做不到啦 三归一我们都 落空啊 为什么呢 因为 观无量寿佛经这个敬业三福啊 是我们 三世诸佛敬业正因啊 那 也就是说 十方三世一切诸佛 修习敬业 这个敬业呢 是涵盖所有一切法门 那么这个三福啊 也就是不管你修学什么法门 甚至于 你不是 你不是 学佛的 也要学习 也要学习 起码要学习 第一福 不学佛的人啊 求人天福报 像佛光山有一份报纸叫人间福报 现在呢 有很多道场提倡 人臣佛法 人臣佛教 就是 讲 这个 人间佛教的 那么这个人间佛教 你也必须落实敬业三福 第一福 孝养父母 奉仕师长 持心不杀 修实敬业 必须做到第一福 第一福啊 这个实敬业 如果你是中品实散呢 就是人间福报 来生啊 可以再得人参 不会剁三恶道 如果下品实散呢 因为他有夹杂那个 傲慢 斗争 做阿修罗 这中品实散是人道 上品实散是天道 人天福报 那你做不到第一福 讲这个人间福报 人臣佛教也落空啦 人 在中国儒家就是教做人的 五常 人与理智信 就配我们佛们的五戒 这个你做不到 五戒实散做不到 那你 就没有做人的资格啦 来生就 剁三恶道啦 所以这个没有根据这个敬业三福啊 你想求个人天福报啊 都得不到 不是说你自己想要得到人天福报 提倡这个人天福报 出心大意啊 没有去注意啊 所以你修学不依佛经啊 凭自己去想象啊 那往往啊 事与愿违啊 事实上啊 你想要求到的都求不到 像了完事信讲的求之有道得之有命 想是想得到 但是实际上你得不到 为什么得不到呢 因为呢 你修的因跟那个果不相应嘛 那怎么会得到呢 所以我们 必须要回归到 今夜三福第一福 这个我们每一次讲 经 也都会 提起 大家来 共同勉励 这个虽然是老生常谈啦 但是为什么老生要常谈呢 因为 我们都还没做到嘛 现在 我们 我们敬老和尚 这些年来啊 这个 十年来啊 提倡弟子规 道家的感应篇 佛家的食餐业 那么 就是 具体啊 落实这一个 敬业三福的第一福 效仰父母 奉仕使长 这个两句经文啊 具体的 做法就是 儒家的弟子规 儒家的弟子规 那么 慈心不杀 具体的做法就是 道家的太善感应篇 修食善业就是佛家的 佛说食善业道具 那么 弟子规是 最基础的 做人的 道理 最基本的 讲伦理道德教育 弟子规是讲伦理道德教育 伦理是讲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什么身份 自己是什么身份 应该尽到什么义务跟责任 道德啊 是给我们讲是非善恶 真旺协政 这些观念 我们一般讲道德观念 哪些是善哪些恶 哪些是哪些非 这些道德观念 所以弟子规要讲伦理道德的 这个教育 那么太善感应篇主要讲因果教育 英国教育啊 补助伦理道德教育 英国教育讲利害关系 利害得失啊 所以学习伦理道德教育呢 此以作恶 学习英国教育呢 不敢作恶 为什么不敢作恶呢 有利害关系啊 我们现在讲现实问题啊 你看造恶业就要被折福折寿 你看那个城隍庙啊 都有一个大蒜盘 在那夹减乘除 那感应篇讲啊 大则夺巨小则夺蒜 你犯了犯了哪些过失啊 大的就 给你 你有福报扣福报 福报扣进了就扣寿命 扣寿命呢 扣大的呢 重大的扣一记就12年 减掉12年 小的呢扣一算就是100天 那个算盘这样算算算 不合 划不来 不敢做 因为知道这个利害关系嘛 你造恶业也只是想得到利益得到好处嘛 你这样做不但得不到好处 反而有坏处 那明白的人当然不会去干那个傻事嘛 那不明白的人才会去干嘛 所以就因果教育 补助伦理道德教育 因为伦理道德教育如果没有因果教育 现在人讲现实的 一旦啊 这个 诱惑当前啊 这 伦理道德先摆一边啊 我先得到利益再说啦 眼前利益先得到再讲啦 管他什么伦理道德 但是有因果教育的 他就斟酌 我这样做 到底有什么损害 算一算啊 不划算 他就不会去做 所以明白因果教育就不敢造恶 明白伦理道德教育是此与造恶 这个造恶是不应该的 会受良心责备的 那么这个三方面啊就是普世的教育 那么十三列呢就是一个标准 前面这两个讲的通通涵盖在十三列里面 所以 地藏三经啊 瞻查三二叶报经佛给我们讲 言十三则涵涉所有一切善法 言十二则涵涉所有一切恶法 所以地质规感令篇都含涉在十三 十三 那么这个基础有了 你修十三列也就不困难 没有这个基础啊真的你修十三列呢 有困难 那么这个三样东西啊我们老生常谈 那么我现在遇到有机会在讲习当中啊 也会常常提起 跟大家共勉 大家共同勉励 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做到嘛 没有做到就要常常提起啦 如果做到呢就石头刮墙壁啦 就不用讲了 那没做到啊 那常常提啊提久了 就是我们才有可能去把它做到 不然你都忘记了 也就不会去做了 也不知道怎么去做了 这个也是 身处转熟 熟处转身 实在讲啊我们现在不要说的那么高啊 我们现在地子规啊我们很生疏 我们这个烦恼习气啊这个很熟悉啊 那么这个光一个地子规要修啊也就不容易了 光一开始这个第一季这个就这个就不太容易啊 这个父母夫应勿返 现在人做不到 现在是儿子夫啊应勿返 儿女夫啊父母都应勿返 那个是现在是颠倒过来 以前我们小时候真的是这个 我母亲叫我们回家要扫地煮饭挑水 小时候总是贪玩啊跟我弟弟常常就是偷溜出去玩 回来就惨了 拿一把那个袖子都在门口等你了 有时候我眼明手快啊我叫我弟弟走前面 他第一个被逮到他先被修理 哎呀我就逃过一劫啊 我母亲以前啊她绝对不手软的 所以我们这个兄弟啊大的要带小的 所以我三哥啊福定法师有常常讲 以前我都背你啊回家还被骂 所以我母亲她那个正式大家族啊 还有中国传统那种家族那种 她是没有读书但是还是有那种家族的那种观念 所以这个她叫你做什么 你可不能在那边讨价还价 那讨价还价呢你就爱做了 所以父母乎应勿反父母命行勿难 父母教虚敬听父母则虚顺臣 这个事迹啊我们就很难做到 特别现代人根本很困难的 那现在呢学的弟子规啊 第一个他有对父母的欠见 但是他会跳过去 这个父母乎应勿反那四季会跳过去 他就会跳到那一句欠见那句 父母你也不对这边也有一条要欠你的 他先跳到那一句 其实这个不能跳的 你要先把那个做到你才有资格这样去欠见 你没有做到你就没有资格去欠父母 像今天早上庄情师我就跟他讲这个 他就说那我有发言的空间 我说那这个我们就不要说把你当做师生的关系 我当做朋友的关系可以啊 如果你要父母师长的关系 那要求是这样的标准是这样的 如果不是这个关系呢那可以嘛 我们是朋友嘛 要吵架也可以嘛 所以这个很难做到 但是老婆上现在要求我们做 我们要勉为其难啊 学多少算多少尽量来学习 所以虽然老生常常说我们做不到啊 像白鸡翼去请问鸟科禅师 说这个佛法 请他开示佛法 鸟科禅师说诸恶莫作众善奉行 那白鸡翼说那个三岁小孩都会讲 鸟科禅师说三岁小孩会讲 那八十岁的老翁都做不到 那我们现在拿地址归来看啊 真的是这样啊 现在你教那个小孩子很多会被地址归的啊 但是呢八十的老翁都做不到 你看好像大家都懂了 懂了你做不到 所以地址归不是背的 不是读的 不是讲的 是要去做的 在牢上常讲 我们都做不到啊 我们做不到 当然要老生常谈 牢上也是这样常常劝我们 我们要转转的大家 我们虽然现在这个很生疏 但是总之要常常提及 让他慢慢熟悉起来 熟处转身身处转熟 所以 我也常讲 那么传师也是很发心啊 他心很好 但是很发心 他过去也常常给我提起 他要学地址归要讲地址归 我说好啊 那么我们来演戏 我们现在不要说当做真的 演戏 我当 你现在出家了嘛 没有在家里 你现在 都叫我师父 我说那个改一下 父母夫应务凡 就改成师父夫应务凡 你现在看看 我们来练习一下 父母师父命行悟然 师父叫你去做事不要懒动 不要偷偷拉拉的 师父叫虚净听 师父教你的 你要尊敬来听 师父折虚顺神 师父讲你几句 你就不要生气 学地址归现在都 这四句啊要跳过去 这四句跳过去 我下面那一句 父母过要欠见的 他再反过来再教训你 这是顺序不对 程序不对 程序你前面要做到啦 你才有资格去欠见 你自己都不要求自己啊 一直要求父母 现在人他学地址归是学这样的 所以装学师早上讲说可以啊 我们就不要当作师徒嘛 当作朋友嘛 那这个我们老婆上也是这样 他对我们这些务处也是当作朋友啊 如果他用这个地址归来要求我们 跑到一个都没有 没有这样要求都跑光光了 再要求真的一个都没有 所以现在呢 因为你家庭没有这个教育啊 你在学校在社会也很难去要求 因为家里都对父母都没有 孝顺之心啊 他怎么会对师长有恭敬呢 这不会有的 所以现在呢 师徒啊之间只是一个名义 挂个名 实质上是没有 那么地址归做到呢 那就有实质了 地址归没做到呢 那也是挂名的 没有实质 这个我们一定要懂 所以福患禁戒啊 我们还是要回归到 这个敬业三福 来学习 现在学佛的人啊 都疏忽掉这个敬业三福 所以一开始就受戒 你看啊 佛给我们讲啊 这个三世诸佛 敬业真严 低福 孝养父母 奉仕十长 持间不杀 修持三业 这是仁天福 世间福报 那么仁天福是初世间福的基础 第二福才是受持三规 居足仲介 不犯为义 这是第二福 三规一 那么 这个 敬业三福啊 标准也很清楚 敬业三福啊 敬业三福标准也很清楚 敬业三福标准也很清楚 敬业三规一 就是入佛门三保地址 这个也很明显告诉我们 你要接受三规一 必须有低福的基础 才能受三规才是一个真正的三保地址 不然你说我三规一啦 我拿个规一证啦 我是三保地址 但是我不孝父母 也不敬师长 又没有慈悲心 一天到晚杀身 又照十二夜 这种三保地址大概 十方祝福都不会承认 哪有这种三保地址 不孝父母 不敬师长 又没慈悲心 又照十二夜 这个怎么能做三保地址 所以 一个三规一就要基础前面低福的基础 没有低福的基础啊 三规一也都落空了 因为佛不承认嘛 这个三保地址怎么这样的 佛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啊 你三规一的条件是要做到低福 你才能归一啊 你没有低福的基础啊 实际上讲跟你归一都不行 但现在也是很多人归一啊 归了就是有名无始 所以我们敬老和尚这些年呢 也在常常提倡啊 就是 归一啦 甚至受戒啦 但是呢要补习第一福的基础 第一福你没有补习啊 你后面这些都落空的 有名无始 那么有了三规一 才能受戒 所以五戒 八观灾戒 沙明戒 比丘戒 菩萨戒 这个基础都建立在三规一的这个 基本原则上面 没有三规一啊 就不是佛的戒啦 佛的戒跟世间的善不一样啊 就是他有三规一 你看五戒第一条不杀身 那十善列第一条是不杀身啊 那为什么五戒叫戒 十善叫善 敬业三规很清楚嘛 你第一福还没有受三规一嘛 还没有受三规一 你这个是善 人天善法 你受了三规一呢 那就变成戒了 那关键啊 就是三规一就是入佛门的原理原则 我们学佛的原理原则 不能违背这个佛法身三宝 不能违背这个原则 违背这个原则就不是在学佛 就学世间法 世间善法 但有的三规一呢 他就是学佛了 那么再去受戒 这样才能得到戒 那戒的范围也非常广 我们现在呢 学戒也不能浩高勿远 一下子要学很高的戒 比丘戒 菩萨戒 也学不到 现在我们老上讲啊 三规五戒 那沙弥戒 给我们讲到 你能够做到沙弥十戒就不错 那在沙弥戒啊 之前还要先受五戒 所以宏毅大师讲啊 出家呢一剃度啊 不是先受沙弥戒 是要先受五戒 五戒呢学会了再去受沙弥戒 所以他学习有一个顺序的 不能啊 劣等 所以这个不犯禁戒啊 受了戒 那么这个要做到不犯戒 要能够持戒 要能够持戒 这样啊 也是相当不容易 那特别我们现在呢 没有这个基础啊 这些也都谈不上 那么我们真正得到戒 这些啦 都还会有幻戒的这个可能 那何况我们现在呢 所以我们必须啊 求菩萨加持 帮助我们 不患境界 这是求佛力加持啊 有必要的 我们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先讲到这一个 十五种善生 第七不患境界 下面啊 第八我们后天 再继续来学习啊 因为明天啊 我要开一天的会 所以就明天暂停一天 我们后天啊 3月1号 在晚上还是这个时间 再继续来讲 词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 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 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 大家晚上好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大家翻开经本第二十二页 二十二页第一行 我们前面讲到十五种善生的第七 不犯境界 我们今天 接下来看第八 第八种善生 八则 所有眷属恩义和顺 我们今天从这里看起 我们今天是传统名利二月初一 我们前天在深夜二十八 续讲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 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 昨天因为开了一天的会 所以昨天停讲 今天我们接着再来习习 这个第八种善生 那么这是讲 我们受词 读诵 大悲神众 将来所生之处 那么有这十五种 殊胜的善缘 这个 所有眷属恩义和顺 这个也是我们 一切众生 大家所 需求的 这里讲 所有眷属 这个眷属啊 有内 有外 有亲 有书 有眼 有近 凡事啊 跟我们有关系的人 都称为眷属 那么出家人啊 在道场 跟这个 在家二众 出家二众 我们一般讲 四众弟子 这个也是称为眷属 这个眷属啊 称为法眷属 学习佛法的眷属 比如说 师生 师兄弟 同参道友 这是学习佛法的眷属 大家呢 事同道合 一起来学佛 彼此之间 有这个名婚 有这个关系 称为法眷属 那么在家一般熟人啊 世俗的 这个家亲眷属 夫妇 父子 兄弟 朋友 君臣 这个 五轮的社会 就是 世俗的 建属 那么建属 大家有缘 生活在一起 工作在一起 学习在一起 都能够 核顺 这是所有的 家庭 所有的团体 所有的国家 我们这个世界 乃至他方世界 一切众生 大家都希望啊 能够核顺 但是 我们 看看 现前的 家庭 看到 现前的 社会 看到 现前的 国家 看到 现在 整个世界 都不合 也不顺 联合国 举办这个 和平会议 办了 三十几年 那么我们 敬老和尚啊 十几年前啊 以这个澳洲 坤士兰大学 格里菲斯大学 代表这个 学校的教授 去参理这个 和平会议 因为这个 学校啊 他们有 这个 世界和平的 这一个科系 全世界呢 有八个大学啊 有这一个科系 专门在研究 怎么让这个世界能够和平 那么我们敬老和尚啊 提倡这个 和谐 社会 在佛法里面 提倡修六和境 刚好跟 这个学校 这个科系啊 就相应了 所以校长啊 就请他 代表学校 去参加这个 联合国啊 和平会议 第一次啊 是在日本港山 日本港山啊 那边进行的 那边参加的 那么联合国 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机构 如果这个世界呢 都很和平啦 大家都很和谐啦 那就没有必要成立这么一个机构啦 就是因为这个世界呢 不和平 社会呢 不和谐 家庭也不和顺 因此啊 这个世界上不管哪一个国家的人啊 都期望啊 能够达到世界和平 大家能够和睦相处 大家能够和睦相处 这是一切人类啊 包括一切众生都有这个期望 但是联合国啊 这个 和平会议啊 开了三十几年 看看这个世界 不但呢 没有越来越和谐 反而越来越乱 越来越不和平 越来越不和平 所以 那几年前啊 我们敬老和尚到马来西亚 去 拜访 前 首相 马哈蒂 他是伊斯兰教的长老 提到这个世界和平的问题 那么这个马哈蒂长老啊 就提出一个 疑问 请问我们老和尚啊 他说这个世界呢 还会有和平吗 那么 问这句话的这个仪器 似乎啊 这个马哈蒂长老 对这个世界和平的信心啊 就生不起来 为什么呢 因为看啊 世界呢 是越来越乱 那么我们敬老和尚这些年来啊 在国际上 也是啊 为了世界和平 这一桩事情啊 不厌其烦的 详细 来分析 不和平的 原因 不断的深入去探讨 为什么会不和啊 啊 那么 探讨到深入 就是夫妻 啊 不和平啊 就是起冲突 那么夫妻 那么夫妻可以说是五轮之手 啊 有夫妻才有父子 才有兄弟 才有 朋友 金城 那么夫妻可以说 啊 是一个 基本的 细胞 那么夫妻 会起冲突 因此啊 起的冲突就有离婚 啊 这是基本啊 家庭里面一个细胞啊 产生问题了 那么夫妻 不和啦 离婚啦 那不是两个人的事情 它会影响这个家庭 啊 上面啊 影响 护母 下面影响 儿女 啊 从旁边呢 影响这个兄弟姐妹 啊 家亲 建属 那么影响到一个家庭 家族 啊 这个家族呢 又影响到其他的家庭 啊 啊 那么到最后呢 影响到 整个社会 整个国家 整个世界 那么这是讲两个人 那么我们敬老和尚啊 在深入去探讨 夫妻还是两个人 不和起冲突 然后再追啦 为什么两个人会起冲突呢 再追到自己本身啊 自己个人 我们自己跟别人会有冲突 这个我们 一般人啊 都可以理解 但是这个冲突的基因啊 还是从自己本身 所产生的 这个就很少人去 体会到这一层了 去观察到这一层了 我们自己 我自己跟自己 为什么还会起冲突呢 那么我们敬老和尚啊 以这个佛经 经教啊 这个道理啊 来给我们剖析 自己为什么跟自己起冲突 自己 有本性 有习性 那么本性 它是纯净纯善的 三字经讲啊 人之初 性本善 这个纯净纯善呢 就是它 这个善啊 不是善恶 那个善 那个善恶的善啊 属于习性 因为两边 有对立 它这个善啊 是超越善恶的本善 它本来就是纯净纯善 那么不善不恶就是纯善 在佛经讲自性 那是讲得比较深啊 那么我们一般讲 儒家讲的 人之初 性本善 它本来 它没有受到污染的时候 它是纯净纯善的 因为它本来就是善的 那么现在为什么 变成不善呢 那个不是本性 那是习性 所以人之初 性本善 性相近习相远 性大家都相同的 本性都是善的 但是呢 个人的习气啊 就不一样了 差别就很大了 这个就有分善恶了 有的人啊 接触到善的 他修善 有的人接触到恶的 他造恶 在这个当中啊 差距非常之大 所以习性不善 那么习性啊 它跟本性起冲突 本性是没有 跟习性起冲突 是习性啊 跟本性啊 它起冲突 那么我们以佛经 使善列道经来讲 比如说不贪 不称 不吃 这是善 贪称 吃是不善 那么不善呢 它跟善起冲突 往往啊 那么我们 都随顺我们的不善 随顺我们烦恼习起 所以自己跟自己啊 在起冲突了 那么自己跟自己起冲突呢 才会跟别人起冲突 因为自己有了贪生吃啦 自己本身啊 先起了冲突 才会对外面 别人起冲突 这是我们敬老和尚啊 把这个世界不和平的原因啊 分析到最深入的了 那么分析到这么深入 那么真正要达到世界和平啊 唯有恢复本性本善 放下呢 不善的习气 放下这些烦恼习气 世界自然它就和平 那么这个要靠教育 教育啊教人明理 道理明白啊 那么把这些错误的 烦恼习气 把它修正过来 把这个社会啊 这个家庭 自然就和谐 世界也就和平了 也才能真正啊 达到这个目标 那么我们看到这一记经文 这个所有建属恩义和顺 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啊 自己的家庭建属 甚至出家的法建属啊 大家都能恩义和顺 那么这个和顺啊是果报 和是和睦相处 顺啊就是他不会违逆 不会忤逆 他不会叛逆 现在很多家长啊 老师都很头痛 这个孩子学生啊 很不好教啊 很叛逆 叛逆就不顺啊 他不顺他才会叛逆 顺了他就不会叛逆了 那么为什么不能和顺呢 因为没有人教导 所以这怎么教呢 这个恩义啊 是因和顺是果 人如果常常啊 想到别人对我的恩 常常想到呢 我要对人家呢 有人义 有道义 常常想报恩 那这个当然就能和顺 如果人啊 只有想抱怨 从来啊 也没有想到要报恩 那么这个 和顺就 达不到啊 所以太上感应篇也讲 这个受恩不感 念愿不休 受到别人对我们的恩惠 不会去感恩 但是别人啊 他稍稍有对不起我们的地方啊 他耿耿以怀 怀恨在心 念念不忘 怨恨之心啊 甚至到临终啊 一口气断啊 一口气断啊 他 这个恨 他还没放下 所以 佛菩萨圣前教我们 祭恩不祭怨 只祭别人都有的恩 不要去祭别人都有的恩 所以弟子归也讲 恩欲抱 怨欲忘 别人对不起我的 把它忘掉了 不要去抱怨 那别人都有好处 所谓 滴水之恩 永前已抱 如果这个世界 人人都这样修学 那这个世界 它怎么会不和顺呢 但是呢 现在我们看到 整个世界啊 刚好是反过来 是念念不念恩 是恩欲忘啊 怨欲抱 刚好反过来 那最明显的呢 就是家庭啊 父母对子女啊 现在有几个子女啊 知道要抱父母恩的 很少 你看啊 这个父母 养育之恩 这个父母纵然没有养育啊 这个生我们这个身体 我们一切的受用 有这个身体才有一切的受用 就不要说有养育 他没有养育啊 是别人养的 就生我们这个身体啊 这个恩我们也就很难抱了 但是有几个人他会去这么想 为什么他不会这么想 因为没有人教啊 现在的学校啊 从幼儿园到研究所 没有教这个 那么父母 这个恩德啊 从来没有去感恩过 那么总之 念念啊 想着父母啊 这个财产啊 分得给我太少了 如果有兄弟姐妹分的 我不公平 所以过去十几年前啊 我们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 谭管长请一个肖律师 肖律师的太太啊 有一次给我讲 他误导法师啊 我们那个律师事务所啊 常常接到啊 儿子告父亲的 告父母的 我说怎么会去 儿子告父母 我听了也很惊讶 我说这个未免太离谱了吧 我说为什么告呢 他给我讲啊 他父亲啊 分财产 他儿子啊 觉得不公平 所以到法院去告他 只分财产给他 这个原因啊 被儿子告 那么我们想一想啊 像这样的案子太多了 甚至有的去杀父母的都有 为了他觉得呢 父母分给他的财产不公平 怀恨在心 所以他会做出这种 忽逆的一种行为 这个算是逆轮的一个行为 他为什么有这种行为呢 因为他不知道恩 所谓知恩报恩啊 你知道恩他才会去报恩 你不知道呢 他怎么会去报恩呢 他不知道啊 所以韩馆长往生之后啊 我们敬老和尚 特别提倡这个知恩报恩啊 来教导这个世费大众 过去啊 我们敬老和尚在华藏佛教图书馆 韩馆长是很凶的 常常被他指着鼻子骂 这个都亲眼看过了 但老和尚他都能忍 老和尚他做给我们看 就是 他 离开台中联社 到台北来啊 他的志愿啊要学奖经 但是呢 试验啊不能接受 试验啊 很翻领啊 做法会做经颤的 但奖经呢 他不翻领 为什么不翻领呢 因为呢 奖经没收入 做法会啊 还能 到场啊 才有收入 做法会做超度佛事 这个才有收入 奖经呢 没人供养 没收入 所以一般试验啊 不愿意请 所以一到韩馆长啊 韩馆长就给他找地方 借地方啊 这个早年啊 还没有图书馆啊 我就已经听经了 所以这个事情啊 我就非常清楚 也非常艰难 那么也得利韩馆长啊 他的父子 但韩馆长这个人呢 脾气不好 那么 牢上啊 只是赶他的恩 没有记他的愿 他对他不好的地方 他从来不说 不说一句 只念他的恩 所以知恩报恩 知恩他才能报恩 他才能讲道义 所以我们人跟人相处啊 像弟子归讲的 恩欲报怨欲亡 那么这样啊 才能够核顺 如果寄怨不寄恩 这个家庭 这个社会 这个国家一定不和谐 你一个国家都不和谐了 那世界怎么会和平 和平啊 是一个口号 是一个理想 做不到啊 所以要靠教育 那么教育呢 这个佛陀的教学啊 他有显说跟密说 像这个经典啊 明显的给我们说明这些道理方法 这个叫显教 那么咒语啊 不明显 这叫我们念 持送 这个叫密说 那么密跟显啊 他是 同样一个道理 那么有时候啊 那么有时候啊 我们 需要显 明显的 来了解这些 经教的道理 那么有时候要 用这个 求佛力加持 密咒啊 求佛力加持 让这个业障消除啊 然后啊 他 这个人啊 他就会有 很大的一个改变了 有时候啊 有时候啊 我们学了佛啦 特别我们学了佛啦 家属不学佛 而且很难度 我常常遇到同修给我讲啊 自己家里的人啊 最不好度 外面的人还比较好度 最难度的就是自己家人 的确也有这种情况 但是也不是完全啊 自己家人都不能度啦 个人 因缘不一样 但这种情况的确是很多 自己学佛啦 家人他不学佛 你给他讲的道理 他听不进去 所以 有很多学佛的同修啊 他们也很困扰 在家里呢 他这个 只有一个人学佛 所有家人都不学佛 寡不敌众 一个人对那么多人啊 常常会有这些困扰在 那甚至啊 有一些家属啊 看到他学佛 他就毁谤 那 这个也不少 过去啊大概二十年前啊 二十几年前 台湾大学有个谢教授 一个女众谢教授 那么他的先生啊 他学佛啦 他先生啊不学佛 他先生没有学佛 那两个人都是知识分子 那太太学佛啦 回去啊 挂了虚方三圣 送无量寿经 他先生一起来把那个佛像的撕掉 拿下来 丢到地上啊 啊 认为他他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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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搞这个迷信呢 啊后来我们牢上啊又教一个喝水的啊 保健身体的 啊就是 就是晚上啊到大概 哦 五百cc的开水 啊放在床头 第二天早晨起来啊 面向东方 喝五百口 啊就是喝一点点 然后再喉咙啊稍微停留下 然后咽下去一口一口咽下去 啊这样啊运动五脏 啊有面向东方太阳出来的方向 啊是喝三百口啊不是喝五百口三百口 啊我曾经喝过几天啊也就没有继续再喝 那谢教授回去也喝三百口 啊被他先生看到哇那个佛像被他丢掉了 现在 在看他在喝水 他说现在你改喝水叫啦 啊到现在改喝水叫啦 啊到现在改喝水叫啦 啊 啊那么这个 这个阴光大师文超啊在民国初年啊 啊也 这个自古以来都有这个问题 啊一个徐傅啊 念佛啦 啊他婆婆不念佛 他一念佛他就骂 啊听到他念佛他就骂 那去请教阴光祖孙那怎么办啊 那他是你婆婆啊你不能也不能跟他吵架 啊他是长辈啊 那他念佛他骂了怎么办呢有罪过啊 映祖给他讲 他说你不要在他面前念 他不在的时候他没听到的时候你念 他在他面前你就默念 你把念佛的功德啊就回向给他 你也不要欠他念佛 他一欠了他就骂了 你怎么欠的没有用 那把他的佛像啊通通把他翻下来 啊经书丢到地上 啊那么我们一般学佛的人 哎呀看到这里心里就非常非常难过了 哎呀这个诽谤佛法罪过可重啊 但是也没办法啊他不能接受啊 我们遇到这个情况怎么办呢 我们明显的欠他明显的跟他讲这个叫险教 险教他不能接受 那险教不能接受呢那只好用密教 啊用密教的 啊什么叫密教呢那你就念佛念经啊 暗中给他回向 啊念咒来可以 啊这里是念大悲咒 啊印竹给他讲你 诚心诚念佛跟他回向 啊他业障消除了他会改变 啊结果呢念了三年啊跟他回向 也果然啊他婆婆改变了 啊原来啊是 是完全不能接受啊排斥毁谤的 啊后来他婆婆呢 念佛反而比徐父更用功了 啊三年啊他都没有去欠他就是念佛跟他回向跟他回向 啊因为欠一欠就被骂 你就不能欠啊你不欠还好啊 你越欠就越糟糕 啊所以遇到这种情况啊你只能用 冥冥当中给他回向给他加持 所以遇到家亲见俗啦这些 啊这个父母啊不接受佛法的 而你不听话的种种 你欠不来 那就只好啊 唸大悲咒啦求观念菩萨加持啦 那除了这个办法没有再第二个办法啦 求佛力加持你就放下万年求佛力加持 啊你有诚心诚力啊会有感应 啊因为人啊 总是不可能啊永远不会改变的 啊这是时间的问题 因连到啦他就会改变 啊不要担心 啊所以你他不能接受你就私下 啊念经念受念佛跟他回向啊 啊多跟他写牌位 多多跟他回向 慢慢他业障消除了 他就会改变 啊那这个事情我们 读地藏菩萨本念经就最清楚了 啊你看佛罗门女光目光目女 啊他们都是很孝顺的啊 啊看他母亲造二月啊 啊很担心他母亲做地狱 但是欠了不听啊 啊不欠还好 越欠他造月就造得更重 啊欠他不要杀身呢 原来他只要杀一条鱼 他一欠了变两条 真的是这样 啊因为他生烦恼啦 哎呀你还欠我啊 啊你欠我不要吃 我就多吃一点给你看 啊那越欠就 这越严重啊 这反而得到反效果 啊所以只好啊 求佛理加持 啊如果他善根纯熟啦 我们用明显的跟他沟通欠他 那这个可以 啊如果那个业障很重呢 啊你只要用密宗的啦 啊用显宗的没办法只要用密宗的啦 啊所以佛菩萨教学啊 然后显密 啊显密他是一体的 啊一体的 啊一体的 啊所以 你念大悲咒啊 啊你自己 持送大悲咒念观念菩萨身号也可以 啊大悲咒如果年纪大的人记不得不能背 啊就念南无观世音菩萨也可以 因为这个咒就观念菩萨讲的嘛 你念他的名号啊 包含他的咒 啊 那么这是求佛力加持 啊那么我们从一些教理啊 啊显教的教理来讲啊就是 要教啊 啊那么教不动啊我们用 持作念佛的方法来回向 啊 那么这个也会有感应 啊把这个 原来这个建树啊 不和顺的呢 啊慢慢啊他会转变为和顺 啊现在呢 大陆啊提倡和谐社会 啊这个和谐社会 其实啊 是所有世界 所有国家 的人 大家都 期望的 那现在我们看到整个世界呢 真的也是动荡不安啊 不和谐啊 不和谐 啊你看啊这个这个 我们老上跟马哈地长老 坦论这些话 啊老上讲的 四个方面 能做到呢那这个世界就和谐 啊第一个呢国家与国家平等对待 啊第二个呢党派与党派 能够和谐 啊第三个呢 族群与族群啊 不同的族群啊 也很难合啊 啊非我族类啊 他就 要 排斥了 那这个众生都有分别执着 这个很难 啊 第四个呢 宗教与宗教 不同的宗教信仰 也很容易去冲突 这四个问题啊 啊 啊 能解决啦 啊 这世界就和平了 这马哈地长老说 摇摇头很难啊 啊 你说国家也国家 啊 每一个国家都是想到 哦 嗯这个这样做对我的国家有什么好处 啊 那个国家他也想 这样做对我有什么好处 啊 彼此啊都想自己的国家 啊 没有想这个世界所有的国家 那他怎么可能不起冲突 那他只想到自己没有想到别人嘛 啊别人他也是 他想自己他也没有想到别人 那 都是自私自利 那 怎么能和平呢 啊 怎么搞也和不来 那党派与党派 也不行 啊 那我们在我们台湾啊 比较民主 啊 台湾比较民主 不同的党 大家为了一党之私 为了自己党的立场 他就不管人民的利益了 你这个党啊执政啊你要做一点好事 他就给你障碍 因为不是我这个党做的 你做的我就 不高兴就要障碍 他那个党做这个党他也不高兴他也要去障碍 他吃亏就是人民嘛 那党派要党派要搞好 你说可能吗 难啊 好 那么这个很多党一定是这样的 每个党都会保护他自己的 党的利益 那保护他自己的利益呢 自然也会损害到别人的利益 那么大陆呢只有一党一党专政 那一党也不行啊 这个一党当中还有派系啊 每一个党里面他还有不同的派系啊 那派系跟派系还是合不来啊 那你说这个多难搞啊 很不好搞 那族群与族群不同的族群 这个在我们现在台湾也是被这个政治人物搞的 自己同样的族群都不认同 都不认同 那你何况跟别的族群呢 那你怎么和谐 不能平等对待就不能和谐 宗教与宗教不同的宗教信仰 外国有宗教战争 为什么 我说我这个祖是真的 他说他那个叫的祖是真的 那两个一见面就吵起来就打起来了 但是这四个当中啊 我们敬老和尚给马哈地长老 分析啊 这四个当中啊 前面三个真的很没办法 但是最后一个宗教跟宗教啊还是可以的 所以我们敬老和尚在十几年前在新加坡呢 团结新加坡的九大宗教 在政府承认的九大宗教 办得很成功 发现这个宗教是可以团结的啊 不是不同的宗教一见面就要打架的啊 是可以团结的 现在澳洲澳大利亚 这个开放移民的国家呢 他最需要的就是这个 宗教也团结啊 新加坡能做到 澳大利亚他也能做到啊 现在图文巴这个小城市啊 有好几个宗教 很多个族群 两百多种语言 现在呢在那边做的也相当 成果相当好 去年啊听说也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去 呈现了这些成果 图文巴市长也去 啊所以马阿地长老上那我听懂了 啊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啊 啊还是信仰宗教的 人数啊还是很多 啊虽然有不同的党派不同的族群 啊不同的国家 啊但是呢 有宗教信仰啊 啊宗教能够团结 就能影响 党派 影响族群 影响国家 那这个世界和平啊就有可能 啊所以马阿地长老他听懂了 那么这个我们敬老和尚啊实在讲啊 诺贝尔和平奖啊 你没发给他我真是叫冤 应该发给他老人家才对啊 啊你看现在那个伊斯兰啊 印尼那个回教大学啊 啊现在呢 国际上啊对第三世界国家呢是 很担心的 啊但是我们老和尚讲啊 其实他们都不懂中国传统文化 不懂佛法 所以 一点办法都没有 啊现在我们敬老和尚把 啊佛教的法言经 世界和平 这些 方面啊 表演在这个上面 得到啊很好的效果 你看啊 其实这个道理啊 没人教 你看啊这个 大概二十年前啊 二十二十年前啊 印尼还在排华 印尼排华 连这个中文的报纸啊都不能拿进去的 是排华的好像有三十年啊 我到印尼去啊三十年啊 他们这些 华侨同修啊告诉我 他们要学中文啊 都在偷偷躲在家里学的 我到棉栏啊 问那个何会长 那么他同修 我说 啊那个排华三十年 三十年都不能学中文 那你们怎么会讲 他们在家里偷偷学的 但是在学校都学不到啦 都中断啦三十年 所以现在印尼这个 中文啊 就远远不如马来西亚 因为马来西亚它没有中断 啊 啊 那么有一年这个 我们老和尚 那个时候还在新加坡 印尼方面啊 听到老和尚 团结九大宗教 那个时候瓦西德做总统 曾经啊邀请老和尚到印尼 但是那次的因缘不成熟 一直到瓦西德他下台了 啊那个时候啊 我们老和尚啊想 长期定在香港啊讲经 啊不再到其他地方去 因为邀请的地方太多了 啊所以他 他就采用啊 这个网路 卫星电视 啊这个隐层的讲经教学 啊利用啊现代的 科学工具 啊来传播佛法 啊所以就不再 到处跑 啊那么有一次啊 在这个印尼这个 雅加达这个印尼 这个印尼金钟学会 啊社会长他们一般人啊 到香港去请 那牢上呢是 不想再动啊 但是他们呢 这个也是很盛情的邀请 啊牢上当时也 半开玩笑的跟他们讲 他说 你金钟学会那么多 我去你这个金钟学会 那另外那个金钟学会 那另外那个金钟学会 如果请那我去不去呢 啊我只去你这里 不去他那边 啊那这个人家就会讲啊 偏心 厚此薄彼 是不是这样呢 大家想一想 但也对啊 要通通去没那么多时间啊 要去哪里哪一个 每一个金钟学会都希望牢上去啊 你希望请牢上他也希望请啊 摆不平啊 所以牢上就讲啊 除了总统来请 大家都没话讲嘛 总统请嘛 那个协会长说 哦那要叫总统请 好好可以啊 我们就去请总统来请 他们真的就去请总统来请啊 所以那牢上都讲出了 那总统他出面要求 那这个话讲不出去啊 那不能不去啦 所以那个时候去啦 再去 那时候好像那个女的总统 梅加瓦蒂 瓦西德呢 他已经下台了 但是他还是去看瓦西德 因为瓦西德 在位的时候也曾经邀请过 没有姻缘去 所以牢上去啊 我就第一次去我也去参加 我就 听他呢 跟我们那边 跟印尼那些同修啊 华侨啊 讲 他说这个牌华喔 就是 这个经济啊 东南尼亚这个经济 都控制在华人的手上 那么他们本地的人啊 比较不会赚钱 他说你在这里 在他们的国家 利用他们的资源 来赚钱 应该回馈一些给他们社会嘛 老上就讲不要多嘛 你把这个百分 收入啊百分之十 你来来做这个慈善啦 做这个公益的啦 那可能印尼人他就不会排华啦 那你只知道赚钱 只知道自己去享福 都不知道去回馈他们的社会 当然 他 看到钱都被你赚走了 他们那边穷哈哈的 那当然他就抢你了 所以牢上教他们 那牢上教呢 不是用口讲 牢上做给他们看 牢上自己人家供养 他就去 大学啊 回教大学办奖学金啊 就是救济他们这些贫困啊 他们这些政府关联这些人看在眼里 喔 这个净空法师是好人 那么 伊斯兰教啊 印尼的教徒最多 印尼啊 也有一两亿人 人口也很多 所以 敬老和尚这个名义啊 在第三世界 伊斯兰教的国家呢 大概现在没有人不知道 那么这个我去年年底 也到印尼雅加达进攻协会 去那边啊 那个协会长拿了图给我看 这个印尼回教大学啊 他们教育部 要在回教大学盖汉学院 他那个汉学院的建筑啊 还特别去请北京的 设计那个中国传统那种 宫殿式的建筑啊 在回教大学盖这个汉学院 那这个事实就是给我们证明 那这个事实就是给我们证明 老上这个 根据佛经这样的一个做法是 得到这个效果 从原来 排华 连一个中文报纸都不能带进官的 现在竟然要在回教大学盖汉学院 而且还要学中文 而且还要学正体字 而且还要学文连文 那这个事实就胜于强辩了嘛 人家那个 印尼那个回教国家 而且去请的这些人都是 印尼人啊 也不是华人啊 那么印尼呢 他们是看到马来西亚马六甲 马六甲那个纳吉首相很赞叹这个 中华传统文化 所以那个纳吉首相 讲的那个英文的演讲那一篇 我觉得要多 我叫他们要做出来流通 他有中文字幕 他讲这个 马六甲这个王朝啊 郑和下西洋啊 有三百多艘的战舰 两万多的金人 去他们那边啊 没有抢他们一针一线 反而送礼物送很多给他们 给他们交换一些比较少的礼物回来 等于是说去跟他们办外交 去支援他们 他说过了没多久呢 葡萄牙四艘军舰啊 就把马来西亚占领了 所以这个纳吉首相 他说有一次在这个 好像在一个 运动的场合当中 遇到一个葡萄牙的教练 他跟他讲出这个 所以老上在那边 马六甲盖汉学院啊 那纳吉首相他是 打从心里支持的啊 当然啊他们国家 他们的法令是很多方面 要去克服 但是呢 从他的这个演讲 他这个表态啊 已经是非常非常支持 所以现在呢 我每一年啊 只要讲我也是很累啊 也不是很厌力跑 每一年啊五月 今年五月 十二月到跨年这个一月 到东南辽这三个国家都去做法徽 一个就是马六甲 现在汉学院哪个地方 再来就是印尼 这个绵兰跟雅加达 在新加坡 这三个地方 所以这个都是属于和谐世界的 那么人啊 如果能够常常念恩 讲这个道义 讲仁义 那这个自然就会和顺 所以我们敬老和尚啊 讲经说法还带表演 不是只有嘴巴讲一讲 实际没有行动 讲了啊后面啊 有积极的行动 所谓信愿行啊 要行就是行动 去落实啊 你所相信的这种事情 去瞒你所发的愿 做什么事情都是信念行 念佛要信念行啊 做什么事情都是信念行 那么我们念大悲咒 这求菩萨加持 那菩萨呢 是大慈大悲 这个心是广大圆满的 那么我们念大悲咒 念观念菩萨圣号 虽然我们不懂道理 虽然我们不懂道理 但是冥冥当中啊 活力加持 我们业障消除 自然啊 我们将来啊 往生的地方啊 这个见属恩义和顺 啊 那这个当然是讲在六道里面啊 啊 你看 没有出六道啊 你将来往生的地方啊 啊 会到 见属 啊 啊 讲恩义的 啊 啊 和顺的 家庭和顺啊 啊 是 国家 和谐 世界和平啊 啊 这个时代 这个世界 啊 去 往生 啊 这个第八种善生 啊 生到这样的一个 国家地区 生到这样的一个家庭 啊 慈颂大悲众 能够得佛力加持 好 我们再看下面这一 第九啊 啊 九者知迹 才使常得封足 啊 这个知是 知 知粮 啊 具啊 用具工具 啊 我们生活上所需要的 啊 这些器具 啊 种种的 啊 这个知具 财 啊 就是财物 啊 才有动产不动产 食就是饮食啊 啊 我们现在讲粮食 啊 这个 你生活上所需的 啊 这些用具 啊 啊 这些用具 财物 饮食 啊 那么 常得封足 啊 啊 常就是 啊 不会间断的 啊 啊 啊 风是丰富 足是满足 啊 就是不会缺乏的 那么这个也是非常重要啊 啊 我们现在呢 看看这个世界啊 是越来越缺乏 是越来越缺乏 这一个 跟过去时代比啊 啊 现代的 知具财食啊 是越来越短缺 啊 现在呢 粮食也短缺 那么我们 可能会有一个疑问 现在科技发达 怎么会短缺呢 啊 我们要知道啊 现在的科技啊 所发明出来的 还不能 满足现在 全球人类啊 所消耗的这些能量 啊 这些资源啊 没有办法 啊 这科技还是没有办法去代替这些资源的 啊 那么地球的资源它是有限的 啊 资源是有限的 啊 但是我们现在因为科技的发达呢 啊 过度的开花 过度的开采 过度的浪费 资源啊 就越来越少 啊 资源就越来越少 啊 比如说石油啊 这是一个 能源的一个 大家现在生活当中 不能缺少的 啊 水 粮食 啊 土地 啊 那么过去的时代呢 非常丰足 啊 现在呢 越来越缺乏 啊 这什么原因呢 佛在经上讲得很清楚 我们人啊 福报越大的时候呢 那这些都 越 殊胜越充足 啊 这个七宝啊 它都是 不断的出现 啊 这些资源啊 非常丰富 啊 人如果没有福报啊 这些 七宝也都隐藏起来了 不见了 不晓得跑到哪里去 啊 粮食也短缺啦 啊 水也不能喝啦 啊 我去年年底啊 啊 每一年 这个岁末啊 都去返岛啊 走一千 啊 看几个道场啊 这些老同兄 走到高雄啊 啊 走到惠斯他们家去 啊 他妈妈也种一些菜啊 这个都是供养我们到场 自己种的菜 啊 啊 难道去啊 去他们家呢 去吃火锅 啊 自己种的菜啊 啊 这个也是 很难得的 啊 但是我看到呢 他这个 媚婿啊 都提了好几桶水 啊 倒在那个 我们的煮火锅嘛 倒在那个 锅子里面 我说那个 你们这个水是 哪里来 他去买的 我说你自来水不能喝嘛 他说我们高雄 自来水是不喝的 啊 是用来洗的 洗身体啦 洗衣服啦 我说怎么不能喝 他说那个 不能喝 那个污染太严重 自来水长出来的 不能喝 要另外去买 要吃的 要另外去买 他们说很久了 很多年都这样 今天啊 那个 斯里兰卡 强地马国师 还有这个青海一个 隆达佛佛丧师啊 我请他们到双溪去 他们一到那边啊 大家都很赞叹 啊 那个 强地马国师 握着的手 啊 这里磁场很强啊 我去到那边呢 空气好 我说这里的水啊 你看啊 山水 我们自己过滤的 都没有加什么药物的 很纯的 吃这个天然的水 吸收天然的空气 还有这些白草 跟高雄那个地方比啊 所以那个山摩地这个林李寺长啊 他说哎呀我们住在这里还是福报比较大 啊 我说是啊 这个是 佛菩萨挑的地方啊 应该不会差到哪里啦 啊 因为在做百期训练嘛 啊 消灾啊 啊 啊 那么佛菩萨要我们 啊 所以 凡是上级的人啊 大概 没有人不散叹这个地方 我说这个也不是我找的啊 我也没时间去找啊 啊 这佛菩萨挑的嘛 啊 啊 所以我们发现学佛啊 佛菩萨会照顾啊 啊 所以这些 知迹 财食 常得丰足 我看山上啊 有时候啊 吃的比我们山下还多啊 多 我们有时候啊 还要到山上 今天去拿了十颗高丽菜下来啊 那有机的我们去山上啊 我去带了 庄园 庄园去带了十颗下来啊 啊 如果你们有机会来吃吃饭啊 大概可能吃到啊 那个也是很嫩的啊 虽然长得不是很好看啊 有虫吃 但是呢 它那个 煮很容易烂的 啊 而且这个高丽菜也 顾胃啊 对胃比较好 有机的啊 啊 所以有一个地方啊 啊 我们 你说不要 通通不要有这些什么现代科技啊 我们就在那边念佛啊 就这个 知迹财食就常得丰足啦 啊 这个我们一定要相信 不但要相信 要深信 你就在那边念 啊 保证你不会饿死 啊 为什么呢 啊 因为我们读了无量寿经 大家都知道 读了无量寿经 迷陀经 大家都知道 你看阿弥陀那极乐世界 你动一个念头 你想要什么 它就现前啦 那个都能做到 那我们这个世界 这一点点 这些资粮 它 它算什么呢 它极乐世界啊 轻轻啊 踢一点点给我们的海 我们就不吃 吃几节都吃不完啦 真的是这样啊 所以科学家不懂这个道理 科学家如果懂这个道理 大概他不用花那些脑筋了 发展这些 发展那些 发展到最后还是缺乏 白费心机 现在石油一直挖一直挖一直抽 现在大家拼命消费 这个西洋的这种 经济观啊 就是消费 消费刺激经济 有一年到美国 那个 盛益西洋会长讲 这个美国现在 银吃卯粮啊 银吃卯粮 那将来会被那些子孙骂死啦 最代的人通通把他的后代的人 要用的都提前把他那用光了 后代子孙 那没得用啦 那不被骂死 那才怪 所以这些科技啊 带来了 并不见得就是 对这个地球好 负面啊 还是比较大 所以还是要学习 伦理道德英国教育啊 才会改善 如果没有这个伦理道德英国教育 就像英国汤恩比博士讲的 这个历史学家讲的 这个21世纪啊 要解决这个世界乱象 除了大乘佛法 中国儒家的孔孟学说 没有办法 那么他讲的话呢 也是很中肯的 也是很客观的 的的的切切啊 我们冷静去观察 的确是这样 那么换一句话说呢 如果没有学习大乘佛法 孔孟学说 那这个世界呢 必定有大灾难 那么在 这个感应祭 对这个 知祭财食藏得丰主 这些感应啊 这个 我们观世音菩萨 本机感应诵 里面啊 这个 幼税 保幼啊 税就是那个 几岁的税 税赐的税 就是我们一般讲要丰年啊 丰收 比如说有旱灾啦 有水灾啦 这些 灾害 那么求观音菩萨加持 或者虫害 那个虫害啊 这个应光祖师 讲就是你念大卑咒 大卑咒呢 七变 四十九变 或者一百零八变 另外这个水啊 就撒在那个树下 你种菜也好 种什么也好 就撒在树下 它就不长虫 过去我听说 高雄庙通寺啊 这个 广青老和尚在世 他们不撒农药的 撒大杯水 撒大杯水 那么应光祖师再次也是教人用大杯水 因为应光祖师 也有持大杯咒 大杯咒灰 大杯咒水 大杯咒米 跟大家结缘 有人生病啦 林中这个神志颠倒啦 种种的疑难杂症 那么应光祖师都会跟他们结缘 比较近的啊 请大杯水 因为应光祖师那个大杯咒都念一万遍以上 那个加持力很大 念一万遍 比较远的地方啊 寄那个香灰 泡开水喝 还有米 就泡开水喝 那个是寄到眼地的 眼地那个水就不方便寄 寄灰或寄米 印竹啊 也是大慈大杯 救苦救难 这个持送大杯咒 跟大家结缘 那么他就讲啊 有一些老人家呢 他不会念大杯咒 他说你就念 拿摩大慈大杯 观世音菩萨也可以 念一万遍 拿这个水再去撒 也可以 也是会有感令的 那么这个避免这些虫害啦 你这些 蔬菜啦水果啦 粮食啦 那么你就 就 丰收啦 就不会缺乏 我这个 前几天啊 上个月 到这个广东捷阳啊 是做三十七年 那么到了捷阳机场啊 我先去拜访这个谢总 这个谢总啊 他是 这个地方的人 在前年啊 在香港大埔啊 我曾经跟他碰过面 我第一次跟他碰过面 但是他们 他认识我啦 认识很久 大部分啦 我很多同修啊 他认识我 我不认识他 因为他们都是看光碟啦 看电视上 我跟你做很久了 那我 第一次跟我碰面 邀请我到他那个地方 他办一个 教传统文化的 一个园区 这个名称啊 我们老上给他提 宝树园 给他提个字 还做一块石头啊 立在那里 那么他 他的教学啊 请不到老师啊 现在老师都缺乏了 那么他这个 以前啊 他买了一块地很大 他盖那个 潮州汕头那种传统的建筑 住得也蛮舒服的 一进去也感觉 磁场很好 蛮舒服的 也很宽敞 屋顶也高 没有压迫感 那么他就放这个光碟啊 买个大电视大荧幕 然后呢 播放啊 这个我们老上 推荐的几位 讲传统文化的老师 比如说蔡里序老师讲的地址规 那么他就带大家听 他请地方上的领导 企业家 大家来 去邀请 邀请来了 他带着大家呢 听课 一天听八小时 手机全部收起来 听七天 刚开始啊 大家呢 心不甘情不悦 他跟我讲啊 那些领导啊 听到因果头就痛 听到因果头就痛 结果七天下来呢 大家是感受到了 很大的转变 后来他就继续办一个 在比较里面一点的 在办二十一天的 他把一个原来很坏的人了 变成一个好人啊 得到这个成果 去给老上报告 老上也很肯定 所以请蔡老师去 我是二十一号 二十号去到那边 蔡老师二十六号去 二十四号回来 很好的效果 那么他保树园旁边 都是做放生啊 有放生鸭 放生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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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那个鸡都是吃素的 所以他那边拿给我们吃的鸡蛋 一点鲜味都没有 我去看 都是吃白菜 我说这个长生鸡 他那天呢 请我们在他们那个 那个保树园里面 吃火锅 那个鸡蛋啊 是现下的 马上就要让他煮 这一点鸡味都没有 后来他又带我去看那个菜园 这个离大概这么宽 他给他写一个牌子 说这个虫 什么虫菩萨 这一区给你们吃 其他人不要吃 他说你看这个虫很合作 这一区要给他们吃的 吃的密密麻麻的 他隔这么宽 大概这么宽的路 这一区你看你看 一个都没吃 好好的 他说你看多配合啊 这一条东都吃光了 这边其他的他都没有动 他这一区有写牌子的 写牌子的 所以我有给他录像录下来 可以给大家分享 给大家分享 那么这个也就说明 不需要用农药啊 那么我在山东的时候 看到这个有资料 台湾好像嘉义海哪里 玉米啊 真的叫老鼠吃一区 其他的都不吃的 那个我看到很明显 所以活力不可思议 所以真的呢 我们多念佛菩萨的圣号啊 知迹才使长得公主 这个是一点不怀疑的 那今天时间又到了 那我们今天先学习到此地 下面我们明天晚上 团个时间啊 大家再一起来分享 我们来念我回向 祝大家福慧增长 法喜充满 六十吉祥 身心健康 阿弥陀佛 那今天我们来看 好 阿弥陀佛 refused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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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第八是所有眷属恩义和顺 这个今天我刚好也看到 十三年前我们敬老和尚 给我们伐葬同修 大家写的一个字 这挂了十几年了 那么我们昨天刚好学习到这个 舍有眷属恩义和顺 这个今天就映出来跟大家解言 那么知迹财使长得丰主 受辞大悲神众 将来所生之处 那么必定 这个生活上的 所需要的这些用具 饮食 都不会缺乏 所以就常得丰主 那么今天这个第十种善生 所生之处 所生之处 恒得他人 恭敬 胡接 那么这个在我们生活当中 在社会上 在社会上也是非常重要的 恒就是恒长 不间断 那么能够得到他人 这个他人指别人 能够得到别人 恭敬 这个恭敬 表尊重 别人会尊重 那么尊重 他会扶持 接 这些我们现在话讲叫提拔 他们扶持 会提拔 那么这个是 我们 颂词大悲神咒 第十种善生 所生之处 那么必定 会受到大家的恭敬 胡接 这个恭敬胡接 就是我们现在讲 得到贵人的协助 提拔 不管哪一行哪一业 各行各业 如果有人 恭敬 胡接 有人来 协助 当然 这个事业 他就能做得成功 这个是一个善的果报 好的果报 但是我们 学佛 总 不能 舒服掉这个因果 我们 我们受到别人的恭敬 福接 这是果报 那么果必有因 那么此地讲的 这个 颂词大悲神咒 那么我们慈咒 要用什么心来慈咒 就是要用恭敬 就是要用恭敬心 这个后面 我们这个咒语 佛给我们讲完之后 佛有问 这个大悲 陀佛 陀罗尼 他是什么相貌 观念菩萨讲了 几种 代表 那么其中就有恭敬心 悲下心 这个就是大悲咒的相貌 那什么叫相貌呢 就是我们表现在外面的 一个行为 就辞诵大悲咒的人 那么他表现的行为 就是悲下 谦卑 谦虚悲下 对自己 谦卑 对人 恭敬 那慈大悲咒的人 是这样的一个 心态 这样的一个行为 所以我们 一定要知道 这个道理 所以我记得 我在家的时候 这个三十几年前的事情 大概有三十三年 三十四年 之前的事情 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出家 那么 有一次啊 在景美伐藏佛教图书馆 那个时候图书馆 刚成立没多久 好像成立一两年 那么 李芬芬居士 他也是 早期啊 参加大专佛学讲座的 同学 他们家住心殿 心殿 离景美 不是很远 所以 我们 牢上啊 当时在景美啊 图书馆刚成立那几年了 大部分的时间在图书馆讲经 那么他常常常去听经 我也常常去听经 那彼此啊 就 比较熟悉了 现在呢 现在呢 我好像 很多年没看到他了 那么有一次啊 他就 请我跟他一起啊 到那个 苗栗 怨礼 那个怨礼啊 火车站旁边啊 有一个大星善事 现在那个试验已经拆掉了 他 请我跟他去 我说 去那里要做什么呢 他给我讲啊 去那边 请这个 一个 无名比丘尼的 大杯水 听说啊 能够治疑难杂症 当时啊 我从小就体落多病 一直到长大 还是 身体毛病很多 那我想想啊 这个 也好啊 请一请大杯水啊 看看这个 菩萨能加持 这个病啊 能不能 减少 所以就跟他去了 我记得那个时候 到台北火车站 去坐火车 坐到 燕里 火车站 下车 下车啊 走路没多远就到了 因为他那个试验 在火车站 附近 那么要请水啊 就自己去买个桶 买个塑胶桶 然后进去啊 那么就有人 装水给我们 那个时候 那个无名比丘尼还在 他不讲话 他就做这个 树子啊 做的小小粒的 菩提子 一百零八颗的 反正去那边 他都一串跟人家结缘 那就叫人家怎么念 拿摩阿弥陀佛 然后劝人家念佛啦 劝人家念阿弥陀佛 他也不讲话 那么如果有人跟他提到 这个出家人啊 或者在家居士 提到呢 他跟哪一个法师 学习 那么他呢 总是啊 不管对任何人啊 就说你的师父啊 是这一支的 他呢 是这一支的 最下面的 他总是尊重别人 总是尊重别人 你的师父啊 就是最好的 我是最差的 他不讲话 那么他也不吃人间烟火 那个我的德界和尚啊 上广下亲老和尚 他是吃水果 那个无名比丘尼呢 他是连水果都不吃 他只有喝那个水 做一个水缸 就喝那个水 那么身上穿的呢 只是穿短卦 都是补丁的 这里补一块 那里补一块 打赤脚 他不讲话 所以 非常的谦卑 非常谦卑 所以 宋持大悲神咒 那么 持这个咒相应了 那必定啊 跟菩萨的心形是相应的 那么我们想一想啊 如果我们的心态行为 对人有礼貌 对人恭敬 这个恭敬啊 是心 心态 恭敬心 那么礼啊 是表现在外面的 礼貌啊 帽啊 这个面貌啊 就是表现在外面的 那么恭敬 是在内心的 那么内心恭敬 表现在外面就是礼 礼节礼貌 对人有礼 所谓沉于中 行于外 内心对人恭敬 表现在外面的 这个行为啊 当然啊 对人就有礼节 所以 普贤菩萨 十大愿王 第一愿就是 礼敬诸佛 这个礼是外表 礼貌 外表 外表的表现 那么内心啊 叫敬 就是恭敬 所以 恭敬心表现在外面 就是礼节礼貌 有礼 对人不施礼 不敢怠慢 对人不施礼 那么一个人 对人有礼敬 这是因 那么果报呢 很自然的 别人对他也恭敬 也礼敬 所谓啊 敬人则 人恒敬之 你对人家恭敬 人家呢 也会对你恭敬 如果我们 对人都不恭敬 一天到晚 指望别人 对我们恭敬 这个也 也很难 很难 特别是现在这个时代 现在时代呢 大家不学礼 也都不懂礼貌 你要指望啊 人家对你恭敬 可能 很困难 你自己先对人恭敬 别人啊 自自然的啊 会受到你的影响 所以 蔡理序老师啊 他们就是这样修的 在 安徽如江 汤池小镇 在那边啊 两个业啊 能够赶发 这个小镇的人 这个小镇啊 民风大变 主要是对人恭敬 对人有礼 所以蔡老师讲课啊 遇到一些人啊 还有她以前在学校 教的学生 真的是很没礼貌 但是她教 她表演给她看 对她急功 那一次没感觉 两次没感觉 那急了十几次呢 对方会觉得 有点不好意思啊 慢慢啊 她就受到影响了 后来大家也都学会了 就形成一个风气了 所以现在学传统文化的 年轻人啊 老人 大家都会激光 没有学的人啊 不会 学的大家都会 那么你常常对人有恭敬心啊 自然得到别人对你的恭敬 所以我们要懂这个道理 如果我们送大悲咒 看到人都很傲慢 你想得到菩萨加持就不相应了 因为菩萨不是这种心态嘛 你是这种心态 跟菩萨不一样 那他怎么会有感令啊 菩萨是有在加持 但是你自己啊 形成障碍 我们要求菩萨加持啊 我们也要知道啊 配合啊 这个加持啊 就是说我们修一分 那菩萨的相对的加一分 如果没有求佛菩萨加持呢 那么我们自己修一分就是一分 但是我求佛菩萨加持啊 我们修一分 求佛力加持啊 可以得到一倍 对等的一个效果 所谓四半功倍啊 那完全没有 那这个菩萨是平等在加持 但是加不上 因为菩萨对人家恭敬心 这个悲下心 那我们对人是傲慢心 不恭敬的心 那菩萨怎么加持得上呢 自然加持不上 这个道理要懂 所以为什么有人念咒念得很灵 有人念得不灵 心态不一样 关键在心态不一样 念得都念得很好 心态不一样啊 那么效果就不一样 所以过去我们敬老和尚啊 也常常给我们讲 那学奖经这一桩事情 他常讲啊 这个方法只有占百分之三 百分比啊 只有占三分 这个学习的心态 态度 是占百分之九十七 占百分之九十七 有良好的心态 纵然这个方法呢 不懂 他也学得成功 如果没有良好的心态呢 这个方法呢 都懂了 这写不出来 所以学习圣贤活菩萨的经典 关键都要在恭敬 所以印光祖师给我们讲啊 一分恭敬得一分利益 十分恭敬得十分利益 如果一点恭敬心都没有 那么他一分利益也得不到 所以过去我们牢上啊 也常常引用他在台中联社 李老师讲课 包括他老人家自己讲课 也是一样 下面听众 讲的都一样啊 有没有私下在特别跟他讲什么 也没有特别私下跟他教什么 都是在课堂 讲的都是一样啊 但是呢 现场的听众 个人得的利益不一样 那么为什么会不一样呢 个人恭敬心不一样 如果有百分之百的恭敬心 他得到的利益是百分之百 这关键啊 在恭敬 所以印竹讲啊 一分恭敬得一分利益 十分恭敬得十分利益 那没有恭敬心呢 一分利益也得不到 不要说人在讲经 就是佛来讲 他也得不到利益 这个问题啊 就是自己啊 错误的心态 障碍了自己 这个不是佛菩萨 不慈悲 是自己啊 有障碍 所以我们想要得到佛力加持 必须把我们一些错误的心态 要给他调整过来 那么这样啊 自然就得到佛菩萨的加持 那得到佛菩萨的加持呢 也得到他人啊 世贿大众大家的恭敬福接 你看看啊 我们现前这个世贿上 你看为什么有一些人啊 被提拔了 有些人他不能被提拔 你仔细去看 同样做官 有的人呢 他那个 官位啊 这个不断的提升 有的人啊 就遭受到啊 一些挫败 仔细观察呢 每一个人啊 他的形式风格 他的个性不一样 再有能力的人 头脑再好 如果呢 有傲慢 对人不恭敬 这个人啊 前途有限 为什么呢 得不到别人的恭敬提拔 就是这里讲的 就得不到他人恭敬福接了 前途就有限 所以过去 李北南老居士在台中联市啊 讲这个常理己要 那么他讲常理己要啊 他这个没有对外公开的 对联社的联友 讲的 那么他讲啊 他也没有流通 最近啊 这几年啊 这个资料啊 他们里面啊 好像不是印尘书 好像那个影印的 一些纸 有一两份啊 流通到外面 因为李老师在的时候是不准流 流传的 那么呢 李老师往生 也28年了 那么流传出来 被这个新竹京中学会的刘会长他看到了 去给他重新排版打字 印出来 印很多出来流通 之前啊 他还没有印出来 我看到的也是一个 好像我们去影印 电啊 影印的 那个本子 那么我看了这份资料啊 非常可贵 非常难得 这个常理举要啊 是李老师他编的 根据理气的精神原则啊 编这个现代人啊 比较能用得上的 所以他讲啊 对这个连友讲说 你听了之后呢 你就不要到外面去传 当时李老师为什么 不让这个连友到外面去 讲这个常理举要呢 叫他们学了之后呢 回去教自己的侄女 你不要去外面给人讲 为什么呢 他说现在的人都在反对 反对这个礼教 武士运动啊 打倒孔家殿 说礼教是吃人的猛兽 你到外面讲啊 人家不理你这一套 恐怕还要给你诽谤 但是呢 李老师讲啊 说一个人如果不懂礼 在社会上就没有立足之地 他说反对礼教的人啊 实际上他自己也做不到 他举出几个例子 他说这个 如果有一个人啊 没有经过他同意 就冲到他房间去 他也会不高兴 他桌上的东西啊 没有经过他同意来 去他的抽屉给他乱翻乱看 他看了他也会不高兴 人家对他不尊重 他也会不高兴 看到中国人啊 不会握手 看到外国人 洋人来 他就会握手了 所以说反对的人呢 他自己也做不到 这个就是礼啊 你不是要打倒礼教吗 那为什么 人家没有经过你同意 冲到你房间啊 你就会不高兴 应该没事才对啊 所以 这些反对的人啊 也是莫名其妙的 奇怪的 自己都做不到 一天到晚反对 然后误导一些年轻人 让这些年轻人啊 不懂礼貌 在社会上啊 处处他就碰壁 得不到贵人的福接 他这个前途就有限 那么礼的精神就是 自卑而尊能 人总是希望人尊重 那个乞丐啊 他也希望人家尊重他 那么如果我们不懂得去尊重别人 当然别人他也不会去尊重我们 那这是因果 那这是因果嘛 懂得尊重别人 那别人才会尊重我们 这是互相的嘛 所以 这个词咒 它是没有显说 咒语叫密说 没有明显给你讲的 又叫你念 求佛力加持 那么显跟密 它是一体的 它是一体 这个九零年啊 我第一次到大陆 第一次到北京 敬老和尚啊 叫我带 防任主老基士的 法言念佛三昧论的文字稿 带去给他 叫对 因为是他讲的 在台湾排版打字啊 准备要流通 那么带过去啊 给他叫对 第一次呢 我聚会去见防老基士 那么 我就请教他 有关这个密中 显中的问题 他都密跟显啊 就像一个手 这个是密 这个是显 它是一体的两面 显是明显给我们说明 密他没有给你说明 所以密在显里面 显在密里面 这些道理啊 我们都必须明了 我们一定要知道啊 用什么心态来持重 那么 咒语啊 如果我们不懂这个道理啊 自成恭敬的持重啊 我们得到观音菩萨的加持啊 我们业障消除 自然啊 我们的心态啊 也会跟菩萨一样啊 渐渐的就相应 渐渐的相应 那相应呢 那菩萨是怎么对人的 那我们也是会跟菩萨一样 那就对了 如果持大悲咒 哇 态度还是很傲慢 那这个 自己就有造成障碍 就得不到他人的恭敬福洁 那所以关键啊 在这个心态 非常重要 一念心 对了 跟菩提心相应 就做佛了 如果一个念头错了 跟烦恼习气心相应了 就变成魔了 变罗刹了 变阿修罗了 那学佛啊 学到变成魔 那不是佛法的过失 是在个人啊 自己心态的问题 我们是用什么心来学佛 这个是一个关键 这个不能不知道 一定要认识清楚 所以我们持咒 效果怎么样 就看我们 就看我们 这个心 怎么样 如果 恭敬自成的持咒 那必定啊 得佛力加持 得到佛力加持 必定啊 心态跟活菩萨是一样的 那才会相应 那心不一样 怎么会相应呢 菩萨对人恭敬 对人谦卑 我们对人不恭敬 对人傲慢 这种心跟菩萨的心 就不一样啊 不一样就不相应 不相应就得不到加持 所以这个都要学习的 因此啊 这个常理举要啊 我建议我们同修大家 多多学习 我在各地啊 特别在大陆啊 也遇到有缘的同修啊 都会欠他们 学这个常理举啊 我在山东一年多啊 我提倡这个 建议他们来学 所以这个礼仪非常重要 因此啊 普贤菩萨十大愿亡 第一愿啊 就礼敬主佛 摆在第一格 那为什么摆在第一格呢 表示啊 他是 我们修学 入门的一个下手处 从礼敬 才能入门 没有礼敬呢 那后面呢 就都谈不上 那么这个是 第十种善生 我们接着啊 再看第十一种善生 所有财宝 无他 绝夺 这个就是 颂词 大悲神咒啊 所有财宝 就没有人会来 抢劫 夺取 这个 财宝也是我们 世间人啊 生活上啊 不可缺少的 财 是财物 宝啊 是宝贝 我们一般讲啊 金银珠宝 这个宝呢 涵盖也很多 经上讲的七宝 我们现在呢 在这个世界上啊 有金银珠宝 玛瑙琉璃 水晶这一类 另外呢 还有这个古董 有人啊 有兴趣啊 收藏这个古董 这个古董啊 有很多 很多种 一般啊 我们常见的啊 这个 古代的 名人的 这些字画 要雕塑的 这个佛像 像故宫博物院啊 珍藏的 那些都是宝 都是 无价之宝 那么 那么有人啊 他 兴趣啊 收藏这些 财宝 财呢 这个财物 我们现在讲啊 钱财 那么 有财宝啊 表示这个人 他 富有 如果 贫贱之人啊 三餐吃饭 都吃不饱了 哪有什么财宝 有财宝啊 总是啊 他总是 没有大财富 也有小财富 那么有钱 才会有宝 如果没有钱财啊 他也没有能力啊 去收藏这些宝物 那这是一定的道理 那现在呢 这个有钱的人 真的也不少 我们有个 同修啊 他们在做珠宝的 有一次啊 在 上海啊 我听他跟 上海的同修讲 什么 一罐炼制的 一罐那个 那个 要送给我 可能我就乱丢了 然后这个一串 一千万人民币 我说 那一千万人民币 就一千块台币给我 我看 我都懶得买 但是 他喊出那个 价钱啊 就那个行情 就有人会去买 最近我们到洁阳 去做三十七年 有一天啊 轮到一个女机市 他开车 他先生买一部新车 进口车 蛮高级的 载我跟庄严 还有陈永信 然后在车上啊 这个机师就一直跟我们聊天啊 哎呀 难得载到我们 那我就问他 你在做什么 事业啊 他说在做这个 缅甸域的 做益器的 他说你们台湾啊 台商啊 都到我们这里来啊 采购啊 这个益器 采购这个益器 那么我们 陈基士啊 他就说 哎呀 我想来改行啦 那个灯王这个店啊 请不到工人啊 到现在呢 工人不好请 他说年纪也不是很大 三四十岁 然后请他来呢 先跟他讲说 你能不能 担任这样的工作 都说可以 结果做三天啊 说太累了 太辛苦了 不做了 他请不到工人 那工人有时候 心情不好会罢工 那他有时候 人家买灯啊 去装 没有人去装 他想改行啊 卖益器 他说卖这个益器 就摆在那里 人家要看喜欢就来买 就不用去人家 去装灯啊 他回来 大概有跟他媳妇讲 他媳妇啊 也好像说 先附带来做 这个益器 就我们陈永迅 就是说要 跟这个姬氏啊 所以 我们来你们这边 拿这个益器啊 他说到我那个店啊 去卖 他说现在要改卖 那个益器 第二天啊 就送我们 一个人一带 一个念珠啊 异作的 一个小佛像 那个我就 第二天我就送人了 这是 玉 这是属于财宝 这一类的 那么有了财宝啊 就是怕人家抢劫 别夺取 这个 我们 他们牢上过去奖金也常常讲 香港有一个机事 他早年去香港奖金 他77年 77年很早了 已经三十几年了 三十几年前了 第一次到香港奖金 有个机事 就带他去参观 他那个保险箱里面的金银珠宝 因为那个时候 香港治安不是很好 所以买了一些珠宝 也不敢戴在身上 就放在银行保险箱 因为戴在身上 怕人家抢 所以带老欧上去看 到他的保险箱去看 那个抽屉打开 看看他收藏这么多的珠宝 看完了赶快又锁起来了 那么珠宝这个财宝 有的财宝就是怕人家抢劫奪取 你看今天 看这个报纸 这是今天的报纸 这个头版字很大 贵妇逛星光三夜昭虏 双煞嚣张打劫 明探哪里才安全 这个报纸 今天的头版 贵妇就是他大概身上带了很多金银珠宝 被这个歹徒盯上了 光天化日 他在台中那个星光三夜百货公司 这个真的是 以前说做小偷强盗 说都是三根半裂偷偷摸摸的 现在这个光天化日 公然抢劫 那么在这种公共场所招抢 当然这个 显示出治安上的一个问题 显示治安上的问题 真的呢 让 大家会感觉到没有安全感 那么也显示出 碰显出我们社会上 这个 偷盗 这个问题 也是很严重的 偷盗这个问题很严重 有时候呢 真的也是防不胜防 那么 那么财宝 我们人 怎么去防范 总是会有漏洞 也不是究竟的办法 那么最好的办法呢 还是念观音菩萨 求菩萨加持 求菩萨加持 所以这里 映光大师文操三篇 我有节显一篇 跟这个有相关的 来跟大家分享 这个 映竹啊 他是答复 答复一个 叶湖被激世的 一封书信 我们来念一下 昨日当家师 以鲁书交光 先月之 知强盗来强鲁物 这个 这个回信啊 映竹回信 昨天啊 这个当家师啊 这个当家师这个事宴的 这个 管这个总务的 叫监验 把这个菩萨的书信啊 交给映光大师 因为映光大师 以前住在浙江 葡萄山 法语市 住了三十年 那么四宴啊 都有当家师 那书信啊 这个当家师交给映竹 那么映光祖师呢 看了这个信 知强盗来强鲁物 说知道呢 强盗啊 来强你的东西 但是怎么样呢 一无所思 这个菩萨啊 这个强盗来强啊 但是他的财物啊 都没有损失 对方老太婆啊 强弃一箱 及租医物 大概这个菩萨啊 住在外面啊 可能住旅馆 那么对面房间啊 一个老太婆呢 被 抢了一箱东西 还有一些衣服啊 都被抢走了 那么他这个菩萨啊 没有损失 对面房间的老太婆啊 被抢了 此即三宝 家辟之名正 那么映竹 给他讲啊 说这个就是 三宝啊 给你加持的一个 明显证明 但当勉励念佛 即念观世音菩萨 何可望生不畏 亦与他处 你看哪里是安乐处 这个映竹给他开示 这个菩萨啊 他想搬家 搬到其他地方 这里不安全 要搬 搬到其他地方 就是 映竹给他讲啊 你 看到别人被抢 当然你自己也是 会有 受到威胁 这种感觉 所以他想要搬家 但印光祖师给他讲 说你应当啊 勉励念佛 就是多念佛 以及啊 念观世音菩萨圣号 那怎么可以望生不畏呢 不是恐怖 畏是畏惧 你应该多念佛 多念观念菩萨 求佛菩萨加持 这才是办法 不能一天到晚 心里总是生起 恐怖畏惧之心 异于他处 想要搬到其他地方去 你看哪里是安乐处 你搬到哪里 哪个地方 你搬到其他的地方 那个地方就安全吗 那个地方也未必是安全 就像这个报纸讲的 明探哪里才安全 哪里都不安全 幸此处 但却上无大负 若在富安 恐更危险 印竹讲啊 说还好啊 这个地方啊 还不是很富有 如果你是在一个很富有的安堂住啊 恐怕更危险 有钱的地方啊 就是强盗 就是强盗他 抢夺的目标 强盗抢夺的目标 所以 你在陆地上 遇到强盗 在海上啊 也会遇到海盗啊 最近我出国啊 坐在飞机上啊 偶尔看看电影 看到一个美国片啊 叫怒海捷 就是海盗啊 去抢美国一条那个商船 在货柜的 你看啊 在海上啊 他会遇到海盗 陆地上有强盗 坐飞机也有强盗 捷机的 这个 你说 哪里安全 实在讲啊 现在地球上啊 没有真正安全的地方 所以印竹讲啊 你看哪里是安乐处 那么你住的地方 还不是很富有 如果很富有的地方 那恐怕呢 就更危险 说苏州景德路 何发指电郭震生 他讲苏州啊 景德路 有一个合发指电的老板 叫郭震生 郭 郭子余的郭 震星的震 声音的声 明十九年 民国十九年啊 陪比本家一老头来皈依 他就陪个老人家呢 到 葡萄山皈依 光未彼说 那么 印光大师呢 就给这个 郭震生 居士讲啊 现在是一个 泛难世道 所以现在呢 犯难世道呢 就灾犯 灾难很多 的一个时候 那个时候啊 印竹 在民国十九年啊 那么这个 日本侵法是民国二十六年 所以 那个 印竹 印竹在世 晚年那一个阶段 这是 灾难很多 当自成念佛 并念观音圣号 即可逢凶化己 意难成想 印光祖师啊 就 欠他啦 应当啊 自成念佛 平常你念佛 并且呢 兼念观音圣号 念佛之外呢 再也念观音普达圣号 那个时候 应付灾难 所以 印光祖师啊 也有教人啊 说你如果一天 念一万生 阿弥陀佛啊 另外啦 加念五千生 观音菩萨圣号 念观音菩萨圣号啊 回向着 这个世界啊 消灾免难 你念佛 念观音啊 自然可以 逢凶化己 就 意难成想 遭遇到灾难啊 都变成吉祥 就不会 有灾难 可以 消灾免难 那么他就给这个 郭振生机事 开始了 就给他讲 那么 那么印光祖师 相传是大师之菩萨化神来的 当然啊 菩萨知道啦 这个 郭振士啊 他会遇到一些 这个方面的灾难 这个方面的灾难 所以次年 那月 去上海 这个那月呢 就是十二月 农历十二月 再称为辣业 上海战事起 不能回苏 那么上海啊 这个 战争了 战争开始了 战争开始呢 他不能回苏州了 到上海 不能回到苏州去 自二十一年 春不能不回来 到民国二十一年 春天呢 不能不回到苏州 因为 他 民国二十年 辣月呢 就是十二月 去上海 然后刚好遇到上海了 有战争 不能回到苏州 那么 到第二年啊 民国二十一年 春天呢 不能不回去 火车路断 这个 火车呢 路的断掉了 也不能坐火车回苏州 那么就改做这个小火轮 小火轮就是 小轮船啊 烧火的轮船 小火轮 绕家兴回苏 绕道 浙江啊 家兴啊 走水路啊 回到苏州了 但轮船来去啊 常被强盗 抢 那么那个时候 那个轮船啊 因为战争的时候啊 很多强盗 都是趁佛 打结 趁佛 打结 所以那个小轮船啊 常常被遇到强盗 在陆地上啊 也会遇到强盗 坐船啊 在海上呢 也会遇到海盗 正生怕抢 这个郭正生啊 怕被人家抢 坐在轮船上啊 知道呢 这个轮船呢 常常被抢到抢 那他怕被抢了 那记得阴光祖师对他来开示 心中默念观音圣号 默念就是没有出身 心里默念 然后默观世音菩萨 这个圣号 不久强盗来 果然没多久 那个强盗又上传了 一船人通抢的金光 整船的人啊 没有 所有的人都被抢光光的 身上的财物都被抢光光 郑生大胖子 这个郭正生啊 是一个大胖子 穿的皮袍子 穿那个皮的袍子 在人众中 强盗并不问他 他那个大胖子 那个目标很明显的 又穿着皮袍子 那在这么多人当中呢 大家都被抢得光光的 只有他 强盗不去问他 不去抢他的 可知念喇摩观世音菩萨 决定能蒙菩萨加辟 不至佛有意外之佛 那这个印竹开示了 说从这里可以知道啊 念喇摩观世音菩萨呢 决定可以蒙菩萨加辟 不至于或者有意外的宅佛 鲁信光看过 他说你的信啊 我已经看过了 印竹看过了 金欲妇虏 骗寻无有 他说你那个信我看过了 但现在呢 要给你回信啊 要再找那个信就找不到 因此此系菩萨 事如一心念佛 念菩萨 防复饱生之照 所以因此啊 他就想到呢 这个是菩萨呢 只是你啊 一心要念佛念菩萨 一心念佛念菩萨 可以防范灾货 可以保全啊 这个生家之照 这个照就是益照 你遇到这个事情 人家都被抢光了 只有你一个人被抢 所以如果自成强盗见乳 或看不见 或看见是他不要的东西 不至于如有所损伤 他说你果然自成 念佛 或者念观念菩萨圣号 那个强盗看到你呢 明明在眼前都 他就看不见 他看不见你 或者呢 他看见的不是他想要的东西 所以就不至于如有所损伤 你就不至于有什么损失啊 有什么伤害了 那么今天这个也是今天的报纸 看那个那是大陆的 大陆昆明啊 火车站啊 有一批人啊 拿着刀啊 看到人就砍 砍死了27个人 这个这个 伤了100多人 有的被砍伤了 送到医院啊 那医院都没地方 没有病床 躺在地上 在急救 那这个 杀人这些 这些歹徒啊 被警察打死了六个 开枪打死了六个 真的这个是 问题很多 现在呢 印竹那个时代是 犯难世道 我们现在这个犯难啊 实在讲啊 一爆发呢 比二次大战 那不晓得严重多少倍 这个也是我们 要提高警觉的 所以 自成念佛 念菩萨 才可以消灾 免难 现在 无论何人啊 都要念 阿弥陀佛 即念 观世音菩萨 为靠山 但一心 常念 不必 不畏 印竹劝啊 劝这个 夜福被居士 也是欠我们大家 大家都要念阿弥陀佛 即念观世音菩萨 为靠山 所以 这一篇啊 我觉得是 可以印个单章的 因令啊 现在这个 抢劫啊 这个问题啊 欠人那些 看看那些人 如果他有福报啊 有善根啊 我们这个给他 他会念佛念观音 如果他不相信 那就没办法 如果他相信 他就得救了 他就得救了 如果他不相信 那佛菩萨也帮不上忙 他不能接受 能够接受啊 佛菩萨就能帮得上忙 所以我们 多欠人 也不管他接不接受啦 反正我们欠他 这个 接不接受啊 就由他自己来决定了 不接受呢 也给他种个山根 给他露个印象 所有有财宝无他解脱 那么念大悲咒 当然也是同来效果 那么念观音菩萨呢 是简单啦 念佛比较简单 一般人啊 这个 一般人啊 这个比较方便 念佛念观音啊 方便 那么念咒啊 必须时间要多一点 必须时间多一点 那么这是讲 第十一种 善生 你所生之处 所到之处 你所有的财宝 无他解脱 就不会被抢劫 被夺取 那么这个也非常 重要的啊 所以我们多欠人 念佛念观音啊 在现前这个时代呢 是非常非常 迫切的一个需要 所以有时候 我们做一些文宣啦 做一些单张的来 广为宣传 那像这个印了 如果单张的啦 一些 放在比较 公共场所啦 可以跟大家结言 或者现在 那个星光三烈 大概人家气会怕怕的 那个宋邪过去啊 欠他们念观音 人家气啊 哇 这曾经被抢过 大概有一阵子 会会有很多人 不敢上去 所以 这个跟老板建议 可以放一些 跟大众结缘 如果大家都能 越多人念佛念观音 那效果就更好 多欠人念佛 多欠人念观音 就能保平安 我们接着看 下面第十二 总善生 十二 意欲所求 皆需撑睡 那么 这个第十二 总善生啊 意欲所求 意就是我们心里想的 我们心意 心里面想 意就是 所需 这个 虚虚为意 这个虚虚 需要 必须 这个叫欲 那么我们 世间人啊 心里想的 想要求的 所求的 当然很多方面 那么经典上啊 举出几个例子 来代表 就是 求长寿 求长寿 得长寿 求富佬 得富佬 这求财富 你就得到财富 求官位 得官位 你想要做官啊 可以得到 求男女 得男女 没有子女的 可以得到 那这是经典啊 一般都 举出这四个 代表 当然啊 我们生活当中 所需求的 当然是 很多方面 这只是 列出几个 比较 一般啊 大家 所求的 不管中国人 外国人啊 大概所求也 离不开 这四个方面 长寿 财富 官位 子女 这离不开 这四方面 那么除了这个 四个方面啊 当然其他 你生活上 所必须要的 也都能满你的愿 所求皆需 撑睡 就能满你的愿 那么这个在 观念菩萨感应录 这个里面啊 比我们 讲的就非常多了 你看这个 观念 世音菩萨 啊 这个本居感应寿 啊 这本书 啊 我们应在流通很久 啊 那这个里面啊 我看光这个 求 长寿啊 自古以来 公案就不少 那 现代呢 啊 当然也就更多了 啊 求长寿的 那么长寿 是我们 世间啊 一般人 大部分 都会求的 为什么 大部分 的人 求长寿呢 啊 你看我们 读这个 无量寿经 啊 佛给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 啊 西方极乐世界呢 种种的依正庄严 种种的美好 啊 是天上人间啊 无法相比的 啊 但是呢 如果 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啊 寿命不长 那一切的殊胜庄严啊 也就显得没有意义了 因为你没有寿命啊 你就不能去享受那一切 没有寿命啊 你就不能去享受那一切 所以西方极乐世界第一德就是无量寿 先告诉我们 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每个人寿命都是无量无边的 那有了无量寿啊 那其他所有的无量 那我们就能够去受用了 那给我们讲这个就有意义了 那么我们人在这个世间呢 也是一样的道理 比如说你在这个世间 大家说你 你很有钱 你有财富 你官做的很大 地位很高 你的儿女家亲建属很多 那如果没有寿命 很早就死了 财产也是别人的啦 那官位呢 那也就没了 自己的家亲建属要 离开了 所以 没有寿命啊 其他的一切 都得不到受用 那就没有意义了 所以你说很有钱 那你要有 要有寿命 你才能去享受啊 你钱很多 那很早就死了 那你享受不到啊 你所有的一切都落空了 所以第一个啊 就求长寿 那这是我们一般人啊 所需求的 那这是人之常情啊 大概啊 中国外国啊 大概没有很少人啊 说他不求长寿的 那总是啊 希望啊 寿命能长一点 那么我们念佛人啊 我们也常常挂在嘴边啊 哎呀 我们要往生啊 真正要往生的时候呢 大概就 有害他了 真正往生极乐世界 那是 无量寿啊 那是无量寿 那么我们在这个世间啊 想要求延长寿命 能不能求得到呢 可以求得到 那么怎么求呢 多做好事 那长寿也是个果报 那这个健康长寿 啊 是过去生啊 修无微不失得来的 那修无微不失 啊 修辅啊 因为寿命也是福报 五福之一 寿终好 寿命长 好好死 啊 这个人啊 很大的福报 啊 所以这几天啊 我听我们敬老和尚讲的大清科著 他 今天 昨天啊 这两三天都 不断提到这个 前年 年底往生的一个 在河南啊 南洋一个 来佛寺 来佛禅寺的一个 海賢老和尚 112岁往生 21岁出家 112岁 那今年再的话 114岁 那么 他出家呢 他师父 没有教他做什么 就教他呢 念一句 南无阿弥陀佛 什么经也不会念 什么经啦 奏啦 什么法会啦 他都不会做 他 只有种地 啊 就开墾种地 种菜 啊 做苦工 啊 那么一大早啊 啊 他就 三点就起来了 啊 就起来念佛拜佛 那每一天啊 都是做苦工 啊 到田里种菜啦 花地啦 那今天有做一个录影 有一个片子啊 他们做出来啦 有旁白 做出来 啊 刚才林师拿一 录了一片给我 我刚才看了 两遍 啊 牢上他看三遍 牢上他生日的时候啊 要 做出来跟大家结言 啊 那个牢上 那么 往生前一天啊 他还在种地 一百十二岁 还在种地 种到天很晚了 人家说 哎呀 师父啊 天晚啦 不要再种 他就说 好啦 明天我就不种啦 那大家呢 乍听之下也 好像也 体会不到他讲这个话的意思 结果他 第二天往生了 那往生前啊 他还造了一个像 他平常啊 都从来不造像的 他也不需要什么头衔啊 那些虚名他都不要了 说做苦工 所以这个 我们 出家种啊 在家种啊 都要看看 因为他一生啊 看他的行词啊 他只会念佛 就是修苦行 吃的是苦 穿的是补 穿的衣服是补了 吃的都是苦 没有吃很好 工作量很大 身体很健康 所以一百十二岁啊 往生前一天 还爬到树上去 去捡树 一百十二岁后 还爬到树上去 那個露营有把它录下来 一百十二岁 那真不简单 那么他一个师弟 海劝法师啊 比他早往生 流露生 往生前一天 还爬到树上去 去捡树 这个我们想起来 有点不可思议 一般啊 佛这么长寿的 有 但是像他这么健康的 不多 一百十二岁 能爬树 还捡树 第二天的往生啊 往生啊 全身柔软 所以我们老上啊 非常非常赞叹 这个海弦老和尚 那么 他的这个视线啊 告诉我们 人不要怕做 做是修复 不要计较 他视线的就是说 人家不做的那些 都是他捡起来做 不要怕吃亏 那才有福报 你看啊 福报 最大的福报是什么 他往生的时候 没有病痛啊 他自在往生啊 说走就走啊 那个 我们中国人讲啊 五福啊 寿终考 啊 寿命长啊 寿终的时候啊 好 好走 走得好 所以他往生 极乐世界呢 那我们就没有 怀疑了 真的是 往生到净土 啊 这个我们多看看啊 那么我们看看 这个老上他的行持啊 我们 都会感到很惭愧 我们现在做点事情啊 哎呀 计较这个计较那个 我们跟他比 我们那个工作量 啊真的 他年纪那么大了 啊我们 做的没有他十分之一 都不到 吃的又不好 穿的又不好 没有我们这么舒服 啊 所以 这个视线啊 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开示 啊 就是 人啊 懂得多修福 啊 到临终再来享福 啊 那是最殊胜的 啊 临终 什么福报最大呢 没有病苦 啊 不要受那个病苦的折磨 啊 临终啊受病苦的折磨 那是非常非常痛苦 那么临终 想不受病苦折磨 你平常要修福 要习福 你看这个牢上呢 他修福 做那么多 但是他没有享福 他习福 他没有享福 他有修福 没有享福 啊 他的福报啊 累积到临终 啊 你看啊 身无病苦 心不贪恋 亦不颠倒 这个是最殊胜的福报 啊 所以我们敬老和尚 看到非常非常赞叹 啊 那个我们老和尚啊 要急着要做五百片啊 空印到香港 啊 但是要大量流通 啊 这个给我们 佛门弟子啊 啊 很大很大的一个 示范 啊 是我们出家人啊 很好的一个榜样 啊 如果 我们平常啊 好像啊 明文立养啊 很多 啊 如果临终的时候呢 往生的时候痛苦不堪 那也没有什么意义 啊 那也不是真正的福报啊 啊 真正的福报啊 啊 临终的时候啊 啊 身无病苦 心不贪恋 亦不颠倒 那是真实福报 啊 你平常那些享受的 不是真的福报 啊 这个我们要认识清楚 啊 知道怎么修 啊 这些都很好的榜样啊 啊 都是佛菩萨视线给我们看 让我们学习的 好 今天 时间到了啊 啊 我们先学习到这里啊 啊 我们这一段没讲完 明天晚上我们继续再来学习啊 啊 祝大家 福慧增长 法喜充满 啊 我们明天晚上同一时间见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啊 我 啊 啊 啊 阿弥陀佛 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请大家放开经本第二十二页 二十二页 第三行 从最下面 一句看起 从最下面 十二则 意欲所求 皆需撑睡 从这里看起 我们昨天 讲到这一段 没讲完 今天 接着 来继续 来学习 那么这个 第十二种善生 慈颂大悲众 所得到的 这个十二种善生 第十二种 就是意欲所求 皆需撑睡 这个意欲啊 就是我们 一般讲啊 心里的意愿 愿望 心里啊 想要求的 这个欲啊 就是虚虚为欲 需要必须 我们一般 有这个愿望 所求 那么在我们生活当中啊 所求的方面啊 也很多 那么像经典上讲的 求长寿得长寿 求 富饶得富饶 求官位得官位 求男女得男女 那么经上啊 我们在 大臣经上 在任言经 药师经 很多经上啊 大部分啊 举出这几个例子 当然这几个呢 是一个代表 代表我们生活上啊 所有一切的需求 那么我们 持送大悲咒 我们 想要求的 都能满怨 皆需称睡 这个睡啊 就是能够满怨 能够睡心如意 那么我们 那么我们 过去啊 我们敬老和尚在讲习当中啊 最近比较少提了 过去啊 早年讲经 在十年前啊 讲经也还 常常提到 那么早年啊 还没有 那么经美伐藏佛教图书馆 那个时候 很早了 大概我听经之前啊 可能我听经是十九岁听经 可能前一年两年 那么我们 老和尚啊 那个时候在 西陵南路法法寺 讲地藏菩萨的远经 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接触到 我们敬老和尚啊 这个 讲经法会 之后啊 听经啊 听他老人家常常提起 才知道 那么 那个时候呢 大概四五十年前啊 大概四十七年前 在西陵南路讲地藏经 听说呢 当时广青老和尚 上语去听过 那么好像基隆有一个法师 常常去听 那么听经啊 我们 师父上人他在讲地藏经啊 就讲到啊 佛事门中有求必应 就是你在佛门里面啊 不管你求什么愿望 都会有感应 佛菩萨都会加持 都能够满你的愿 那么这个法师呢 听了一段时间啊 那么常常听我们师父啊 讲这个有求必应 佛事门中有求必应 那么有一天啊 那么有一天啊 这个法师就 请问我们师父上人啊 这个问题啊 参照经法师讲啊 这个佛事门中有求必应 这个我们佛弟子啊 有什么求愿啊 佛菩萨都能满我们的愿 都有感应 但是呢 他有怀疑啊 他说呢 我求观音菩萨呢 求一个电冰箱啊 求了三年啊 都没感应 都没人送电冰箱来 他说这个有求必应 好像好像没有感应啊 他天天求啊 求了三年都 求个电冰箱都求不来 那么当时我们老上啊 就问他啦 说那你常住呢 住几个人啊 他说他自己一个人 自己一个人 住一个房子 那我们师父就回答他啦 他说 那你一个人用不到冰箱啊 这个菩萨呢 看你这个 你只有一个人啊 不需要用到冰箱 所以就没有感应啦 那么这是过去啊 我们敬老一场提这个故事啊 这个都真人真事 那么另外呢 早年他亲近张家大师的时候啊 张家大师也曾经告诉过他 就是说佛事门中有求必应 你求什么都会有感应 佛菩萨都能满你的愿 但是呢 当你求没有感应的时候啊 就是自己有业障没有消除 自己业障啊障碍住 不是佛菩萨呢 不帮忙不加持 你自己有业障啊障碍 所以必须灿除业障啊 自己业障灿除了 那感应就现前了 所以我们 学习到 这个第十二种善生这一段啊 我们 就要知道这个道理 我们要求什么愿望啊 在佛菩萨面前求 没有感应啊 这个不是佛菩萨呢 不加持 是我们自己业障啊 障碍住了 那么障碍住呢 就是要消除业障啊 要灿除业障啊 灿悔业障 业障灿除了 感应就现前了 所以灿除业障啊 是我们 学佛啊 修行主要的一个功课 在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啊 摆在第四个 第四愿 灿除业障 那么灿除业障可以说从 凡夫地修行一直到成佛 实在讲啊 修的都是灿除业障 每个阶段啊 这个业障啊 都要灿除 从这个最重的业障 这个见识烦恼 沉沙烦恼 无名烦恼 这三大类的烦恼 都是业障 那么我们现在呢 这三大类的烦恼啊 见识烦恼 我们也谈不上段 那个断啊 那个断啊真是灿除 那么我们现在 现前呢 只能做到浮断 浮烦恼 把这个业障啊 降伏住 让他不要起现行 这样啊 就会有感应了 我们现前呢 要做到浮断 不是灭断 断烦恼是灭断 业障是灭 都没有了 那浮断呢 是暂时浮住 烦恼还在 但是他不起现行 这个叫浮断 这个都灿除业障 所以灿除业障 也是我们当前啊 大家要学习的一个 主要功课 那么在了凡世信里面 有改过之法 前面讲立命之学 接着就讲改过之法 改过就是忏悔业障 那么忏悔业障 有忏悔业障的理论方法 忏悔业障的法门 也很多种 有分四忏 分理忏 那么了完世信讲啊 改过之法 从心改 从心改就从理 心颤 从理改 从理颤 从事改就事颤 这个层次啊 也不一样 效果也不同 那么这个大悲咒呢 古大德也编一个大悲咒 也编一个大悲咒 那么总之啊 我们自己可以选择啊 适合自己根气的方法 来修学 来掺除业障 因为个人的根气不一样 个人的生活环境也不一样 个人的时间也不一样 所以这个 串除业障的理论方法 明白之后啊 那么这个方式上啊 自己可以选择 选择自己啊 适合现前生活环境 适合自己的根气 这个方法来修学 那么这个就有明显的效果 所以这个道理啊 我们也必须要知道 那么我们求要 懂得这个求的理论方法 这个理论方法呢 讲的最具体的还是了凡世信 那了凡世信啊 第一篇就立命之学 立命之学 所以这个 我们念这个大悲咒 求这个愿望 我们可以根据了凡世信啊 这个立命之学 这个原理啊 来修学 必定有感念 你看这个了凡世信啊 这立命之学 赢古禅师给他开始 那么这一段啊 我们也提出来啊 补充这个地方的一个 注解啊 这了凡世信 这个了凡世信 这道啊 命自己造的 命运自己制造的 自己也可以 改变 可以改善 那么 银古禅师啊 教他记功过格 他第一次发愿啊 修三千间善事 那每一天的登记 善则记处 恶则退除 这个就加减乘处了 每一天啊 有做好事 有做坏事 那么加减乘处 且交持准提咒 以其必焉 那每天啊 这个断恶修善 做好事 那么 又教他念准提咒 求佛菩萨加持 让他 这个 能够有应验 有感念 我们一般讲的 灵验 一余曰 福禄家有云 不会舒服 被鬼神笑 持有秘传 只是不动念也 那么银古禅师呢 教了凡事 教他持准提咒 那么准提咒呢 也是观念菩萨 视线的 比较短 他只有 两行 咒语只有两行 我们这个 这个 寺庙啊 一般道场啊 早课啊 这个初始啊 都要送个准提咒 这个咒语不长 很好记 那么大悲咒就比较长了 八十四句 那么教他持准提咒 那么这个银古禅师给了凡 先生讲 说福禄家呢 有云 福禄家就是 道家 道教化福的 化福禄的 这个道家的化福啊 有很多 这个福禄家 就是化福啊 这个道士啊 要化福 要不会化福 他说这个道士如果不会化福啊 那就会被鬼神看笑话了 当道士不会化福啊 会被鬼神看笑话 但是 我们看大概道士都会化福 以前小时候啊 常常跟着母亲啊 进那个庙啊 那个道士都会化福 那个福啊 种类很多 这个安胎福啦 这个止血福啦 这个很多种类 但是呢 好像 看起来大家都在化福 但是呢 这个当中啊 有会化跟不会化的 会化福的人啊 鬼神看到他就尊敬 那不会化福的人啊 鬼神看到他呢 就去笑话他 甚至啊 去跟他开玩笑 所以 不会疏福啊 被鬼神笑 这是福禄家讲的 那怎么样才教会疏福呢 怎么样才教会化福呢 持有秘传 只是不动念语 他这个当中啊 有个秘传 秘诀啊 我们一般讲秘诀 这个引古禅师给辽凡先生讲 这个当中有个秘诀啊 传授给你 这个秘诀是什么呢 只是不动念 只要你心里 不起心动念 这个就是秘传 只笔书符先把万年放下一层不起 就是你拿起笔来 要开始化这道符啊 你心里啊 什么都不要想 先把万年啊 全部放下 什么都不要想 一层不起 就一念不生 从此念头不动触 那么从此就从这里啊 这个念头不动 你心所有的念头 先放下 这个时候啊 念头不动 这个笔下去一点 为之混沌开机 那一点叫混沌开机 一笔点下去 然后一直化到这道符啊 化完成 由此而一笔灰尘 更无失利 就是你点下去呢 那么一直化到这道符 化完成啊 这个过程啊 没有失利 没有这个妄念啊 夹杂在里面 此符变灵啊 就是说 这道符啊 就灵验了 这道符就灵验 凡齐天立命啊 都要从无私无利处敢格 齐天立命 就是这里讲的意义所求啊 这个就是了含世信讲的齐天立命 你有所求啊 你要用什么心态去求 这个就是交给了含先生 也是交给我们 要从无私无利处 去敢格 你不要有私利 不要有妄念啊 夹杂在里面 这样才会有感应 那么这个儒家道家都懂这个道理 你看他引用孟子讲 孟子论立命之学啊 而曰妖兽不二 服妖以兽 治二指也 当其不动念时 俗为妖俗为兽 细分之 封茧不二 然后可立贫护之命 穷通不二 然后可立贵贱之命 妖兽不二 然后可立生死之命 人生世间为死生为重 曰妖兽 则一切顺逆皆该之以 那么这个一段啊 尹古禅是引用孟子讲的 论这个地命之学 那么当我们不起心不动念 那什么是妖什么是瘦 什么是穷什么是痛 都没有啦 这些妖念全部放下 这样啊 才能够立命 所以这个 下面讲 自修身以事之 乃积得齐天之事 修身呢就是修行啊 约修则生有过恶皆当自而去之 约事则一毫寄予一毫将盈皆当斩绝之矣 到此地位直照先天之境 即此便是实学 那么修身啊就是我们这个身口啊 有过恶呢就把他对志 啊 啊 是而去之 就是把他 改过来 那么这个叫修啊 那么是就是 等待的意思 但是这个等待呢 你心不能有寄予 不能僵硬 这个心里啊 不能一天到晚 哎呀 我求那个愿啊 怎么到现在还没敢念啊 到底还有多久才会有敢念啊 那这个又寄予 又僵硬 这个妄念一大堆 这个就 自己啊 这个妄念起来就变成一个障碍 跟佛菩萨呢 就 这个感通啊 就产生障碍 所以这些都要放下 那么如果能够呢 把这些都放下 不寄予 不僵硬 这些妄念一起来啊 就把它斩掉 不让它起来 到此地位直照先天之境 即此便是实学 到这个地位呢 就 达到啊 这个先天之境的 那么这个就是真实的学问 实学就是真实的学问 但是呢 我们凡夫啊 这个妄念啊 哎呀 你不要刻意去想 它都会跑出来 那 这个道理我们是知道 但是呢 要做到这个直达先天之境 直照先天之境啊 对我们来讲啊 还是有一定的困难 那辽凡先生啊 也跟我们一样 所以这个引古禅师也知道 所以就给辽凡先生讲 如未能无心 尊 你还不能做到无心啊 无心就无师无力 不起心不动念 那你现在还不能做到无心 但能持准提咒 那不能做到无心呢 就是教他呢 你 但就是你只要啊 能够持这个准提咒 好 无拒无束 不令间断 那引古禅师教了凡啊 持这个准提咒啊 就是给他讲不要忌述 就是给他讲不要忌述 那么 偶艺大师教人念佛啊 要忌述 你一天啊 要念 一万两万啊 要定个数 那每一天啊 都要念到这个数字 那么忌述跟不忌述 这个看个人 都可以 这只是一个方法 所以现在呢 很多人念佛念咒啊 那现在都有技术器 念了技呢 按一下 念了技按一下 那我现在还有那个像计算机一样的 那个按了啊 你一天念几句啊 都可以计算出来 念咒也是可以计数 那么以前没有这个计算机啊 都用念珠来计 像这个念珠一百零八颗 念一串就是一百零八计 那么如果咒念一遍啊 拨一颗 念完一串啊就一百零八遍 以前都用这个念珠来计数 所以计数不计数都可以 打看个人的 这个情况 这个也不一定说 人家不计我们就跟着不计 人家计我们就跟着计 这个不一定 因为佛没有定法 就是随个人啊 你看啊 你计数效果比较好 还是不计效果比较好 只要你能达到这个效果 达到这个目标 计数不计数都可以 那么 这个引古禅师教了凡是 教他说持准题做 但是不用计啦 你不要管他念几遍 对 不令间断持得成熟 于持终不持 于不持终持 道的念头不动 则灵愿以 那么引古禅师教了凡 持准题做 你就不用计数 但是呢 不要间断 一天二十小时啊 这个 不要间断 那么不间断呢 就是 不一定要出声 你默念 也可以 就是 你心里啊 不要间断 晚上啊 睡觉啦 这个 这个 睡着啦 那随他去啦 起来了 接着赶快再念 那 那么有事情的时候呢 你去处理事情啊 如果这个事情啊 不用思考 也可以一面做事一面念 如果要思考 那么先放下 等到这个事情办完了 你再提起 这个咒语啊继续念 那 从二六十中啊 总是啊 不断的提起这个准题做 那么我们念佛人啊 就用一句 拿摩阿弥陀佛 提起一句佛话 或者拿摩观世音菩萨 那有人专念大悲咒啊 就持大悲咒 或者其他的咒语都可以 不管你持什么经 什么咒 什么咒语啊 或者佛菩萨的圣号 那这个原理原则都是一样的 那原理原则都一样 所以持得纯熟啊 于持中不持 于持 于不持中持 啊 于持中不持 啊 就是你 啊 就是你 刚开始啊 你都要提起 去念 不然他又忘记了 啊 又断掉了 啊 所以你要常常提起 那么 提到呢 很 纯熟啦 你不刻意去念咒 那么咒语啊 他自然然 就在心里一直出现 我想我们同修啊 念佛的同修 都有这个经验 啊 念得比较熟悉了 那这个佛号啊 比如说你没有刻意去念 诶 他自然然会 在心里啊 一直出来 但是呢 啊 我们 于持中不持 于不持中持啊 必定你要持到 我们那个心里 那个念头不动 那 效果就出现了 如果我们念头 佛还会动还会夹杂在里面 这个 就会被我们这个妄念啊 障碍 那么有这个妄念啊 还要再继续用功 啊 一定要啊 要念到这个念头不动 像我们念佛啊 只有佛号 那么这个在念佛法门来讲啊 就功夫成片 功夫已经打成片 那当然这个也需要一段时间 一般啊 如果真正能放下万年 真正用功啊 三年 三年可以打成一片 啊 那么这个 古来一些祖师大德啊 啊 有 三天 七天的 这个也有 最长啊 三年 能打成一片 啊 所以念经 念咒 念佛 啊 同样一个原理 啊 你只要念到念头不动 就灵验了 啊 不管你念哪一尊佛菩萨的 名号啊 或者念哪一个咒 或者念哪一步经 这个原理是在这里 那麽 念一部经 要念到念头不动 这个是难度 比较高啦 你说一部经 我们不要讲长的经吧 就念一部弥陀经 我们念一般是十五分钟 这个十五分钟啊 从如是否闻到信寿奉行 这样一遍念下来啊 十五分钟的时间啊 能不能不起一个妄念 这个多 多 多 多不容易 更长的经像无量寿经 地藏经啊 这个长的经啊 一遍下来 这个当中不夹杂一个妄念啊 那这个 就更难 所以过去这个明朝啊 七七光将经啊 他专持金刚经 每天早上都要送金刚经 送了很多年啊 也送到很有心得 那么他一个部下呢 过世了 给他托梦 请这个七强经啊 为他送一部金刚经 回向给他 帮他超度 他就能往生到好的地方去 第二天啊 他做了这个梦啊 第二天早上起来 他就 送金刚经啊 给他这个部下回向 那送到一半啊 他的悲逆啊 送茶进来 那送茶进来呢 他眼脸看到了 就给他比个手势啊 心里动个念头说不用 那天晚上又梦到他这个部下来给他托梦 他说将军啊 他说我今天有帮你送经回向啊 他说那很可惜啊 只有我只得到半部 金刚经啊 只有得到半部的功德 那七强经就给他讲我明明是送一部啊 怎么会半部呢 他说你送一部没有错 但是你送到一半啊 这个当中啊 夹杂不用两个字 都变成半部 所以你明天还是拜托你再帮我送 啊 后来第二天啊 这个 他就交代他的家人啊 说 我 明天早上要送金刚经啊 给某某人回向啊 你们就不要这个时间啊 你们就不要进来 也不要给我送茶水 他把这个事情啊 告诉他们家人 所以第二天早上啊 大家就知道了 在知道这个诵经的时间啊 就不来打扰他了 那么他专心送啊 这个一部金刚经啊 从头送到尾不起一个念头 就是像这里 了凡世信讲的 不起念 那就灵啦 诵经 你不起念头也灵啦 诵咒不起念头也灵啦 念佛不起念也灵啦 那天晚上又梦到他的部下来 给他感谢了 他说这个将军啊 会长感谢 你送金刚经给我回向 我已经得到啊 一部完整金刚经的功德了 他要往生到好的地方去 来给他告辞 给他自信 那么金刚经经文不是很长啊 啊 比无量收经 地藏经都短 大概五千多个字 啊 所以这个送一部经 不起一个念 那这一部经就灵了 但是呢 这个经文啊 总是比咒语要长 啊 长时间啊 不起一个念头啊 这个难度比较高 那咒语就比较短啦 啊 啊 短时间啊 啊 啊 不起一个妄念啊 啊 那就比较容易啦 啊 比如说我们这一部 《大悲心陀罗尼经》啊 你从这个经文啊 从如是我文念到 啊 这个信寿奉行 那这个时间就长了啊 啊 这个过程啊 你要 不起一个妄念啊 就比较难 那你只有念里面这个大悲咒 这一部份啊 念里面大悲咒 不起一个念 这个比较容易多了 这个时间比较短 啊 那么念佛呢 啊 念菩萨的名号 那时间就更短 所以古大德讲啊 啊 念经不如念咒 念咒不如念佛啊 啊 为什么呢 念佛那句 《南无阿弥陀佛》 这句佛话六个字 那是最短的 因此啊 啊 念佛啊 是 所有修行法门是最方便的 啊 但是念佛啊 也是要持续一个时间 啊 那么让 那个效果啊 会比较好 啊 当然你念一句啊 这个一句 不起一个妄念 这个比较容易 啊 但是你念了两句啊 这个可能当中又加在一个妄念进来 啊 所以过去李老师啊 啊 我听说啦 啊 李老师曾经在台中联社 啊 所以 也 给童修订一个早晚课 啊 那么他的早晚课很简单 早课念一百零八句的佛号 晚课也念一百零八句 那么听起来这个一百零八句佛号 时间也不长啊 应该很容易做到 但是他有条件的 什么条件呢 啊 就是我们念一百零八句啊 这个佛号啊 你一定要记述 啊 那他的条件就是不能夹杂一个妄念 这个一百零八句念完了不能夹杂一个妄念 啊 如果你念到一百零七句 突然跑出一个妄念 啊 前面一百零七句不算重来 哦 那这个这个 这个功课要 做到好 哦 那也也也相当不容易 但是这种训练的方法啊 啊 信念我们不起妄念 啊 这个也很有效 所以你念这个一百零八句啊 这个时间不是很长 不起一个妄念 你这个一百零八句佛号了 那效果就出现了 所以我们二六十宗能够念佛或者念座 啊 念这个大悲咒也是一样 啊 你看啊 意欲所求皆虚称岁 啊 那么称岁啊 就是你念大悲咒也是跟念准提咒一样的 啊 你知道 于辞中不辞 于不辞中辞 道德念头不动 则灵愿 你念大悲咒啊 你要 给观音菩萨求什么 啊 观音菩萨的后面有四十 四十只的手手印 啊 那么每一只手啊 你要求什么 那每一只手都有 一个愿望 啊 都有一个愿望 啊 那么这个 有这个牵手啊 牵手就一千只的 那就更多了 如果你要求某一桩事情 就看哪一只手 啊 你就对着那一只手啊 就念大悲咒 啊 念念念念念 念到念头不动 就感应了 啊 以前小时候我看漫画书啊 看那个阿拉伯神灯 啊 那个神灯的说一摸 哦 那两个巨人跑出来 哦你要什么我就给你啊 以前呢 看了就像看神话一样 啊 他现在学佛了 诶这个 真有其事啊 那我们看观念菩萨那个手啊 看哪一只 那你要求什么 看你的愿望是什么 你就找 跟你要求那个愿啊 相应的那一只手 啊 这个后面会讲到 啊 但是原理啊 就是要念到念头不动 那你就灵了 啊 你要求什么 都能够满你的愿了 啊 啊 那么这个意义所求皆需撑碎啊 这个原理啊 就在此地 那么这个 这个 经典上啊 啊 讲的这个求的方面很多 啊 那么我们现在呢 简单啊 挤出 根据经典啊 讲的长寿 啊 求长寿啊 啊 这个在 观念菩萨 本机感应诵 这个我挑的 一两个公案啊 大家来分享 啊 那么这个公案啊 啊 在法院朱林啊 啊 这些 啊 这个书里面啊 都是记载佛们的一些公案 在法院朱林啊 唐朝有 有一个叫路人圈 啊 先生啊 病格啊 啊 这个病啊 啊 就是病得很厉害啊 说 暗成 当死 仁县法 观念向 与弑 难免 啊 这是法院朱林的一个公案啊 啊 唐朝这个的路人县先生啊 啊 生病了 那么病的时候啊 他知道 他們家鄉有一個人 姓趙的 這個姓趙的人 已經過世了 大概在陰間做民官 在陰間做官 姓趙推薦 路人倩 大概他介紹給閻羅王 請閻羅王 找這個路人倩 也去陰間當民官 這個暗城當死 暗城就是他陰間這個案成立 這個路先生就要死了 那死了才能去陰間當官 他知道這個事情 後來這個人倩 他就畫觀音像 畫在那個試驗的牆壁 他花心 畫個觀音像 難免 他就 避免到陰間去當民官 好 那麼下面這個也是這樣同樣的一個公案 新奇邪 蔣新宜 觀仲漢時 夢立此鐵寝 隨之一廟 成尼馬 玉空而行 未積馬落階下 紅唱如王者距 殿左扁曰天堂 仙仙大明 右扁曰地獄 深黑不測 欲有景 仁智投入 王兆講路 約我認滿當去 公瓜待乙 這一段是講 這個 有一位蔣新宜 那麼他 官啊 中了漢林 他夢到 一個官吏 磁鐵請 拿一個請貼 請他去 那麼他就隨著他去 到了一個廟 陳尼馬呢 玉空而行 那個馬呢 是泥 泥土做的 這個馬 位急啊 馬落階下 位急就是沒有 多久的時間啊 你看這個馬呢 他騰空啊 在飛行 沒有多久啊 這個馬就下來了 停在一個 一個大殿的跡下 這個大家如果去過雙溪啊 我們經過平溪啊 現在平溪那個廟很多 我每次啊 我每次啊到上溪去啊都經過那個廟 那個廟啊 那個廟啊 這個 有一匹馬上面騎著一個將軍 大概就是神廟的 神廟了 那這個 蔣先生呢 到了這個地方啊 看到那個 這個大殿啊 紅廠如王子記 紅就是很宏大 寬敞 好像這個 國王啊 所居住的一個殿堂 那麼這個大殿呢 左邊啊一個扁額寫著天堂 宣宣大明 就是天堂啊 左邊啊 寫天堂這個地方啊 一片光明 那麼右邊那個扁呢 寫個地獄 那麼地獄呢 下面啊 一看啊 身黑不測 身不見底 烏漆媽黑的 欲有景啊 人自投入 那個 地獄啊 有一口像井一樣 那麼人走到那邊啊 自己就 投進去 王照講路啊 這個王啊 那麼我們就知道啊 是陰間的鬼王 那麼這個鬼王啊 在地藏菩薩本願經 佛給你們講的很多 這個鬼王啊 有大鬼王有小鬼王 看他管轄的地區 一般我們中國這個五月啊 第一個就是冬月大地 冬月大地好像管三四個神 冬月大地呢是排第一個 那麽這個 那麽這個就是我們佛經講的鬼王啊 地藏菩薩本願經講的鬼王啊 這個炎福提啊 大鬼王 這個大鬼王又有小鬼王 又有炎羅王 在地藏經講得很清楚 那麽這個王呢 那麽這個王呢 當然就是鬼王啦 他被這個鬼王找去啦 這個鬼王啊就給他講 我任滿當去啊 說我這個 任期快滿了 我要離開這麽 我要離開這麽啦 離開陰朝地府啦 到其他地方去啦 公、瓜、代、羽 他說 妳就 要來代替我的 這個位子啦 換這個 蔣先生啊 他去當鬼王啦 蔣曰我母 老子幼 是未了 福能來呢 這個蔣先生講啊 我的母親還很 很老 還有上有老母啊 八十幾歲啦 兒子呢還小 母老子幼啊 母親老啦 兒子還幼小 那怎麽能來呢 責任未了啊 他知道啊 自己到了陰朝地府啦 他如果去上任呢 那在陽間這邊就要死啦 那才能去啊 他就講啊 這個他不能來了 那王曰呢 公有才名 可不達乃兒啊 事事 事上事要了便了 我以咒地無可挽回啊 這個鬼王就跟他講啦 說公有才名啊 他說你在世間你做了漢林啊 做了官啊 你以後很有才法 很有名聲 是一個 明白道理的人啊 這個 為何呢不達乃兒啊 不達就是你 這怎麽這麽不通達呢 說事上事呢 要了便了啊 他說這世間上的事情呢 你要了結就能了結嘛 哪有不能了結的事情呢 那他就給他講 他說我已經 報告上帝啦 這個上帝 已經批准啦 這個不能再挽回啦 那麽 蔣運而醒 汗透 重求 那麽這個蔣先生啊 就心裡 很難過啊 醒過來 那麽這個汗啊 都 濕透這個衣服了 起而坐 就起來啦 坐 護夢入明啊 殿上設五座 醒過來 那天晚上睡覺又做夢 又進 又到民間去啦 那麽在殿上啊 那個 宮殿啊 那個大殿上啊 設了五個座位 暗居如山啊 那每個座位上啊 都有那個 案件 堆積如山 很多 立指 第五座約此公位 這個 民間這個官吏啊 指第五個座位說 這個就是你 要來 接的一個位子 那麽第二天又醒過來了 好像這個事情啊 無法改變啊 當然啊 這個 心裡總是很難過 這也是人之常情啊 那麽見師馮敬山 宿母老子幼 那麽就把這個事情啊 他在這個陰間啊 看到他的老師 在這個 在這個 這個 陰間這個民官啊 就給他講你第五個座位 就是你的 他說這個 就是你的位子 那麽在陰間啊 也見到他的老師啊 馮敬山 是他的老師 也過世了 也到陰間來了 那麽看到他的老師啊 就給他老師講啊 說他的母親老兒子 還年小 他這個時候來啊 真的是 是不上不下的 那家家庭啊責任未了 那怎麽辦呢 封慘難約啊 這個 這個馮敬山呢 也 很慘難的 很慘就是說 也很無奈的 就是跟他講 說我妻 少子佑 亦非可來之人 他的老師說 我的妻子還年輕啊 那個兒子還很小啊 我也不是可以來的人啊 我不是來了嗎 意思就是說 他也是死啦 他也是不能來啊 不是說只有你不能來啊 他也不能來啊 不能來他還是來啦 沒辦法啦 誓字詞啊 物多言 數理後事爾 那麽他就給他講啊 這個 事情到這個地步啦 就不用再多說啦 都以前定案啦 趕快回家呢 處理後事啦 啊 這個事情交代好 準備來上任吧 行 行 啊就是 做這個夢呢 醒過來啦 往王芳伯 星 無家解別 那麽醒過來呢 就 去這個 王芳伯星 跟這個 親戚朋友啊告別啦 說那個這個 顏羅王啊請他去當官啦 到陰間去當官啦 他要死啦 那王精為 面若 塗煤 鬼氣息人 啊這個 王先生看到他呢 啊 他那個臉啊好像那個被那個煤炭啊 塗上一層煤炭黑黑的 啊這個臉啊都帶黑氣 鬼氣息人 那個鬼的氣氛啊 他這個 王先生都感受到 啊告以夢啊 啊他就把這個夢啊 告訴這個 王芳伯 那麽這個王芳伯聽了之後呢 王欠宋大悲咒 那王芳伯欠了什麼 那你趕快啊 辭大悲咒 乃何家 哉送 那麽全家呢 辭哉 啊送大悲咒 啊 那這個送大悲咒呢 哦他那種 送咒的 心情啊 跟一般當然就不一樣 啊因為他不希望啊到陰間去當明官 啊還不想這麽早就死 啊那現在王芳伯現在說你趕快念大悲咒求觀念菩薩加持啊 啊可以免掉啊 啊去當明官的啊 這個事情 那麽全家呢都 就宰戒啊送祝 啊夜半啊就是那天啊半夜啊 夜半就是晚凌晨十二點 十二點叫夜半三更半夜啊夜半 講 講見一叫從空下 啊這 講先生啊 就看到呢 有一頂轎子啊從空中下來要接他的 啊 啊以乎素人啊啊 啊這個抬轎子的人啊有好幾個人 晚來迎著啊有幾個抬轎子的人啊 啊就 是要來迎接他的人 啊送咒逼之 啊那他要來接他去 啊抬轎子要來接他去 他就送大悲咒 那麽他送大悲咒呢 他這些鬼啊 抬轎的鬼啊就不能靠近 他一直送一直送啊送到最後呢 那個鬼都不見了 若煙霧消散 啊就像那個煙霧啊就散掉了 一三年啊入池嶺 過了三年啊他又做官了 做到池嶺 那麽這個公案啊 過去我們敬老和尚也常講啊 啊這個他們 好像是朱敬咒 還是還是我們師父上人啊 他們家鄉啊 這是民國間的事情啊不是很早 啊是民國 啊民國年間發生的事情 跟這個一樣 啊他們一個親戚啊就是 年紀很輕 啊這陰間啊 他說 這個葉輝要找他去 去當文書啊 啊 啊但是那個 我們老上講的那個公案啊 那個那個沒有念大悲咒啊 所以就被請去了 請去當文書了 啊 啊 啊那麽他父親也很不願意 啊但是後來也無可奈何 所以這個 自古以來啊 這個公案啊 很多 那這個念了大悲咒啊 就得到菩薩加持 他就元壽 壽命也延長 啊 啊我們再講一個公案 劍戒類操啊這本書 太古成家業 科觀音經金剛經病感應篇等 而未失 哭患病 水利不入 孟大士預約如 四十一歲 四十一受盡疑 因科諸經 放入回 疑即刷印流傳 成書遵義並行義 這又是一個 在勸戒類操這本書的一個公案 這是一個姓陳的工程的陳 一個陳先生 那麽他科觀音經啊 這觀音經就是 像觀音三經啊 我們現在講的這個 大悲心陀隆尼經啊 這都屬於觀音經 觀音經很多 那麽我們這一本 觀音 世音菩薩 本機感應宋裡面 列出很多 顯宗密教觀音的經典 那麽一般啦 印觀音經都是 觀音三經 特別是普門品 自古以來流通最廣 那麽這個陳先生呢 他有 以前啊不是印是用刻的 刻在這個木頭上面 然後一張一張去 印 以前要印這個經啊 印一本經真的成本都很高 也很不容易 一個字一個字的 刻在這個 木板上面 這個刻經啊 現在這個南經啊 金陵刻經處 現在還有用傳統那個 一張一張的刷的 我去看過 一天啊大概能夠印了十幾本 那個現狀書 那古時候就刻經 現在就很方便來用印經的 那麽他刻觀音經 刻金剛經 還有感應篇等 在散術 而未施 啊就是刻好了 還沒有拿出來布施 忽患病水利不入 忽然啊他得病了 水也喝不下去飯也吃不下去 啊那這個病情嚴重啊 啊這個水也不能喝飯也不能吃 這個是很嚴重的病 夢大士一曰啊 那夢見觀音大士 給他講 說如 四十一 受盡 他說你 四十一歲啊 壽命就到了 那就是四十一歲呢 你就 壽命到了 啊你就要死了 因刻諸經放入回 因為你 印了這些經啊 做這些好事啊 放你回去 以及刷印流傳 他那個板刻好了還沒有印 還沒有印出來流通 啊好像我們現在電腦製板 因為製板製好了 那製板製好了 那這個 還沒有印出來流通 那大士給他講 說你 放你回去 啊那麼你要趕快 印出來流通 啊才能延受 啊成書尊欲並尋禮 啊這陳先生呢 遵照菩薩的指示 那病啊 就好了 啊所以這個印經啊 也是有 無量功德 啊那特別現在感應天啊 啊這個欠善的書 啊印的都有功德 啊那下面有 下面這個是一個出家人啊 啊這個高僧傳啊 啊高僧傳四極明如患 有有下至史啊 通內典一日未犯曰 約 君存仙此路 揮壽者向 以導觀音大事 送其名號以求壽 犯從之 辭明三載 容貌改變 好那這個是在高僧 傳第四集啊 明朝啊 如患禪師 那麼他有一個朋友 下至史啊 通內典 內典就是經典 他這個朋友啊 會看相 啊會看相 那麼這個看相啊 啊我們 如果你常常留意啊 你也會看相 啊這個這個相啊 啊看一看啊 打量一下這個人有沒有 是浮相還是寶福之相啊 你多看一些大概你也會看 看五官啦 看眼睛啦 看鼻子啦 看嘴巴啦 看耳朵啦 看這個臉部啊 這個 一般啦 看相算命的 那麼這一個 如患呢 遇到他這個朋友啊 夏先生給他講 他說你那個 唇仙齒路 唇仙就那個嘴唇啊 往上翹 啊那個嘴唇往上翹 牙齒都露出來了 他說你這個相啊 不是常壽相啊 不是壽子相 已倒官吟大事 送其名號 以求送 啊 他說你 應該啊 去祈禱觀音菩薩 啊 那麼念觀音菩薩的名號 啊 求觀音菩薩呢 給你言送 啊 范從之 啊 這個 如患啊 他就聽從啊 這個 他的朋友 夏智什先生呢 給他建議 啊 慈明三載 他慈 觀音菩薩的名號啊 念 農摩觀神菩薩念三點 龍貌改變 他這個相貌改了 那麼我們這個相啊 我們 敬老和尚講經常講 四十歲以前這個相 是過去生帶來的 啊 那麼四十歲以後這個相啊 就跟這一生有關了 啊 你這個四十年啊 怎麼修的 你這個四十年修了 那麼四十歲以後啊 相 好不好 跟這一生有關系 如果 這一生這個四十年當中 有做一些好事 那四十歲之後啊 你這個相啊 會變好 啊 如果做壞事啊 這個相啊 也越來越不好 那麼我自己這個相啊 也不是有福之相 啊 從小啊 多病 也是沒福報 也是沒福報 啊 所以 從小啊 我母親就 常常 給我講 我這個很很很難帶啊 毛病太多了 我弟弟比較好帶 他比較沒有毛病 那麼這個都是 過去生啊 造的葉 那麼這個葉啊 習去啊 這一生 我們都能夠去觀察的出來 啊 因為呢 我這個殺生吃肉那個習氣蠻重的 從小呢 我父親又沒有學佛啊 真的也都是殺生吃肉 啊 吃那個魚啊 我就是怕沒有腥味 啊 怕沒有腥味 啊 所以我父親講啊 我這個像貓一樣 啊 那個貓啊 那個 那個沒有魚腥味他吃不下去 那麼我弟弟呢 他們就 不會像我這樣了 啊 我弟弟他沒有出家 啊 在外面做工程 一般都吃了玩樂的 然後淹裡不抽酒 我又不不喝 還吃素 啊 如果不方便就買兩個饅頭吃了 他也能過一餐 啊 我大哥他也是一樣 那我三哥他也在家都能吃素 那我在家 就初一十五在家裡 沒有煮素的 我就 沒有煮 煮肉啊 我就吃素 那在外面呢 我說啊 吃方便菜 有肉就加減吃 不要殺生就好了 做到不殺生 學了佛啊 知道不能殺生 以前啊 還沒有學佛呢 從小跟我父親殺生 那學了佛呢 知道不能殺生 身體也不好 學了佛之後呢 知道呢 殺生得多病短命的果報 我想想 哇那這是應該的啊 這個因果相應啊 啊 因為這個 殺生又愛吃肉 不瞞大家說啊 我吃肉吃吃到出家前天晚上 上來還去大吃一頓 我心裡想啊 明天開始就沒有肉吃了 今天呢 最後一餐了啊 趕快跑去杭州南路啊 那個基金會旁邊那個麵攤 坐下來啊 大吃一頓 今天最後一餐 啊 那麼出家之後啊 哎呀 還是常常會想到吃肉 現在呢 吃素已經吃了三十年了 出家三十年了 但是在十年前啊 到澳大利亞 看到那個洋人啊 吃那個大夾蟹 那個味道飄過來啊 我還是會想到 我以前 在吃那個大夾蟹那個味道 但是現在呢 那個喜氣還在 那個喜氣還在 哎呀那個 看到人家那個那個什麼 炸雞啦什麼 湯阿龜啦那個銅子雞啦 哦那個以前我是最愛吃的 什麼萬蘭豬腳啦 但是現在呢 那個喜氣還會勾引出來 但是現在真的要入口是會自然排斥 那因為有腥味啦 這個 就吃不下去 但是那個喜氣還會想 哎呀 回味以前那個 吃的那個味道 但現在真的要入口呢 那吃不下去了 因為吃了三十年的素食啊 自然排斥 所以我自己在想一想啊 我這一輩子啊 如果沒有遇到佛法 沒有一年出家 那再加我那個 其他的惡業不談啦 就談這一條啊 大概就 夠條件啦 短命啦 就夠這個條件啦 大概現在已經不在人間了 那出家到試驗啊 你沒得選擇啊 人家都阻塑的啊 那穿了這個衣服啊 你也不好意思去坐在那個麵攤啦 以前在家都穿到家衣服 坐進去 如果不是學佛的人 他也不知道啊 坐在那邊大大方方就吃起來了 那出家就不行了 所以我這個 三十四歲出家 十九歲 聽老婆上講 十六歲 接觸到佛法 這個六十幾年啊 我這樣算一算 我這個 出家大概三四年啦 又 館長叫我去這個 圖書館 韓館長有一天啊 帶我們到木柵 紫蘭公 仙公廟啊 帶我們幾個出家狀商去抽籤 我記得那一首籤啊 不知道幾首 我記得有一句話 就前三三後三三 我看這個圈那個滿準的 我三十四歲出家 那前三三 後三三就 就是過出家的生活 就是過出家的生活 前三三過在家的生活 這個仙公廟這個籤也滿準的 所以前面那個 三十三年啊 就是 在家世俗的生活 但是呢 我有這個 聽經文法的因緣 聽了十五年的經 聽經文法的因緣 所以才有出家的因緣 出家之後呢還是體弱多病 業障還是很重 一直到四十歲以後啊 這個出家六年啊 吃了六年的素 那麽一方面啊 在道場啊 服務啊 修點福報 印經啊 跟牢上啊 學習印經布施 那麽領眾 念佛啊 這樣啊 修點福報 那四十歲以後啊 慢慢就有改善 慢慢有改善 所以我現在我改善的幅度是 很有限啊 不能跟師父相比 但是總是有一些改變 總是有一些改變 所以這個 看看我以前啊 在家那個相片啊 跟現在那個相片啊 的確是 很大的 改變 就四十六歲那一年啊 大病 出家之後啊 四十六歲那一年 大病一次 差一點往生啊 那個時候啊 我在學習 講這個 無量壽經 台語的 到新加坡去講 無量壽經 台語的 那個錄影帶還在 有錄影帶為證 你去看看我那個相 啊 就像那個殭屍一樣啊 那個眼睛兩個凹進去 那個 那個 你看了會很可怕 我自己看了都蠻可怕的 啊 現在看一看的蠻可怕 啊 那麼那一年啊 可能我應該是 該死啦 但是呢 也是佛力加持 大概佛菩薩呢 要我講這個 無量壽經 台語的 因為有一些老菩薩 要聽這個台語 所以再留下來 不然那一年 那一年我看 再見啦 我也不敢去醫院 病了兩個月啊 咳嗽兩個月啊 咳到吐血 那個相啊 如果大家有興趣 調給你看 你就知道我不是 說假的 你去看看 你一看看啊 這個人怎麼沒死呢 啊 所以那一年大病 兩個月之後啊 新加坡 居士林啊 李會長請我去講 無量壽經 閩南禮的 給那些老菩薩聽 那之前我在台灣啊 序子聯社在三重佛學會 也是講台語的 那麼 我現在想起來 佛菩薩留我啊 要去翻譯這個 把牢上這個 無量壽經啊 翻譯台語給老菩薩聽 因為我聽經比較久 我翻譯啊 比較能夠抓住 擾上他那個語氣 那53歲那一年啊 又大病一次 也是差一點死 SARS那一年 那一年病得又更厲害 我說上一次啊 46歲 病那一次沒死 五三歲病這一次 我說這一次大概差不多了 所以那一年啊 SARS 又發燒又咳嗽 就到那個 這裡四樓啊 我們住的四樓啊 現在廣市住的那個房間啊 我們關起來啊 隔離 也不看醫生 那麽那一次大病過了 過了到了前年啊 一二年啊 檢查身體又有四高了 現在又犯四高了 這個 我自己想一想啊 這些都是業障啊 因為這個殺生之業啊 在想一想過去啊 就不敢去回想 以前啊 照那個殺業在跟我父親啊 在小時候啊 照這個殺業吃肉啊 實在是 照得相當之重 所以現在呢 我們求佛菩薩加持 會改造命業 所以這個 這些公案啊 都值得我們來參考 我們參考 好今天時間到了 我們就 先講到此地 因為這個球的方面啊 還有很多方面 明天我們再來 繼續來 分享 因為這個沒有講詳細一點啊 恐怕我們對這個經意啊 了解的不夠 所以必須 稍微詳細一點 好 祝大家福慧增長 法喜充滿 我們明天晚上見 阿彌陀佛 的 成功 發出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 广大圆满 无碍大悲心 陀罗尼经 诸位同修 及网路前的同修 大家晚上好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大家翻开经本第二十二页 二十二页 我们还是从第三行 第十二则 抑郁所求 皆需撑睡 我们昨天啊 讲到这个 众生 心力 所求的 恋忘 都能够满怨 这个撑睡 就是我们一般讲的满怨 昨天我们讲到 这个 求长寿 得长寿 我们也将 观世音菩萨 本期感应诵 里面啊 选几条公案 跟大家分享 那么求长寿 这个在 古今 中外 都有 这个实际上的一个例子 那么在 古代 我们 大家对了凡世讯 这个老同修啊 对这本书 都不陌生 纵然啊 没有 常常去看 也常常听我们 敬老和尚啊 提到这本书 我们敬老啊 也曾经 讲过 那么 颜了凡先生 他年轻的时候啊 被一位孔先生算命 帮他排流年 算他的寿命啊 是有五十三岁 后来 后来遇到 引苦禅师 给他 开示 改造命运的 理论 方法 他听明白了 一教修行 后来他寿命延长了 寿命啊 延了二十一年 原来啊 孔先生算 他的寿命啊 只有能 活到五十三岁 五十三岁那一年啊 八月四 丑时 当忠于正寝 这个寿终正寝 就是死在自己的卧房 那么时间啊 都把他算出来了 那么 死的地点啊 也给他算出来了 怎么死的也算出来了 那么他一到孔先生啊 给他算了 那么每一桩事情啊 纵然很小的一桩事情 他去对照啊 经过一段时间啊 都很准确 所以他相信了 人真有命运 后来是遇到银骨禅师 他才知道啊 命运怎么来的 原来命运啊 是自己 制造的 自己造的 当然自己可以改 把这个不好的改为好的 那当然啊 也可以把原来好的改成不好的 这个了完事性讲 大善大恶 小善小恶 这个当中啊 功过 加减乘处 所以他的寿命延了21年 算是延得很长了 后来他是74岁 才过世的 69岁那一年啊 写这个了含世信 写这个四篇文章 来教训他的子孙 这是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 这个了含世信 那么他的寿命啊延长了 那么在现代呢 我们大家都知道啊 敬劳和尚 他给这个 算命先生算 他的寿命只有45岁 那么跟他同年啊 有两个借兄弟 都是出家的 同一起去授戒 同年 他们三个人啊 同时去给人家算命 算命先生算他们三个人啊 授命啊 都不过45岁 那么45岁那一年啊 这两个借兄 一个二月往生 一个五月 那么七月啊 我们 师父上人他 病了 那么那一年啊 我已经开始听他讲经 听了两年了 那一年 我二十一岁 正好啊 还没有去当兵 所以那一年 七月啊 他在 基隆十方大爵士 讲任言诀 我记得跟我弟弟啊 两个人去听了三天 后来 要再去听经啊 那个寺庙的法师说 这个讲经的法师啊 有事不能来 我们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后来经过一个月之后呢 听说又在台北这个车站啊 前面啊 有个礼业碧讲堂 那边有开始讲了 我们再去听 当时停了一个多月 那么我们当时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后来啊 我们 师父在讲习当中 就常常提到这种事情 他四十五岁 七月那一年啊 病了一个月 他想一想啊 寿命到了 也不找医生 医生只能医病 不能医命 寿命到了 神先来医 也医不好 也就不找医生 因为呢 被这个算命先生算准了嘛 他两个借兄弟 跟他同年都走了嘛 那他想一想 该轮到他了嘛 结果没有想到啊 病了一个月呢 好起来了 那么病好起来啊 那么他就继续这个讲经 所以他四十五岁那一年到六十岁这一年啊 这十五年啊 就讲了很多部经典 那么用我们一般的法来讲啊 广学多文 最近他老人家呢 也讲了 四十五岁那一年开始广学多文 到了六十岁啊 那么他才真正啊 专修净土 到六十岁那一年 这几天还在讲 六十岁那一年啊 他才真正啊 认识净土 那么今年八十八了 四十五岁就要走了 八十八呢已经 到今年啊已经延长四十三年了 当然啊 往后啊 他老人家应该住室啊 还有相当长一段时间 那么他现在呢都是讲啊 这个阿弥陀佛啊 随时来我就随时走 如果没来啦 大概要他继续啊 留在这个世间啊 表伐 多帮助一些人 那么求长寿啊 我们念佛人啊 寿命长 只是表伐 那么他代表哪一个行门 最近我们敬老和尚啊 这几天啊一直 赞叹这个 河南 南洋啊 海贤老和尚 前年啊 这个 一百一十二岁 那么算国历是去年一月 二零一三年一月 二零一三年一月呢 农历还没过年 所以照农历来算啊 就是前年 那中国人算虚岁 前年一百十二岁呢 那今年就是一百十四岁 今年再的话一百十四岁 那前年啊 农历年底 往生的 往生的 类象非常好 一百十二岁的老人啊 还能爬树 还减树 往生前一天爬到树上去 那在牢上啊 这个光碟 既回来要我们做 要大量去流通 他说最好能够看三十遍 一天看三遍 看三十遍 那么这个牢上呢 他也没读什么书 二十一岁出家 那么他的师父什么没教他 就教他念一句 南无阿弥陀佛 也不会念经 也不会念纵 什么都不会 那么他 他只是会干苦 苦佛 在试验啊 种地种菜 那么拜佛念佛 他就是这样修 身体啊非常健康 那么吃的是苦 穿的是补 吃的呢很简单 可以说是修苦行的一个代表 他的表法就是代表修苦行 穿穿的不好 吃也不是吃得很好 但是做的事情啊是特别多 那么他这个表法呢 也非常重要 念了九十年的佛 自在往生 往生前一天还爬到树上 爬到树上 捡树 大家担心啊这个年纪这么大了 那个爬树呢 万一不小心摔下来怎么办 人家叫他师父啦 那个这个天黑啦 不要再捡了 他说没有事情 我还在念佛呢 前一天捡树 种地 大家劝他呢 这个天晚了不要再 种了休息了 他就讲啊 好了明天我就不种了 大家也没有听出他话的意思 明天就不种了 他种了几十年的地 明天就不种了 大家一下子也没有去想到那么多 结果第二天啊 他就往生了 往生了全身柔软 那么也给他做钢 那么这个光碟我们正在压片 3月15号老婆上做生日啊 要赶了500片空印过去啊 他要做生日礼物送 全人家这个一片的看三百遍啊 三十遍啊 他看越多越好 那么他这个 表法呢 每一个人他表法的 方面不一样 他这个牢上的表法呢 就是 修苦行 那么他也不会做什么早晚课 那些都不会念 但是就是工作 种地 人家不愿意做的事情 他就捡起来做 越做身体越好 所以我们正老和尚也非常赞叹 他说李老师啊 以前在台中联社呢 95岁以前啊 他自己洗衣服自己吃饭自己煮 什么自己个人的事情都自己料理 他不愿意接受人家 给他做试着 一直到95岁那一年才答应两个 学生啊给他做试着 但是李老师的身体啊 不如那个海弦老和尚 海弦老和尚啊 身体一百十二岁还能爬树 那那个 我们不要说一百十二岁啦 大概 六七十岁 现在有的比较老的 身体比较差的 不要说爬树那个走路都感觉有困难啦 那么他身体为什么健康呢 你看他每一天睡的也不多 吃的也很少 也不说吃好的 也不说吃好的 劳动力又那么多 身体为什么那么好 关键啊心清净 这个心啊是关键 他觉得这样做啊是修行 是修行 所以他就身体健康啦 他也不用动什么脑筋啊 心只要清静啊 身体就好 我们人身体不好大部分都是用脑过度 身体劳动少 身体劳动少 如果用脑少 身体劳动多 那这个人身体一定好 所以李老师就身体的健康状况不如他 那这个是一个很好啊 给我们一个表华的一个榜样 那么也特别给出家人一个 修行的好榜样 所以告诉我们呢 这样也是一个修行的法门 也是一个修行的法门 而且啊 他这个修行啊 一般那些讲经大法师那些都还真的不如他 为什么呢 往生 那个是 最 最 最重要的 能够自在往生 身无病苦 心不贪恋 就走了 那这个是最大最大的福报 那这个是最大最大的福报 那给他剃度的地贤法师呢 他往生之前还有病病痛 那他那个徒弟呢 占了往生一点病也没有 占了三天 那谭西老法师是他的师兄弟 谭西老法师也是活到九十几岁 在香港往生的 就是跟地贤法师学经教的讲经的 那谭老啊 他也是天台的祖师 学经教 九十几岁往生啊还是有病痛 那听说啊在香港要往生啊 因为谭老讲经常常讲啊 哦 讲这个锅肉这样站着往生啊 看到很多人啊坐着往生站着往生 他看了二十几个 他也想啊站着往生坐着往生 结果要往生前病了躺在床上 他的学生说师父啊 大概你不行啊 那个那个你要坐着往生啊 不要说站着往生坐着往生恐怕就不行了 谭老说 怎么会不行你们把我扶起来 扶起来给他盘腿打坐 人家给他扶起来然后坐着往生啊 那么这个说明什么呢 就是说你真放下就是一句佛号念到底啊 那个功力是最强的 念念都是佛力加持 所以这些人啊 我们可不能小看啊 他不懂经教但是他能老实念佛啊 他往生的品味啊 都相当之高 这个学经教的法师啊 未必能跟他相比 这个我们也不能轻视 但是要真放下才行 如果放不下呢当然就不行 真放得下 真放下的人啊 对这个世间他都什么都不会计较 这样的人啊你仔细去看啊 他绝对不会跟人计较 他宁愿吃亏 那怕吃亏的人啊肯定这个人他没放下 所以什么事他都做 其实啊吃亏就是占便宜啊 你身体好能做 是福报啊 总比啊躺在床上啊 那个病哈哈的给人家服事 那是享福吗 我看那个是受罪不是享福啊 这些道理啊我们要懂 所以这个牢上他的表法很值得我们学习 我们牢上啊非常之赞叹 把这个光碟做出来啊也请大家多多流通 特别劝我们这个念佛人啊 大家都看 那么就讲到求长寿这个事情 这个是真的 那么我们今天呢啊再来分享 求父劳啊我们来分享一个公案啊 这个在观念菩萨本集感念诵啊 这个欠戒类操啊这本书啊这本书 啊这本书里面有记载一个公案 加定逢身贫耳耳耗耗耗 日密经验良方超铁通齐 一日近乡南海风发周富 仿见贾氏隐氏龙王前 一曰 指血方救人善念达以水辅 故救辱 以以秘方未可自负 逢曰 五命穷安敢忘父 王曰 贫富顾命 然心善者命亦无平 鲁鲁命遭水恶 心善及无害 以方送归 忧夫道岸 心知大事暗中调妇也 依方行迹成妇事 那么这个是穷人 变成妇人 他这个原来这个命 是个贫穷之命 这是家定 在浙江 这个地方 这个家兴 家定 家善 在浙江省 有个姓逢的厄马逢 贫而好善 他那个家境很贫寒 但是他这个人喜欢做善事 那么这个也是他改造命运的一个原因 热密经验良方超铁通勤 做好事了 经验良方就是我们民间有一些偏方 这个自宜兰杂症的病 那么他很热心 常常去找 找到这些好的秘方 他就超很多 超很多呢 在这个大街小巷跟人家结缘 他就做这个善事 那么有一天 他进乡南海 南海就是浙江省 葡萄山 现在属于舟山寺馆的 舟山 那么我们诸位不晓得 有没有去过葡萄山 我去过好几次 那么以前到葡萄山都要坐船 现在还是要坐一段船 现在有跨海大桥 从这个宁波上海 跨海大桥 杭州湾大桥 现在直接可以 跨海大桥 可以从宁波这边 开到这个舟山寺 这个岛 舟山寺岛 那么舟山岛 从这个朱家间要到葡萄山 那一段还是要坐船 那一段就比较近 大概十几分钟就到了 那以前我们早期去啊 没有跨海大桥 从上海坐到那边坐几个小时 坐到葡萄山 从宁波 两个港口 也要两三个小时 就坐船 那么这个 冯生他去进乡 去南海观音菩萄那边 进乡 那么风发周浮 因为海上起风了 那个船都翻过去了 那这个是有生命危险 那么去以前那个船都是返船 船也小 一到大的风浪很容易就翻了 那么在十几年前啊 大概总有十五年前了 那个新加坡京东学会啊 李会长 组了一百多人的团 去朝葡萄 当时我也去参加 参加他那个团啊 去朝葡萄 那葡萄山回到 葡萄山回到 那个船啊 又是平底船 那船又开得很快 那个风浪很大 然后前船大概一半的人在吐 吐的 我都闻到那个味道呢 本来没想吐 闻到那个味道也好像 好像很想要吐 后来我刚才心静下来念佛 结果也就支持到宁波啦 那我大哥那个女儿啊 我看吐的大概胆汁都吐出来了 吐吐的都躺在地 那个船啊 那个脚板上啊 我看他都不能动了 风浪很大 所以 这个逢生啊 他去进乡啊 以前那个小船啊 很流 一个台风来很容易被翻掉 现在的船比较大 比较稳 那么周富呢 那个 船翻下去呢 那个 人就被淹死了 仿见贾士引致龙王权 仿佛啊 他看到一个 穿这个盔甲的武士啊 把他带领啊 到龙王啊 到海龙王那边去了 以前说这个 掉到水里面淹死啊 都是到海龙王那边去报道了 那这个逢生呢 就是去海龙王那边了 那海龙王跟他讲的一页 指血方救人 他说你平常啊 就写这个 秘方啊 在救人 善念啊 达以水府 你这一念这个善念啊 已经通达到我们 水府就是海龙王的 王府 那海龙王的王府 故救鲁 海龙王说 因为你有这个善念 你这个善念啊 已经 我们 海龙王这个水府啊 都接收到你这个善念的信息啊 所以 所以 这个善念啊 我们来救你 因为你 平常做这个好事 我们 这个水府的 这个 这些 水族啊 这龙王的这些 这些 这些贱属都知道 以以秘方 未可自乎 那个 龙王说 你平常不是都在 找那些秘方啊 去送给人家 去救人吗 那我现在送你一个秘方啊 你将来可以 自乎 自乎就是你将来会很有钱 冯爷呢 无命穷 安敢忘乎 那这个冯生呢 他也很安分守己 他知道自己命穷 所以 他也从来没有想 想到自己要 变成 有财富的人 他也不敢打这个妄想 可见这个人啊 很安分守己 也很知足 不敢妄求 他说我这个命 他也知道这个人有命运了 命运就是这么穷啊 那我也怎么敢 想 发财呢 他从来不敢想 那么一般人啊 他并没有财 他还是拼命想发财 发不到啊 他就用 不好的手段想要取得 那灾火就来了 所以一个人啊 命运是贫穷 能够知足常乐 他也能够平安的 过了一生 如果不知足啊 妄求 用不法的手段去取 可能这个寿命啊 就被打折扣了 所以这个逢生可见 他这个人呢 是很老实的人 他不敢有什么妄想 那么王曰呢 贫富故命啊 然心善者命运无凭啊 这个海龙王啊 就给他讲啊 都 贫穷富贵固然是有命运 但是命运无凭啊 无凭也说不是一定的 不是说贫穷的就永远贫穷 富贵的就永远富贵 这个也 不一定是这样的 这个当中啊 还是会有 转变的 说 奴奴命遭水恶 说你的命运啊 应该今天 传翻了 你就被淹死了 水恶啊 你就遭这个恶难了 你今天就该死了 不是我把你救了啊 你才没死啊 所以你 本来是命 就是要被这个水淹死的 但是呢 心善即无害啊 因为你平常 就要做好事啊 所以你这个命运改了 我才会来救你啊 乙方送归 那就给他讲 这个秘方就送给他了 送给他就把他 送回去了 送归呢 那船翻掉了 那没船啊 幽夫到岸 幽夫就是 一下子 怎么到岸边来了 心知大事 暗中调护也 他心里知道啊 这个 观音大事啊 暗中啊 在保护他 那 一方行迹成护士 依照海龙王送他这个秘方啊 他去救济 这些 穷人 后来呢 他就 发财了 竟然啊 成了一个富人 原来这个 要被水淹死的 又很贫穷的 那现在呢又严肃了 又得到财富了 可见得啊 可见得啊 有命运 但是命运是可以改造 那么他是 由这个善心啊 去 朝拜啊 这个 普陀山 观音大事 那普陀山就是这个岛 所以 主要的父法当然龙王啊 这个龙王 大家如果去过普陀山啊 就知道 去年我们观音和学会啊 办了一个 朝普陀山的啊 这个 我一提倡就有八十几个 报名啊 我们那一团啊 四个导游啊 今年啊 我们一年朝一座山 今年朝九华山啊 如果有兴趣 欢迎参加 那么去年办这个朝普陀山啊 大家 玩得很高兴 所以一直要我们继续办 好 那么下面呢 是感应篇图说的一个公案 清朝臣秀 亦一声曰 独能借牛浅 可邀上尽 秀为公马平常啊 何敢忘记公民 声曰 如能朝夕送大悲众 何患无报 秀遂受戒 送咒无见 临场若有神注 不数年 观千种 乾隆十二年 至继 那么这个公案是出处于感应篇图说 太上感应篇啊 有一本是有画图的 画图说明的 我记得我们有曾经印过 现在应该我们还有 藏书 感应篇图说啊 有这么记载这么一个公案 清朝啊 一个曹臣秀先生 遇到一个出家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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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到一个出家人给他讲 他说 如能借牛浅可邀上尽 他说你能够不要吃牛肉啊 不要吃狗肉啊 那你这个前途啊 就可以向上啊 这个 也进步了 会提升了 那么秀卫公马平常 何敢忘记公民呢 这个公马 就是 他在这个 单位啊 做的那个一般的 这个士兵 那这个地位很低的啊 他也不敢啊 想要什么公民啊 他这个很平常啊 我像这样的身份啊 也没有什么 特殊的啊 他怎么敢 去想象啊 要那个公民呢 那么像这些人啊 我们看的就是真的是老实人啊 都不会去忘求的 这是 知足常乐的 那么圣约呢 说 如能朝夕送大悲众 何患无报呢 他说你就 不要吃牛肉 不要吃狗肉 那么这个先生呢 就是应该还没有吃常树 一般啊 这个借牛犬啊 一般我们民间这个算命先生啊 都会讲啊 你这个八字不适合吃牛肉 不适合吃狗肉 你吃牛肉吃狗肉 会冲到你的财库 你那个钱财啊 会不会冲掉啊 我以前也常常听那个算命先生啊 常常给人家这么算啊 那听多了我也学会了 看到了 你不能吃牛肉不能吃狗肉 你财库被冲掉 你就没钱了 你就穷了 常常听那个算命的 那个以前啊 我年轻的时候啊 很喜欢去逛街 那个逛街不是现在逛百货公司 那个时候我们 十几岁的时候住在旺伐 那时候我母亲在那边做生意 那那个广州街啊 龙山国小那个广州街 那个 那个路边啊 都每天晚上都有人排那个路边摊 所以快步出 放下去 卖药啦 什么药都有 补药了 我也被骗了不少 他那个药啊 什么苦瓜丹啊 吃的就像鲜丹一样 我真的被骗不少 什么苦瓜丹啊 什么黑药丸啊 什么硬工散那一类的 我吃的可多了 那么也有遇到一个道士啊 欠善的 那个姓李啊 宜兰人 现在不小孩在不在 那个是欠善的 他一个铺一个布 然后放个檀香炉 然后欠善 那么我们就站在那边 不能就蹲在那边听 听他欠善 有时候呢 没有人啊 我一个人去 就是他的 第一个听众 然后那时候蹲在路边 然后后来看 有一些路过的路人啊 看到有人蹲在那边啊 就走过来 我也带了不少听众啊 后来就围了一堆啦 那叫做欠善 那么那些看向算命的 还有那个鸟啊 他这个那个拙那个那个 智的啊 还有算什么姓名学的 啊 那个我年轻的时候很好奇 哎呀 都去看啊 那么也常常看到那些算命先生 那算命先生 哦那个真的一条街啊 三教九流什么什么都有啊 有练武术的 有算命的 看向的 卖药的啊 一条街都是 一条街都是 所以我常常听人家讲啊 听那个算命先生啊 你不能吃狗肉啦 不能吃丁肉 那也常常听有一些老人讲 那么这个曹承秀呢 照这个 这个文来看呢 他应该不是吃常树的 如果吃常树 你什么都不吃了嘛 就不必特别给他挑什么牛肉 狗肉嘛 反正什么肉都不吃了嘛 那挑牛肉狗肉呢 那就是一般人他有吃肉 那就是你不要吃牛肉跟狗肉 可见的他还是有吃 不是吃 吃常树的 但是 所以欠他你吃肉 但是牛肉狗肉不要吃 那么为什么呢 因为以前这个牛啊 大部分是羹牛 以前的牛有两种 以前那个乳牛很少 现在呢才有 这个乳牛啊 是从西洋引进来的 西洋引进来 像澳洲呢就很多了 那挤牛奶的 以前很少不多 因为以前的人不吃牛奶 现在小孩都要吃牛奶 以前人都吃冷奶 所以那个乳牛就很少 不像现在这么多 那么大部分的牛呢 一个是水牛 一个是防牛 那么水牛就是给人耕田的 防牛呢给人家拉车的 这个小时候我看到的都是这样 那个防牛啊 都是拉一个牛车 那水牛啊就是在田里耕田 那么等于说这个牛呢替人啊工作的 那么这个牛老了 不能继续工作了 那就把他杀来吃了 那么这个在佛法来讲啊 就是很没有慈悲心啊 他给你辛苦的工作 一辈子 难道老了不能做了 就把他杀来吃他的肉 这疑心和仁呢 所以这个耕牛呢 防牛都是为人工作的 不应该去吃他的肉 因为他对人有贡献的嘛 所以吃的那个就 罪过就比较大 那么钱啊就是狗 狗是给人看门的 这个狗啊是最忠实的 给人看家的 那你吃他的肉 那也是说不过去的 所以这个吃牛肉吃狗肉 这个罪过就比较重 所以算命先生啊 常常劝人啊 你不要吃牛肉啊 不要吃狗肉啊 这个会冲到你的财库 那么也就是说 对他整个前途来讲啊 都会受到影响 那么这个曹承秀先生啊 他也接受这个出家人啊 劝他了 就是不吃牛肉不吃狗肉 然后他说呢 他也没有什么能力啦 那怎么敢希望有功名呢 那个僧就给他讲 如能朝夕送大悲咒 如果你早晚啊 都能送大悲咒 何患无报呢 那你念大悲咒呢 你不要怕没有这个果报 那就是说呢 受不吃牛肉不吃狗肉这一条戒 这个受这一条戒 然后呢 送咒无鉴 就是送大悲咒呢 就是天天啊 没有鉴断 每一天都按时送纵 临场若有神助 这考试临场有科考 这个文武都有科考 那么考试的时候 仿佛好像有神在旁边给他帮助 不数年观千种 不数年就没有几年他做到千种 千种就管一千个人 管一千个人 官位相当大 等于现在的这个军队里面的团长 管一千个人 这个是乾隆十二年 他自己记载的这段事情 那么这个都是送大悲咒 求得财富 求得官位 那么第四个是求男女 这个男女主要呢 就是儿女这一类的 那么求儿女啊 我们看了凡世信啊 这个杨了凡先生呢 孔先生给他算命啊 他命中没有儿女的命 那么命中没有儿女啊 在中国传统的观念啊 就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就是 最不孝的事情就是 你没有后代 你家就到你这一代就为止了 你没有再继续传宗接代了 所以一般传统观念啊 对这个子女啊 就特别的一个重视 那么没有后代的人啊 一般讲就是这个人大概很缺德啦 很缺德所以他就没后代了 这是一方面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 也有他这个人呢 都是做好事的 也没有儿女 那造恶业的没有儿女呢 就是说这个人缺德 做好事的怎么也没有儿女 这个安事前书也有解释 做好事没有儿女呢 他是享受轻浮 享受轻浮 他不是不想有儿女 是因为没有那个缘 所以他想这个轻浮 但是呢如果你想要求啊 求观音菩萨呢 菩萨也会 这个普门品啦 观音菩萨 认言经耳根言通章 这个都有明显的经文啦 求男女得男女 你要求男的 男的 求女的有女的 所以这个 观音像啊 有一个发像是送子观音 送子观音 观音的发像很多种 其中有一个送子观音 那么这个求长寿 求父劳 求官位求男女 你现在了凡啦 先生他原来没有儿子的 没有儿子的 后来呢有两个儿子 后来做了很大的观 也都满愿啦 那么你念大悲咒啊 当然要求这个 或者念观音菩萨 拜观音菩萨 求都能满这个愿 那么 观音菩萨能够满众生的愿的事情 非常之多 因为我们生活当中啊 方方面面的 众生所需求的 每一个人不一样 每个阶段也不一样 个人求的愿望啊不同 所以求的愿太多了 那太多呢 他就用表法的 做这个千手千脸观音菩萨 一千只手 那每一只手就 有哪一样东西 这个表示呢 你无量无边的愿望啊 都能满愿 表这个意思 所以颂慈大悲神咒啊 意欲所求皆需称顺 都能够满你的愿 那么这一第十二种善生啊 我们就讲到这里 这个所求的事情太多了 我们举出几个来代表 我们接着看第十三种善生 十三则龙天善神恒常拥护 这个龙啊 天龙八部 这个护法善神啊 恒常拥护 就是常常来保护你 那么刚才讲那个公案啊 那个逢生啊 掉到水里面去啊 被海龙王救起来 还带他到水府 带到他那个海龙王那个王府 这个就是龙啊 大家如果有去普罗山 现在普罗山做得非常壮观啊 你去拜那个观念菩萨后面啊 有一个墙壁啊 都是磕那个龙的 龙头的 龙天善神恒常拥护 你念大悲咒啊 这些龙天善神啊 都会来给你保护 我们刚才讲的那个逢生那个公案 就是一个其中一个例子 因为龙天善神啊 都扶持这个佛法 扶持佛法 那么如果真正啊 在佛门里面修学的人啊 他都会扶持 这个拥护啊 拥位啊 位是保卫 拥护保卫 就是我们一般讲的保佑啦 得到保佑 这是念大悲咒的第十三种利益 这个也是我们一般人啊 所需求的 你看日本东京啊 那个全草观音 那全草观音也是过去很灵感的 日本常常地震啊 火灾啦 他那个全草观音啊 那个香火啊 非常旺 香火很旺 不会输给我们万法龙三世 万法龙三世也是共观音的 日本那个全草观音啊 我每次到东京去啊 那么都有时间的出去拜拜 我现在在讲观音经嘛 这个观音菩萨的地方啊 多拜拜啊 这个全草观音啊 不但年纪大的人拜的 年轻的学生很多 大部分我去看的都是大概高中生 高中的男生女生去拜了很多 去拜了很多 他们烧香啊 外面也是一个大香炉 然后烧香 那我们台湾比较没有这种风俗 日本比较有这个风俗 他那个烧香啊 在观音菩萨那个广场 烧那个香 看那些学生啊 哇香香放下去 然后就把那个香灰啊 往自己身上这样拨 哇 我就学他们啊 放下去 我也是这样拨 哇 加持加持 那么他那个香炉啊 外面写个 苏杰罗龙王 苏杰罗龙王 大家如果读到十三夜道经 那么你就知道 苏杰罗龙王 他那个香炉就刻那个字啊 苏杰罗龙王 可见得这个 你拜观音菩萨罗龙王啊 他天龙八部 善神都会来扶持 来拥护 来保卫我们 那么在前草官 他那边也有抽签了 他那个抽签的 不是我们这个用宝贝的 他是用日币啊 然后放进用电动的 我也常常去抽 抽出来 然后这个是上上签 还是下下签 如果下下签啊 他就绑在外面那一个 绑在外面那个 有一条好像 铁线这样拉着 你就绑下下签了 不好的签就绑在那里 那我说为什么绑在那里呢 怎么不带回去呢 他说这个不好的不要带回去 绑在这边啦 观音菩萨就不用化解啦 我说是这样 那好的带回去啊 那不好的绑在那边啦 观音菩萨就给我们 消灾解恶啦 那总是我们念观音菩萨念大悲壮总是 有好处 这个我们一定要相信 不要怀疑 这是第十三种善生 你所生之处啊 都有这些隆天善神啊 这个不离的来拥护你 来保卫你 让你啊 能够 消灾免难 一生平安 一生平安 我们再看下面啊 十四则 所生之处 见佛文法 我们 言十五把它念下去 十五则 所闻正法物圣生意 这两个啦 就是见佛文法 所闻正法物圣生意 这两种善生啊 是有相关的 那么这两个 两种善生是最重要的 我们去往生的世界 触所 如果没有佛法呢 那么我们 就不能继续学佛了 就不能继续学佛 就是我们 学佛法的 这个就会中断 就间隔中断 那么一般啊 这个 如果生在边地 你就见不到佛法 没有佛法的地方 所以佛经讲 生在中国 那个中国呢 不是现在我们讲这个 国家的名称 他的中国的意思就是 有佛法 当中的国家 你生在有佛法 当中的 之中的佛家 佛家呢 就叫生在中国 那么所生之处见佛 这个见佛 这个是最难得 你能够见到佛 闻到佛法 那必定能 能断烦恼 能开悟 能了生死出三界 他说见佛呢 不容易啊 见佛不容易 这个见佛呢必须有善根 福德因缘 有善根福德因缘 才能见到 如果没有善根福德因缘呢 你就是跟佛出生在同一个时代 同一个地区 你都见不到 你看啊 经典上佛给我们讲啊 释迦摩尼佛当年在印度 王瑟臣啊 讲经时间很长 讲了很久 在那边讲了很多经 那住的时间啊 就相当长 这个 这个王瑟臣是很大的一个城市 那释迦摩尼佛住在那边讲经讲了很久 有三分之一的人啊 见过释迦摩尼佛 就见过面 有看过 见到 另外有三分之一的人呢 听说有这个人 没见过面 没有见到 听说了 另外有三分之一的人呢 人听说都没听说过 那么同样在住在一个城市 个人因缘不一样 个人的善根福德因缘不一样 有的人能见到佛啦 有的人听说有佛这个人 没见过 有的连听说都没听说过 我不知道 所以见佛文化呢 必须有善根深厚的善根福德因缘 你才能见到佛 才能闻到佛法 那么我们佛门有一句话讲啊 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啊 我们在六道里面生死轮回呢 要轮回到人道来啊 这很难得 机会呢很少 佛在经上也给我们比喻 这个 爪上土跟地上土 有一天佛在地上抓一把泥土 然后再丢到地上 那这个指甲缝里面啊 还有残留一些泥土 问阿兰说 你看啊 我这个指甲缝的土多 还是地上那个土多 阿兰说当然地上的土多啦 这个不存比例啊 剩下指甲缝那个很少很少啊 佛就用这个比喻啊 说人啊 撕掉人生 再得到人生这个机会 就像指甲上的土 机会 机力这么少 撕掉人生的机力啊 剁三二道的像大地的土那么多 所以六道轮回呢 要伸到人道来啊 很难得 机会很少 时间很短 大部分的时间啊 三二道多 那么我们会有一个 疑问啊 为什么呢 因为呢 造恶业 我们不要说其他的恶业 刚十二业呢 第一条啊 杀生这一条 你看现在世间呢 除了学佛的人知道说不要杀生 不可以杀生 那一般没有学佛的人 他知道杀人有罪 杀生他觉得是正常的 但是不是正常的 那有果报的 杀生的要剁三二道啊 杨死为人人死为羊啊 光一条就够了 其他的恶业不用讲 你看现在呢 全地球啊 一天要杀生杀多少 如果我们没有仔细去想啊 不可怕 一直去想啊 真的很恐怖 所以 六道轮回啊 得人生 不容易啊 那么到人到来啦 能够闻到佛法 有几个人呢 有几个人在一生当中他能 能见佛能闻法 现在佛不在啦 你说闻到佛法的人 有几个 全球啊 现在有六七十亿的人口 你去 调查一下 那学佛的人 毕竟还是少数 现在呢 统计啊 就是大臣小臣 显宗密教 所有的佛教徒啊 听说是排 大概排第三名的 排第三名 在宗教啊 现在排第三名 第一名大概是 天主教跟基督教 合起来是第一名 第二名就伊斯兰教 第三名啊 佛教 大概有四五亿人 四五亿人 那么六七十亿四五亿人 这个比例也很娴殊的 说明啊 你接触到佛法的人啊 你就 学习佛法的人 还是少数 那么深入的就更少 所以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啊 要闻法呢 就更难 或者呢 他遇到了他不相信啊 他不能接受啊 遇到等于没有遇到啊 所以我们 敬老和尚啊 常讲啊 他如果这辈子没有遇到方东美教授 他这辈子不可能去接触佛教 因为 从小在学校老师就灌输他们的观念 佛教是迷信 而且啊 而且啊是多神教 一级宗教 灌输他们这个观念 那老师教的啊 先入为主啊 后来到台湾来啊 他想学哲学 跟方东美教授学 方教授告诉他呢 这个佛法是全世界哲学最高峰 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他感到非常惊讶 他是这样的因言啊 方教授欠了他 学佛 如果别人欠恐怕他也很难接受 他如果没有遇到方老师啊 他这辈子可能就 不会学佛了 今天也不可能有这么高的一个成就 成为一代高僧啊 也不可能 这个难了 所以善根福德因言缺一不可 多善根多福德多因言 才能够见佛文法 那么如果你持诵大悲神众 那么这个 你生生世世都能见佛文法 你中了深厚的善根了 这是第十四种善生 那么十五则呢 所闻正法物圣生意 所闻正法 我们注意这个正法两个字 我们注意正法两个字 为什么这里讲到所闻正法 那么上面这一条是见佛文法 那么文法当中呢 这个法当中也有正法 也有邪法 怎么佛 佛门里面也有邪法 太多了 任言经佛给我们讲啊 末法时期啊 邪师说法如恒和啥 那么外面的外道呢 你比较容易 辨别 佛门里面的 外道 邪法 你就 不容易辨别了 很多人好心邪佛啊 邪的不是正法 他学的不正确 学偏了 学了 学知学见 他遇到学师了 那么遇到学师 那么听学师的 那总是个人的业障 你跟他讲正法 他听不进去 跟他讲学法 他一听就接受 所以过去我们牢上常讲 现在人听骗不听劝 骗他 他很容易就接受了 劝他跟他讲真话呢 他 他都听不进去 所以有一年他在美国啊 他说这个 有一些 邪佛的 一些邪佛的人 去 找他 像在旧金山的样子 像在旧金山的样子 所以请我们牢上给他们印证 说这个 印证他们已经开悟了 那么牢上就给他讲了 他说 你们都没有开悟啊 他们这几个人听了就心里很不高兴 他说某某那些什么佛佛上师 都说我们开悟啊 你怎么说我们没开悟呢 我们老上跟他讲啊 他说 我自己都没开悟 你来问我这个没开悟的 那肯定你是也还没有开悟吧 哈哈 所以现在人啊就是他 真话呢他听不进去 那个 骗他的 他很容易啊就棘手了 所以闻了要闻到正法 不容易 往往啊这个正法呢 讲正法的善知识受到排挤 受到毁谤 受到攻击 受到污蔑啊 这个是在末法时期啊 很平常的事情 所以就必须要大力的护法来扶持 才能够真正去弘扬正法 那么有言有善歌的人 也才有机会听闻正法 你听闻正法呢 才能悟甚深意 啊 佛的义里深广无尽 啊 那么你诵词大悲神咒 所闻到的正法都能够悟甚深的义里 那么我们人生在世间啊 闻佛正法是最难得最可贵的 所以佛在监力经也给我们讲啊 监力经云 佛告阿难 其有好心啊 善意之人 文佛明法 一心而听 能一日渴 一日不能半日渴 半日不能一时渴 一时不能半时渴 半时不能虚余渴 其乎不可量不可欲也 这个是监力经佛讲的 后给阿难讲啊 有人好心啊 善意的人 啊 那么来听闻佛法 希望啊明白佛法的道理 一心而听 一心以来来听 听这个佛法 那么能一日渴 这个一日就是一天啊 我们一天现在讲说二十小时 你这一辈子你这一生啊 就听二十四小时 听过二十四小时 这样 你这辈子就没有白来啦 渴就是可以啦 那么一日不能半日渴啊 所以你不能听一日 一日二十小时 那半日就十二个小时 十二个小时也可以 那半日不能一时渴 古代印度啊 啊 昼夜呢 他分为六十 啊就是现在二十小时 那我们中国人啊 啊 昼夜分为十二个时辰 啊古代中国这个一个时辰等于现在两个小时 啊那么印度的一时啊 啊就是现在的六个小时 啊就六个小时 啊所以 啊就是 半日不能啊一时渴 一时渴 一时渴 一时就 六个小时啊 啊一时不能啊半时渴 半时渴 半时就 一时不能啊半时渴 一时啊一时是四个小时 啊四个小时 啊四个小时 啊那半时 就是四个小时 啊一时四个小时 半时是两个小时 啊印度的半时就是等于中国的一个时辰 啊现在的两个小时啊就 你不能 不能听四个小时 那么两个小时也可以 那小两个小时还不行 虚于可 虚于就是啊 五分钟十分钟 啊一下子 啊你能够听到佛经佛法 那也可以 啊就你一生当中啊 啊就只有听这么一次 啊 祈福不可量不可义 这个福报啊 不可施量也不不可比喻 啊那么我们乍听起来好像 这个是不是讲得太夸张了 啊就听那么一点点时间 那个福就不可义不可量 啊这个金刚经啊 啊佛有比 啊我们 读了金刚经就知道 啊如果有人用七宝布施啊 满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宝布施给三千大千世界所有的人 啊这个福报大不大呢太大了 啊我们先不要说三千大千世界了啊 啊那个是天文数字啊啊 啊就讲这么一个地球的七宝就不得了啦 啊三千大千世界 那福报有多大呢太大太大了 啊但是呢这个福报呢不如有人啊 为人远说一世纪记 啊那个福报啊超过这个三千大千世界七宝布施的福报 啊不能相提并论 无法相比的 那我们听佛这个比较呢似乎好像 啊我们不能理解 有这么大的福报吗 啊我们敬老和尚啊在讲习当中也把这个事情给我们分析了 啊我们一听哎呀也就明白了 这个佛的正法呢你听闻一记一记 啊如果你真听懂了 能依教奉行那你这一生就成佛了 成佛有 啊成佛不但啊 吊生死出三戒同时也出十法戒了 啊成了佛呢 他那个福报是自信的 尽虚空骗法界无有穷尽的 那你跟六道里面的福报你怎么比跟他都无法去相提并论的 啊所以这样一分析啊那我们就明白了佛讲的一点都不夸张 事实就是这样 啊所以我们也不要小看啦 哎他这一生啊只听个几句佛法 都很难得 啊因为这几句佛法 中了他这一生不能得度呢 也给他种了善根啦 啊所谓一立而根啊勇为道种 那么来生来世啊他这个善根成长成熟 这个就是他将来得度的一个种子 善根种子依这个来得度 啊所以我们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啊 我们得到人生能够闻佛正法 悟圣生意 这是最可贵的一桩大事 啊但一般人啊他不了解 啊他不了解 啊所以 一切供养中法供养为罪 啊在普贤行验品里面啊 这个 普贤菩萨也给我们讲 啊所有的供养当中呢 以佛法来供养 大众 啊是最可贵的 最殊胜的 啊也是这个功德利益啊 最殊胜最严满的 那现在我们闻到净土法门啊 念这句南无阿弥陀佛 那这句佛号啊 那真的是 无上之宝啊 那你就不认识字的 你能老实念啊 他就能成佛了 啊你 你看这个海贤老上他的表法 就是他表这个法 啊他也 不懂什么经什么 奏啊他什么都不懂 啊他剃度啊 他师父只教他念 南无阿弥陀佛 他就老实念 做苦工 修苦行 啊 持戒念佛 啊 老老实实啊 修了九十年 啊 往生的时候啊 表演啊 给我们看 啊那这个是 所有世间福报啊 所有世间福报啊 所有世间福报啊无法相比的 所以所闻正法物圣生意 啊这是 啊这是 慈颂大悲咒的一个 殊胜佛报 啊那十五种善生啊 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啊 我们接着看下面这一段 总结啊 若有颂慈大悲心陀罗尼泽 得如是等十五种善生也 一切天人应藏颂词 一切天人应藏颂词 背诵啊没有看这个文啊 诵叫背诵 看这个文叫读诵 啊那么你有念这个腔调的念诵 啊这个是诵 那么词就是受词 受词 那么受词啊你必须懂一点道理 才能受词 这个后面啊 这个观念菩萨呢 说的这个咒后面啊 啊会把这个咒的 大概的意思啊 给我们 说明 啊那个就是叫我们要 受词的 读诵受词 为人也说 啊这个大神经啊 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经文 啊所以这个 这个 假若有诵词大悲心托罗尼奏的人 啊这个词是指人 得如是等 十五种善生也 那么得如是等啊 等这个字呢 就是包括还有其他的 因为这个经文啊 他只是举出这十五种 十五种善生 实际上啊不止这十五种 如果展开来讲啊可以说无量无边啊 但是归拿来讲 比较好讲 啊所以这个等啊 啊 是 不止这十五种 啊这个意思就是不止这十五种 啊 非常多了 啊 善生啊 这个善 我们 往生的 啊 触手 啊 有这十五种善言 啊 包括其他的善言 那么所有善言当中啊 啊 这个 见佛闻法啊 啊 所闻正法 悟生生意 啊 这个是最主要的 也最重要的 啊 啊 见佛必定闻法 啊 啊 那么 每一个人根基不一样 啊 只要见到佛 那么佛 讲的法 都是 对我们自己的根基 啊 所以一切天人应常颂词 勿生懈怠 啊 要精进的受词 必定能得到这十五种善神殊胜的果报 好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学习到这一段 啊 下面呢 我们后天晚上 啊 同个时间 再来学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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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 啊 啊 啊 阿彌陀佛 請大家翻開經本第二十二頁 我們從最後一行看起 觀世音菩薩說是語語 我們從這句經文看起 二十二月最後一行 那麼這個一句經文 觀世音菩薩說是語語 就是說了上面的話以後 上面觀世音菩薩給我們說了 這個 宋慈 大悲心 陀羅尼 哲 得如是等十五種善生也 勸一切天人應場送辭物生懈怠 就是要努力用功的來送辭大悲眾 不要懈怠 不要懈怠 這個是很重要的 因為我們不管修學什麼法門 我們凡夫很容易會懈怠 常常會間斷 會忘記 所以必須要精進 那麽特別一個人自己修 在我們現前這個時代很容易懈怠 因此 因此 佛教在 唐朝中夜 就 開始提倡 共修 所謂啊 建立叢林制度 正式的建立 在這個之前啊 也有共修了 但是沒有正規大規模的一個制度 到了常朝啊 百丈立青規 馬祖建叢林 那是 等於國家正式的 辦這個佛教大寫 那麼古叢林啊 提倡共修 主要他是依眾靠眾 大家互相依靠 就像我們現在呢 舉辦這個佛妻 共修法會的佛動 主要還是依眾靠眾 大家約了一個時間啊 在一起啊 比較不容易懈怠 如果自己一個人在家裡啊 往往啊 也就 不能啊 持續的 來用功 如果自己一個人 能提得起來啊 用功 那沒有參加共修啊 沒有關係 像最近我們敬老和尚啊 最近這幾天在大京柯著 一直讚嘆這個河南南洋 來佛寺 海賢老和尚 一百十二歲啊 一知十字自在往生 那麼他 也沒有學過什麼 經教 也沒有聽過經 也 沒有 辦過什麼法會 經燦佛事 什麼都沒有 出家 九十年啊 他的師父 只教他念一句 拿摩阿彌陀佛 念了九十年 除了念佛啊 就是 做苦工 吃的是苦 穿的是補 持戒念佛 真正是一個老實修行的人 每一天啊 三點就起來拜佛了 每一天啊 工作呢都做到很晚 一天啊 睡眠沒有幾個小時 身體很好 一百十二歲啊 往生前三天 還上訴去檢數 這個 有錄影錄下來 我們敬老和尚啊 交代大家呢 這個要多看 最少看三十遍 這個 光碟啊 大量啊 印來流通 因為老和尚啊 也等於是 給我們大家做一個很好的表法 等於 總結《無量壽經》 對一個 證明 做正傳 證明給我們看的 念佛的功德不可思議 念佛往生极樂 是真實的事情 那麼我們平常啊 講經 聽經 這是 信解 信解 信解的方面 那麼信解必須透過行政 才能得到經典上講的功德利益 如果只有信解沒有行政 還是得不到經上講的功德利益 那麼海賢老和尚 跟他的師弟海慶老法師 兩個人啊 就是 做出行政 修行正果 念佛人啊 往生淨土就是正果 給我們做一個證明 證實啊 經典上講的這樁事情 是真實不虛 非常可貴 修學任何法門啊 那麼都不能有懈戴 那麼懈戴啊 就修不成就 所以觀念菩薩呢 講完這十五種善生啊 我們希望啊 得到這十五種善生 當然啊 誦此大悲神咒啊 就勿生懈戴 那麼這句話呢 非常重要 那麼觀世音菩薩呢 說事宜宜 說完這個十五種善生啊 免十五種惡史啊 講過呢 這個宋慈大悲心 陀羅尼咒 的功德利益 這個說完之後呢 啊 下面呢 就是要正式給我們說這個咒 咒語 以眾會前合掌正助 以諸眾生起大悲心 開言 含笑 即說 如是廣大 圓滿 無愛 大悲心 大陀羅尼神廟章句 觀念菩薩呢 講了 宋慈大悲心 陀羅尼咒之後 能夠避免十五種惡史 可以得到十五種善生之後 那麼在大眾啊 這個法會面前啊 就合掌正助 那麼合掌啊 表恭敬 啊 這個正助啊 心 就是 正 啊 安住在這個波羅上面 啊 這個正助啊 就是金剛經講的 因無所助而生其心 叫正助 啊 金剛經講啊 佛給我們講 應如所交助 啊 那麼這個一句呢 它含有波羅的 意思在 為什麼 說含有波羅的意思呢 好 波羅呢 翻成中文意思是智慧的意思 那麼這個智慧呢 古大德沒有 翻成中文啊 主要怕大家混淆啦 因為我們中文的詞慧呢 也有智慧這個詞慧 但是我們一般啊 世俗講的智慧呢 就是世間的聰明才智 啊 這個人頭腦很好 很有才法 啊 啊 他的智商很高 啊 這個世間的聰明 才智啊 世間的聰明智慧 啊 那麼 那跟 佛在大神經講的這個波羅智慧 智慧 智慧的波羅智慧呢 那個是 不一樣的 啊 啊 這個世間的聰明才智呢 屬於知識 啊 現在講知識分子 佛在經上講的波羅是屬於智慧的智慧 那麼智慧從 智慧所生的 波羅智慧 智慧是從阿蘭也是所生的 那不一樣 那麼阿蘭也是旺心 真如智慧啊 才是真心 啊 這個 翻經的法師大德啊 怕大家 誤會 啊 把世間的聰明智慧啊 誤會為自性的波羅智慧 啊 所以他沒有翻成 智慧 用波羅 那麼講經啊 註解的時候在說明 這樣避免誤會 那麼為什麼 這一句 含有波羅的意思在 大家呢 常常念波羅心情 觀自在菩薩 行身波羅波羅蜜多時 照見五印皆空 度一切苦惡 那麼觀自在呢 是自受用 自己受用啊 就是波羅 照見五印皆空 自己啊 度一切苦惡啦 啊 那麼觀自因是對 利益眾生方面 啊 啊 啊 觀察 這個 事出事間 一切眾生 他的需要 他的痛苦 啊 啊 來幫助他 啊 是對眾生 什麼 啊 所以智力以利他 啊 觀思音啊 是對眾生 觀自在啊 對自己 啊 所以這個 以眾會前合掌正著 啊 這個 心正啊 安住在波羅智慧這個 上面 所以這個就是像 金剛經講的這個 因無所住而生其心 這個跟智行波羅智慧就相應了 啊 這個是我們 特別提出來 啊 給大家 做一個解釋 為什麼呢 因為下面這一句呢 遺諸眾生起大悲心 這個大悲心啊 是從哪裡生的 就是從自性波羅智慧裡面生的 啊 那麼 有了波羅智慧呢 升起的 慈悲心啊 才叫大悲心 啊 他這個大呢 不是大小對待的一個大 啊 他主要是 圓滿的意思 啊 無量無邊的意思 啊 因為沒有波羅智慧就不會有大悲心 啊 所以這個大悲心啊 菩薩才有 好 我們凡夫啊 惡臣 都沒有 沒有大悲心 那大悲心啊 明信見信啊 以上的這個菩薩才有大悲心 為什麼呢 他跟自性啊相應 啊自性是無量無邊的 啊 這個跟大悲心他才相應 啊 所以 大悲心他是從波羅智慧所生 啊 沒有波羅智慧就沒有大悲心 啊 那麼我們世間人啊 好像也有慈悲啊 啊 那個叫愛緣慈 啊 我們眾生的慈悲啊 叫愛緣慈 啊 這個愛緣慈啊 啊 就是說 他有分別執著的 啊 這個人啊 喜歡 我喜歡 我對他就慈悲 啊 那個人不喜歡 對他就不慈悲了 他有分別有執著 啊 對自己的而你慈悲 對別人而你他就 不慈悲了 啊 對自己而你照顧 對別人而你他就不照顧了 啊 那麼這個是屬於世間的愛緣慈 啊 他是這個 有分別執著的 啊 那麼 這個 明心見性的菩薩 啊 叫無言大此同底大悲 啊 啊 這個是明心見性才有 啊 還沒有明心見性啊 也沒有這個無言大此同體大悲 無言 就是沒有條件 啊 對任何眾生都是平等 很慈悲的 沒有分別沒有執著 沒有分別沒有執著 那麼這樣的心啊 才叫大悲心啊 那就不叫大悲心了 所以這個大悲心啊 是生於波羅智慧啊 啊 那麼 這個我們一定要知道啊 啊 跟我們一般啊 世間講的這個慈悲心啊 那是不一樣啊 啊 他是 建立在啊 啊 波羅智慧的基礎上 開言含笑啊 即說如是廣大圓滿無礙大悲心 大陀羅尼神妙葬季 那麼這個 陀羅尼約 我把它唸一遍 那麼這個祝音啊 不一定是很標準 大家看看 平常我們唸的 可能跟這個也有出路 不過這個沒有關係 那麼 何辣達怒 多辣葉也 那麼歐立也 佛魯絕地 受佛辣也 菩提撒度佛也 摩核撒度佛也 摩核佛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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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膽如達下 那麼西吉利多 伊蒙歐立也 佛魯極地 師佛也 佛也 佛也 努納錦池 西利摩核佛多沙咪 沙佛歐托 豆絲盆歐 摩核佛也 超過世因 薩菩薩多 娜摩佛喀 摩核佛 極地 歐咪 阿佛盧西 儒家帝 迦羅地 伊西地 摩核菩提撒度 撒婆 撒婆 摩拉 摩拉 摩西 摩西 立陀印 聚如 聚如 结盟 杜如 杜如 发舌耶地 摩河 发舌耶地 陀辣 陀辣 舍利你 死佛 辣也 遮辣 遮辣 摩摩 发 摩拉 目的地 宜兮 宜兮 实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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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拉 生 佛拉 舌利 发沙 翻身 佛拉 舌也 呼噜呼噜 摩拉 呼噜 呼噜 吸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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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堡帝 dared 菩提 doPerfect 菩陀 菩陀 迷蒂 利 努 摩拉 景持 摄利 舍利 爬佩 摩仪 标 술 脏 rearrange 摩 stare 摩 齊恥 吸 égal 知 勿佛ISE MU 垃 集洲 摩esar reject 摩 над � 摩拉 如節 摩 ensl 摩抹眼 摩托 摩耀 希臘 摩抹眼 碍胸 ヅ 哩 gere 摩巴阿 欧熙 頭耶 摩扎 喀吉拉 小踥羽 Hebrews 2 Marina 摩托 摩抹眼 Mayo型 摩扎 來 和復 gird�� 摩 第一番 茄辣也 瘦婆佛 摩婆利 聖節辣也 瘦婆佛 南摩荷辣達禄 多辣葉也 南摩歐利也 婆爐吉地 瘦婆辣也 瘦婆佛 翁西甸杜曼多辣 法陀也 瘦婆佛 這個一共有82記的咒語 那麼這個咒語 這個注音也好幾種 這個咒語要念得比較正確 這個要去請教這個密宗的上司 他們專門持咒的 會比較標準 一般像藏密 他們念得會比較標準 金剛上司傳授 會比較標準 但是這個咒從佛陀時代一直傳到現代 當然傳了這麼久 多多少少也會有一些出路 這個我們可以理解的 那麼你咒語能夠念得標準是最好 所謂三密相應 你這個咒語 花音標準 那麼與密相應 生與意三密 與密相應 那麼生結應 易觀想 那麼這個大悲咒啊 每一個念不一樣 而且台語有台語的念法 廣東話有廣東話的念法 那個音調也不一樣 那麼要念到 跟佛念的一樣標準 那恐怕 恐怕是 這個 很難辦到 這個如果有金剛上司傳授 會比較接近 會比較標準 那雖然我們念的花音並不見得標準 但是呢 過去黃念祖老吉士講 這個三密啊 如果有銀密相應啊 三密也都可以相應 現在呢 這個生密啊 這個結印啊 要有金剛上司傳授 我們也沒有學密 沒有金剛上司教我們 那語密呢 這個咒語的發音啊 未必標準 這個我們也很難取得相應 那麼現在呢 異密啊 是可以的 異密就是自誠心 恭敬心 你有誠心誠意的念 念到心清靜了 他異相應 異相應啊 身體他也就相應了 所以 黃念祖老吉士講啊 有一密相應啊 其他兩方面 兩個密啊 也會相相關的 它會相應 過去我聽人家講一個故事 一個公案 所以過去有個老太太 她也不認識字 那個觀念菩薩的心咒 Ong Ma Ni Ba Mi Hong 那麼現在我們念這個咒語 那個Ong啊 過去我們都念安 都念安 因為我們也不知道怎麼念 因為那個查字典啊 你也不好不能查 因為那個咒語啊 有很多不是我們世間的隱身 有很多是天人啊 六道的語言都有 那那些我們人間你怎麼去找 那些我們人間你怎麼去找 你找不到 所以大家都念安 那我在跟人家念啊 我也不懂啊 那老菩薩念安 我們就 反正少數服從多數嘛 他們都念安 我們一個人也跟著念安 那後來老婆上獎金跟我們講 說張家大師 張家大師 張家大師是密宗的 大德 他說Ong Ma Ni Ba Mi Hong 他獎金常常講 那我們就把它調過來 以前有個老太太呢 他也沒有人教他 他就看那個 大概這個用猜的 他念安 麻 你八咪 牛 那個口在一個牛 有邊讀邊 沒邊讀中間 就安 麻 你八咪 牛 他念的心很清靜 念很久 心很定 練到啊 他用兩個盤子 這個盤子有 放豆 那麼練到這個盤子的豆呢 會跳過來這個盤子 這樣跳過來 跳過來 那麼有一天 有一個人 他知道 走在那邊經過 聽到這個老太太 會唸 唸錯啦 那個不唸牛 那個唸 所以就跟他講 所以你那個 唸安 麻你八咪 牛 那個不對說 翁麻你八咪 那老太太說 好 那就改過來啦 改過來因為就改了不習慣 不習慣啦 第二天又 調整改過來 那個豆就不跳啦 因為他練不習慣 他心就 心就怪怪的亂了 後來那個人說 那你還 看到你怎麼今天練的 豆沒有跳呢 他說 因為現在練了 我一直想 我又練錯了 但是練以前那個很習慣 練錯了 所以 我這個心啊 就沒有以前那麼轉 因為可以想到這個 練錯了 那個人說 那你還是練 安麻你八咪牛好了 他又回 練安麻你八咪牛 他又開始跳了 那麼這個說明啊 他這個 翼啊 鑽啊 他也會有改定 這個叫翼蜜相應 有一蜜相應也可以 當然最標準是三蜜都相應 最標準三蜜相應 那麼觀世音菩薩說此咒語啊 大地六種震動 這個 這裡講六遍震動 那有的經典講六種震動 那個意思是一樣 意思一樣 這個 六種啊 六遍啊 是動擁震極火爆 六種 那麼這個震動呢 我們不能誤會啊 以為說是大地震啊 也說喔 觀念菩薩說這個咒 我們 整個大地啊 這是 大地震啊 那不就帶來災難了嗎 那不要說這個咒還好 一說這個咒就變成大地震 不是這個意思啊 這個千萬不能誤會 這個枕洞啊 它是一種類像 而且它這個枕洞啊 你沒有天臉通的人 你看不到 那麼我們沒有天臉通的人啊 這個六種震動啊 我們會感到很安詳很舒服 好像那個嬰兒啊 在那個搖籃啊 人家這樣搖啊搖啊 他沒有什麼感覺 他覺得很舒服 但是那個搖籃是在動 但是呢 他沒有什麼感覺 他覺得非常舒服 就像那個意思一樣 所以有時候啊 我們做法會啊 也會有六種震動 但是我們沒看到啊 有很多同修有很多感覺 但是可能我業障比較重啊 比較遲鈍啊 感覺比較慢 但是有時候我們法會做下來 會感覺說身心很感覺很清安很舒服 感覺磁場很好 那個就是六種震動 那個意思 那麼如果你清淨心比較 深 功夫比較深啊 你的 你的靈感度就更靈敏 心裂清淨啊 你的感應啊就越靈敏 那麼業障重啊 他就沒感覺 那業障比較輕的感覺就比較明顯 那感覺比較明顯 那麼這些瑞相啊 天玉寶花冰分而下 天玉寶花 這個天啊 好像那個花呢 像下雨一樣這樣下來 好 這個意啊 是一個動詞 那冰分啊 這形容啊 非常的美麗 這樣 落下來 那麼這個也是有神通的人才看得到 我們一般凡夫 也看不到 但是看不到呢 總是會有一些 類像啊 我們不能明顯看到 但是我們會感觸到 或者在我們的肉眼範圍之內內 我們會看到比較 特殊的 一些現象 像我們現在做法會啦 每到一個地方啊 都有一些同修啊 他特別去拍天空 天空啊 有很多銀彩 陽光 各方面的一些比較特殊的景象 都拍下來 有的甚至拍的 那個銀彩啊 也像佛像一樣 天空上的銀 那麼如果同修拍這個呢 我就用地藏經來跟他們解釋啦 我說地藏經有講啊 這個佛啊 還沒有講經啊 先向這個 大光明銀 大吉祥光明銀 大功德光明銀 大福德光明銀 大讚嘆光明銀 大三昧光明銀 我說那個都是那些光明銀 所以他們拍下來啊 佛經也能找到一句 所以有一些啊 他那個銀彩的確是 一個銳像 所以我們可以拿地藏經啊 我們沒神通不知道 就拿地藏經來對照一下 看那一朵是哪一種光明銀 這樣有經典的依據啊 人家也才不會說我們自己在亂講 像自己在用猜的 因為有佛經啊 作為一個佐證 這樣啊 也比較好 那麼十方諸佛西皆歡喜 佛為什麼歡喜 因為菩薩度眾生 幫助眾生離苦得樂 這是一切諸佛共同的願望 那麼現在觀念菩薩呢 他能夠幫助眾生離苦得樂 當然啊 也滿十方諸佛的本願 跟十方諸佛啊 這個眾生無邊試願度 這個本願啊都相應 自然啊 十方諸佛西皆歡喜 沒有一尊佛不歡喜 天魔外道恐怖毛束 那天魔外道呢 他就很恐怖啦 他的毛都束起來了 為什麼 觀念菩薩說這個咒 十方諸佛西皆歡喜 那天魔外道他就恐怖毛束呢 怎麼那個感覺不一樣呢 反應不一樣呢 因為天魔外道呢 還沒覺悟嘛 他還沒有覺悟 沒有覺悟啊 他感覺很恐怖 那麼這個觀念菩薩 說了這個咒之後啊 那個天魔外道啦 那個恐怖毛束啊 我們也沒看到 十方諸佛西皆歡喜 我們也沒看到 但是這兩句啊 我們可以用在我們人間 可以看到的 可以體會到 可以感受到的 比如說我們 講經說法 你說正法 那麼這個真正要 學佛修行的人呢 他聽了會歡喜 接受 他很樂意啊 他聽得進去 啊 講這個正法 正確的 啊 像我們敬老和尚啊 一身講經說法 他都講真話 那講真話呢 真修行的人他 他聽得進去 真想要修的人啊 他就 能接受 那不是真正要修行的人啊 他就聽不進去 他聽了他就生煩惱 甚至排斥 啊 現在呢 毀謗攻擊的人一大堆 那個就是 恐怖毛術嘛 為什麼會恐怖呢 因為他迷惑顛倒嘛 啊 你影響他的利益嘛 他就恐怖啦 比如說我們老上 過去講經常講 他說 和尚不作怪 即使不來拜 那一般的試驗啊 一些出家的法師啊 有人聽了他就 很不以為難了 那不以為難他還好 不以為難就是 那我聽不進去 你講你的 那我做我的 那有的人反彈就比較厲害了 他就起來攻擊了 為什麼攻擊呢 因為 擋到他的財路 大家都聽你講經啦 那我四面信徒大家都不來啦 那我就沒收入啦 我這個供養就 減少了就沒有啦 所以 很多試驗的法師就起來攻擊了 很多試驗的法師就起來攻擊了 而且把這句話呢 他的嚴厲呢 把他扭曲掉了 那麼老上講經 他是根據經典上講的 那麼真正要修行的人啊 就必須要聽佛講的 真正要修行聽了會很歡喜 以我個人來講啊 就是師父罵我的話 我也聽了也很 我也很樂意聽他罵 因為我知道這是對我好嘛 這是講真話嘛 所以有一年啊 老上 在 新加坡獎金 1997年 就韓館長往生那一年 下半年 韓館長是3月5號 昨天給他做這個紀念 紀念 然後他在講大方廣佛法延經啊 就說我要跟館長的兒子爭道場 準備一批人跟他爭 後來那個日生的老闆 蔡老闆 這個牢上在罵你啊 那一段要不要剪掉 我說你拿來給我聽看看 那牢上講我要跟人家爭 我說這件不要剪 我說你再個別啊 幫我做一千剪錄音帶流通 個別流通 怕人家聽大步也聽不到啊 那一片他比較聽得清楚 個別流通 那麼我就外面再寫一寫 說牢上是為了地質好啊 不要跟人家爭 不要落明文立揚 這個修行啊 就有障礙 他是好話 不是壞話 不要把他聽成壞話 所以我聽了覺得我很能接受 因為是 有則改之無則加冕嘛 我是沒有那個心跟人家爭 但是師長總是 擔心自己的弟子啊 有這個念頭 有這個行為 那麼我們 要提醒自己 實際上啊 我也不會跟他爭什麼 要爭啦 當然我比較優勢嘛 實際上啊 我早就給牢上表明啊 我們出家修行啦 師傅平常在獎金勸我們 我也在寫獎金也在勸大家 我怎麼可能再去跟他爭這個 啊 那麼這個 我就特別流通啊 啊 我也不會排斥也不會不接受 所以那個蔡老闆啊 說 問我要不要剪掉 我說你不要剪 不但不要剪啦 再做一千千流通 啊 那麼如果 不能接受呢 他就會排斥了 啊 所以現在很多寺廟的法師啊 這個 他聽了他 聽了他很反彈 啊 所以早年我還沒有出家的時候啊 我聽 我們牢上啊 他早年啊 在 好像在嘉義啊 梅山禪林寺 好像講過一次 禪林寶訓 是禪中的 那個禪林寶訓啊講的 等 等於是戒律 那講的啊 都是 古來祖師大德啊 這個 教導啊 勸勉這些 參禪人的一些 開示 還有一些歷史的教訓 那有一些法師聽了 他就不舒服啦 啊 就給我們牢上啊發出警告 他說你如果再講禪林寶訓啊 要給你修禮 啊 要修禮啊 那為什麼 他們要修禮呢 因為聽了 衝到他的地 擋到人家財路 啊 不是真正修行的人 他的反應 必然是這樣 真正修行的人 他聽了歡喜啊 這個 正好是爭對我的毛病啊 啊 會很樂意的來接受 啊 那麼這個跟十方諸佛就相應了 諸佛就歡喜了 啊 那麼如果不能 接受佛菩薩的勸導 啊 聽了反而排斥 啊 不接受 啊 就像天魔外道一樣恐怖毛述 你講到這個 哎呀這個很恐怖啊 這個 怎麼可以聽你的 啊 所以有很多試驗啊 不准放我們牢上的錄音袋啊 不准他們試驗的 圖眾去聽啊 啊 在大陸 在台灣 在海外都有 那為什麼呢 那他聽了 到時候這些信徒不來啦 那供養就沒有啦 這個這個信徒被拉跑了 他就很恐怖啦 這真的是恐怖毛術啦 啊 啊那麼我的 原則啊 聽經啊 我們 我的原則這個信徒復法啊 我們是秉持一個 來著不去 去著不留 啊 我們牢上來也是這種態度 啊 你喜歡來 啊你能接受 我們非常翻顏 啊 你不能接受啊 啊 我們也不勉強 啊 啊勉強啊 就生煩惱 啊你 不喜歡啊 不願意來 啊 那你可以找你喜歡的道場 啊 啊 因為各有因緣嘛 啊這個也不能勉強 啊但是呢 你 願意來我們隨時都翻顏 啊你去其他的道場再來我們也翻顏 我們都沒有給人家任何的限制 喔你來我這裡就不可以去那一間 不可以去那一間 喔我去那一間回來就要被修理 啊我們不要給人家這種限制 啊我們只是根據牢上講經教學的一個勸導 啊就是說你真正要修學啊 一門深入常識心修 啊聽一家之言 你不要聽的太多啦 聽的太多呢你頭腦很複雜 這個法師這麼講也對 那個法師那麼講也對 啊聽一個一條路 聽兩個 這個 兩條路啊 聽三個三叉路 聽四個十字路 聽七八個的亂七八糟的八九條路 到最後你就不曉得該聽哪一個 那你修學這一聲就浪費時間了 啊是這樣的一個建議 啊也只能說建立 也不能硬性規定 啊因為 我們對一般的 居士啊 也沒有那個責任跟義務 你看李老師 給我們 老上 約法三章 約法三章 他去拜他為師 要跟他學經教 他提出三個條件 第一個條件呢 你以前學的呢 全部先放下 我都一概不承認 不管你聽誰的跟誰學的 都放下 從今天啊 開始啊 跟我學 第二個呢 任何的法師大德講經都不准聽 啊只能聽李老師一個人的 第三個條件呢 他要看什麼書啊 看什麼經 都要先向老師報告 老師允許他才能看 不允許就不能看 開出這三個條件 那這三個條件呢 他乍想起來 喔這個老師好像蠻 蠻致富的啊 好像天下只有他一個人行 別人都不行啊 啊後來呢 又是仰慕他的 那個 德學 就答應下來 那接下來呢 這個三個條件啊 李老師講啊 他說這三個條件是有期限的 五年 他說遵守五年 那五年以後就沒有這個限制了 那麼他遵守了半年啊 覺得心比以前親近多啦 比較沒那麼複雜啦 因為以前聽了這裡聽那裡聽 這裡看那裡看 看了很多 啊這個雜亂無章啊 然後遵守半年 這個 真的喔 心比較親近啊 智慧啊 也比以前提神了 才知道這個好處 後來遵守五年之後啊 他自己在 李老師的 要求只有五年 後面呢 他自己 主動加五年 遵守十年 遵守十年 那麼現在呢 我們牢上 對我們這些弟子啊 他沒有像李老師那樣要求我們 那因為他不敢要求 怕要求人家跑掉 他只有在講習當中啊 勸 他是用勸的 說明的 說出他自己修學的一個經過 得到的這些好處 跟我們分享 他用勸的 他用勸的 那麼從以前啊 我聽他講經四十五年啊 好像他講了四十幾年啊 每一年幾乎都有講過 那不厭其煩的一直講 當然這個表示他非常重要 所以啊 我們 在圖書館啊 我自己個人 這個 這個 條件啊 我那天給盧以為居士講啊 我說 我也遵守四十五年了 我不是十年了 四十五年了 就聽一家之言 從 十九歲聽牢上講經啊 到今年四十五年了 十九歲那一年在 台北市龍江街連流煉火團 那個煉火團現在還在 以前看了蠻大的 現在去看怎麼變那麼小 是以前 大陸來的一個軍官啊 退休啊 退休之後啊 他們有一個學佛的 蓋起來的 連流煉火團 那麼有一個李祭法老祭司 在那邊也是一支十支 在那個煉火團 我第一次聽經就在那個煉火團 那麼一直聽到 今年六十四歲啦 已經四十五年的時間 我沒有聽 在這個四十五年當中 沒有聽其他法師大的講解 在我還沒有開悟之前啊 我還是遵守這個言辭 先聽一家之言 聽一家 因為呢我們還沒有開悟啊 沒有功夫 聽其他的 如果聽聽聽聽 也那個講的也很有道理 可能又把我們修學的這個 體系啊又搞亂了 等到呢開悟之後啊 再來 我自己定的標準是這樣 那以前李老師給我們老上定的 他是沒有說定開悟 他定一個時間 你遵守這段時間就好 那這個 老上他勸大家呢 就是 由大家自己 你願意 接受 那麼你自己 自動 去遵守 如果你不願意接受 他也不會勉強 所以過去李老師教學啊 他就 是這個 能接受的學生呢 他就要負起責任去教啦 不能接受的學生呢 他就旁聽 他學多少算多少 也就不勉強 因為一勉強啊 就生煩惱 那麼這個 大悲咒 這個 天魔外道恐怖毛術 這個是 很自然的一個現象 那麼天魔外道啊 能夠聽到咒 雖然 還不能接受 還不能理解 但是 也是幫他種善根 幫他種善根 將來啊 善根成熟啦 他也會改變 因為 天魔外道啊 也有佛性 也有佛性 他一時迷惑嘛 那迷惑的時候呢 他就 不能接受 才會有這種 反應 這種現象 那麼菩薩說這個咒啊 要度眾生成佛道的 度眾生離苦得樂的 那麼天魔外道啊 跟自性不相應 跟這個自性是背道而馳 當然他這種 反應是很正常的 那麼能夠接受的呢 下面講的 那就得到很殊勝的利益啦 一切 眾會皆佛果正 獲得西陀凡果 獲得斯陀寒果 獲得阿納寒果 獲得阿羅漢果者 獲得一地 一地 二地 三地 四地 五地 乃至十地者 無量眾生發菩提心 那麼這一個 觀世音菩薩說了這個大悲心陀羅尼咒 之後啊 參加與會的大眾 這個天魔外道呢 聽的是恐怖毛術 那麼一切眾會啊 眾會就是 在大眾 參加法會 有很多人啊 接獲果正 就是正果啦 這個功德利益才殊勝 這個 開悟啊 有覺悟有正悟 那麼 覺悟啊 還沒有正果啊 還沒有正悟 這個還是不能了生死初三節 必須要正悟 這個果正啊 就是正悟 它不是覺悟 如果只有覺悟呢 還沒有正果 還沒有斷煩惱啊 還沒有破無名 那就 還是不能了生死 初始法界 不能處理六到十法界 那麼正果就不一樣啦 正果啊 最低的 國位啊 就是虛陀凡國 啊 這個 西陀凡啊 是小城出國 這裡講的啊 先講小城啊 小城的西陀凡 斯陀凡 斯陀凡 阿那凡 阿羅漢 阿羅漢 斯陀凡是二國 阿那凡是三國 阿羅漢是四國 那麼小城最高的 學位就是阿羅漢國 啊 正阿羅漢國 啊 這是小城最高的國位 那麼這個四國啊 當中還有四相 啊 如果比較詳細講應該四國四相 啊 相就是方向這個相 還沒有贈得虛陀凡國啊 那麼這個 已經向虛陀凡國這個 目標 啊 這個時候啊 叫出國相 啊 虛陀凡國是出國 啊 出國相 向著出國 但是還沒有達到出國 啊 他這個過程啊 啊 出國相 那麼正到虛陀凡國了 啊 就是出國了 那麼虛陀凡是小城 第一個國位 啊 必須斷三界 八十八品見負 啊 八十八品 啊 啊 身見邊見 啊 見起見借近起見邪見 那麼這個五種 錯誤的見解 啊 分開有八十八史 啊 啊 第一個就是生見 啊 出國啊 虛陀凡啊 破身見 啊不再執著這個身體是我了 啊 啊 那麼我們凡夫啊 啊 總是執著我們這個身體是我 啊 啊 這個見解啊很堅固 啊 執著這個身是我 那麼實際上這個身不是我 啊 啊 是我所有 啊不是我 啊 但是我們總是執著它是我 啊 啊 所以我們這個身啊 那就很多 很多感受啦 很多苦受啦 啊 啊 執著這個身是我 叫身見 啊 啊 身見就是 執著身體是我 這個見解是 錯誤的 啊 啊 是不對的 啊 這個身不是我 是我所有的 不是我 那麼邊見就是兩邊 啊 我們現在講啊 啊 對立的 啊 那麼我們 這個 世間啊 很多問題都是從邊界所產生的 啊 個人看法不一樣 啊 有的執著這一邊 有的執著那邊 啊 好像蝦子摸象一樣啊 啊 那個 那個 每個人摸的部位不一樣啊 他執著 蝦子是 就執著 大象 摸到大腿 大象像柱子一樣 那 摸到尾巴呢 大象像哨帚一樣啊 這個 每個人啊 他摸的 一個局部的 他認為 是 全部的 啊 就在一邊啦 執著這一邊 啊 看到這一邊沒看到那一邊 啊 好像我們這個桌子有四個角 啊 有四邊 你看一邊或者是看兩邊 其他兩邊都看不到 啊 他只認為 他看到了一個局部 啊 好像這個這個 十四講表啊 李老師講的啊 啊這個 啊 前附前教 啊 前 就是以前啊 抬轎子 四個人 前面兩個抬後面兩個 啊 那個坐轎子一坐上去啊 他只有看到前面兩個 後面兩個他沒看到 所以他付錢只付兩個 他說只有兩個人抬 我看到只有兩個人啊 啊 後面那兩個抬 我沒看到啊 所以那兩個不付錢 所以教父錢價 啊 那坐轎子只付前面那兩個人的價錢 那後面兩個他沒看到 他說 沒有我只有看到兩個 啊 他只看到一邊沒有看到另外一邊 那我們世間人啊 往往這種見解太多了 啊 他執著一個邊界 啊 那很多問題都出來了 啊 很多矛盾很多對立 也都是由此而生 啊 那麼佛給我們講啊 啊 都不對啊 你执著這邊 执著有也不對 执著空也不對 那他只是一個 局部的 他不是整體的 所以佛給我們講啊 不能执著 那虛陀凡呢 他邊界也沒有啦 他也不會跟人家對立啦 啊 這個邊界啊又叫偏見 偏在一邊 偏見 某人很偏見 這個沉見很深 啊 某人啊 很偏見 偏到一邊去 啊 這個邊界我們凡夫啊都有 那麼第三個呢 見取見 啊這個見取見啊 他是錯誤的知見啊 他取 取他錯誤的知見 他自己錯誤的知見 他認為是對的 見取見 啊 取自己錯誤的知見 啊這個像現在什麼主義啦 他什麼學術 學說啊 啊 各方面的 很多都是見其見 他的看法 啊 他對宇宙人生他什麼看法 他什麼看法 啊 很多錯誤的看法 知見 啊這個知見 就是他的認知 他的見解不對 啊 不對啊 佛總 總包化叫邪之邪見 啊這個邪啊就是好像這個竹竿立著 啊 如果不偏啊就是正 就偏這邊偏這邊了就邪到一邊去了 就邪見 啊這個見取見啊也是很麻煩的 啊執著自己錯誤的知見 他認為是對的 很難給他改變 啊 第四種借敬取見 啊這個借啊借敬取見也是錯誤的知見 啊錯誤的知見 他對這個借的認知見錯誤了 在古印度啊 啊 在經典記載九十五種外道 外道就是心外求法的這些學派 啊我們 外國人講宗教啊 啊他對宇宙人生的看法 那麼他修學的理論方法 啊有九十五種 那麼這個九十五種啊佛都去參學過了 都參學過了 發現啊這些都不對 後來自己才去 這個橫河邊啊樹下的去打坐 把過去十二年學的通通放下 學的那些都叫知識 啊現在講知識分子 知識 放下之後呢才大策大悟 那麼 古印度修禪定的人多 啊特別是宜家這一派的人 都能修禪定的 啊這個不管哪一種宗教啊 都修定 那麼定功啊 那也不用說太深的定 有一定的定功啊 他就能看到六道輪迴了 啊最近的就是 跟我們這個法界啊 啊現在科學叫時空為次 佛經叫法界 跟我們人道法界最經濟的法界就是 我們現在眼睛可以看到的 畜生道法界 啊畜生道有一部分我們看到 有一部分我們看不到 啊像那個龍我們就看不到 啊所以我們中國有一句俗話講啊 神龍見守不見尾 啊我們看到龍大概是寺廟啊 那個龍柱啊 那個石頭去雕的那個 我們看到的是那個 但是呢 真龍我們沒看到 那以前老闆講經啊他以前講過 啊他說小時候他在建歐念書 在福建建歐 啊那個地方我也去過 啊在念小學啊 那有一天下午啊好像夏天啊 天黑了要下西北雨 那麼我們大家都知道要下西北雨 那個天上啊就是烏雲一片 然後都看到有一個龍尾巴呢 從那個雲端這樣露下來 那鄉下的人啊大家都喔 請大家趕快出來看啊 說那個龍龍啊被一房大帝 大概犯了天條大罪 被一房大帝處罰掉在那邊啊 掉在那邊 他看到龍尾巴 他小時候的看到 那我們老上又講啊他也看過福里 在重慶啊看過福里啊變成人形 穿人的衣服 他們 他們 住的那個房子啊上面就是福里住的 但是那個臉沒有變過來還是福里的樣子 他看過 那到台灣來還看過非碟 在死排看過非碟 那麼這些 他老人家講的我們是可以相信的 他 真的他是看到的他才會講 因為他年輕的時候啊也是 就是我們現在 以前小時候常聽我父母講啊很鐵齒 很鐵齒就鐵齒啊 台語啊明南語啊說鐵齒叫鐵齒 不信神不信鬼的啦 不信神不信鬼的啦叫鐵齒啊 不信神不信鬼的啦叫鐵齒啊 都是講這個附體那個附體都講鬼神 你以前寫的這個怎麼說不承認鬼神呢 說那個不成熟那個不成熟 收在抽屜也是叫做參考 我說人家這樣捨得以後拿著一本師父你寫的 但那個時候他沒有出家寫俗名 洗夜紅 那我放在五樓抽屜 還印了不少出來 我說師父他這樣印出來你現在天天就講附體了 你以前寫這個都給人家說沒有鬼神 你現在不是很矛盾嗎 那麼他寫了佛之後啊看到這些情況啊 誒知道也不是我們一般人講的那樣啊 事實情況不是那樣啊也不是那麼簡單啊 不是你講有就有講沒有就沒有 問題不是那麼簡單啊 有就有沒有就沒有啊 所以他這個 看到喔 那麼古印度有修禪定 他看到的能見度就更多了 他能看到天道去 他能看到天道 他的 我們一般說開了天眼他能看到天道 那麼古印度一些 外道呢他修行啊有一點定工啦他看到了 一看到了那條牛死啦怎麼升天啊 看到一條狗死的也升天啊 他有看到牛死的升天狗升天 有看到這樣的情況 有看到這樣的情況 那麼他有看到這個情況呢他就 執著他看到這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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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他就認為啊 那牛為什麼會升天呢 那牛為什麼會升天呢 他是 他平常是怎麼修的啊 怎麼會升天呢 他在看牛 在做什麼 牛就吃草啊 牛就吃草啊 他就為人耕田啊 喔他是這樣修就升天了 那人如果學他這個樣子 那不能也升天了嗎 啊這個英國啊他認為這個是 吃草是因 升天是果 啊結果啊 有一派啊 就學 吃牛戒 啊你吃牛戒就是要學牛吃草 不能吃其他的 你才會升天 你想要升天啊你就要學牛吃草 就吃牛戒 好那麼有一派呢 狗吃糞 啊他就學著狗去吃 那狗也升天啊 後來佛出現在世上說 你們這個不對的啊 他那個牛跟狗升天啊 他不是這一生他修的 是他過去世啊 他有修過五戒十善 那在這個時候呢 他過去修的那個善因成熟 他這個脫離畜生生生生到天道 不是吃草吃糞升天的 你搞錯了 那搞錯了呢他就執著那個戒 那個叫戒禁起戒 禁就是禁止的 你要遵守這個你才能升天 你要升天嘛你要升天就要這樣 現在有很多那種 宗教啊有很多的錯誤的看法 他有他的規定 宗教式的教條 宗教室的教條 規定了 那麼叫戒禁起見 他舉出兩個例子 那其他就太多了 我聽說在美國啊 在政府那邊登記有幾千種宗教 真的幾千個宗教 宗教現在不是五大宗教 你要去搞一個也可以 但是那個是錯誤的 戒禁起見 那麼佛的戒呢 他不是宗教式的教條啊 他不是宗教式的教條 這一點我們要搞清楚 這一點我們要搞清楚 不是用這個戒來 控制人來耶穌的 不是的 那佛不會去控制人也不會去耶穌的 那他是教學 你要脫離生死 那你一定要把造成生死真正的原因找到 把這個因啊 去掉 那你就沒有生死了 啊 所以講四聖帝十二因年 苦疾滅道 滅道啊 是因果 苦疾也是因果 苦是果疾是因啊 滅是果 道是因 你要修道才能滅煩惱 滅生死 那你苦是從疾來的 啊 這個疾是疾合的疾 那就是煩惱 聚疾啊 所生的 一個現象 那必須啊 找到真正的原因 你才能解決 問題 真正年齡找不到啊 你那個問題 好像病 生病啊 病因沒找到 治的都治的不對 你那個病啊 怎麼治也治不好 這個道理是一樣 借鏡其見 錯誤的 一個 治見 那麼最後一種是邪見 邪見是包括所有錯誤的見解啊 因為那個錯誤的見解太多了 說不盡了 現在呢 每一個寫個書出來那個見解都 都是不對的 都是不對的 不管他書讀的再高 得到什麼博士學位 什麼幾個國家的博士 知見都是不對的 所以佛教我們依法不依人 我們修學的知見才不是有錯誤 不能因為啊 某某法師某某大德啊 他的 名望很高 邪位很高 以為他講的都是對的 其實他講的都是不對的 不要說講到佛法 講到一個傳統文化 這些邪者都是錯誤的 都是錯誤的 很簡單的事情跟他講的很複雜 所以那個 孔子七十九代孫 孔垂長 那個孔德成先生往生 今年五週年 我也接受邀請去參加 然後參加那個紀念會 請馬總統去啦 去演講 馬總統我覺得他大概比較適合教書 他滿會講課的啊 聽他講了半個小時 後來第二天是在中央研究院 辦一個 論壇 我就不去了 我叫我大哥那個二兒子 我叫進場去 我說你去 看他們在講什麼 後來他去聽 我說你代表去 那個我不去 他講一些 博士啦 教授啦 中央研究院 那我直直回來給我講 他說那些人啊 以無倫次 我說以無倫次 他說那個很簡單的事情 根本講得一塌糊塗 聽都聽不懂 我說這個是我意料中的事情 所以他叫你去啊 我不去啊 那些人啊 學了外國人那一套啊 真的很簡單的事情 被他搞得就很複雜 所以那些都是見解上偏差錯誤 聖賢之道沒有那麼複雜 也沒有那麼麻煩 那麼我們要證這個 果味啊 就是要知道那個修陰 廉詩大師啊 在竹窗水筆 建議我們要讀四十二章經 佛弟子要讀四十二章經 四十二章經是 印度佛教傳到中國 翻譯第一部經典 在河南洛陽白馬寺翻譯 你看了四十二章經啊 你就會感覺啊 這個正果啊 跟我們就很貼近了 它很 直接了當啊 給我們講得很清楚 很簡單的文字 講得很清楚 真的依教奉行啊 要正果是可以達到的 所以佛教傳到中國來之後 從漢朝一直到現在 在過去的時代啊 真的也有不少正果的 大徹大戶的 那麼西陀凡果啊 在四十二章經佛給我們講啊 天上人間啊 七次往返 他就正阿羅漢 正得西陀凡果啊 在三不退裡面啊 叫未不退 就是他 不是凡夫了 雖然他還沒有了生死 還沒有出離六道輪迴 但是呢 他在 人天兩道 決定不墮三二道 所以在人道天道 七次往返 那麼他就 正阿羅漢 所以正德西陀凡果啊 在這個 聖人的果位來講是最小的 叫小小果 但是小小果啊 我們不要看小小果啊 我們都 沒辦法 正德 我們 不是這一生才修行 生生世世啊 修了很久啦 無量壽經佛給我們講啊 我們能夠聽到無量壽經 能夠念阿彌陀佛 發願求生淨土 這個不是在一佛二佛三佛四佛那裡種三根 已經在無量諸佛那裡種了三根 今天你碰到你才會相信 沒有這麼深厚的三根呢 他碰到了他也不會相信 那麼這說明我們 學佛啊 生生世世學佛修很久啦 生生世世都在修 每一生每一世都遇到佛 都供養佛 無量劫來啊 修了這麼久 那現在還是凡夫一個 還在六道裡面 我們修行啊 從來沒有一次正德虛陀反 也就是說我們 在這個娑婆世界修行啊 每一次的修行 都不及格啦 都沒有達到虛陀反這個標準 如果我們有一次修行正西投凡國啦 今天我們就不會坐在這裡啦 這 早就正阿羅漢啦 因為天上人間七字往返 正阿羅漢國嘛 那麼這個 就是告訴我們啊 他得到衛不退 他就不會 再退到凡夫這個位置啦 他只有往上提升 不會再往下退 所以在三不退裡面啊 他叫做衛不退 衛不退、行不退、念不退 他是衛不退 那麼如果正德虛陀反啊 傳聖同居於土這一關啊 我們就可以突破了 那麼偶遇大師啊 在《彌陀經》要解給我們講啊 這一關最難突破 你要破這個八十八品見過 很難破 你知道錯了 但是你那個執著就是放不下 那個煩惱就是放不下 這倒是解悟 你放不下只有解悟 你放下來才叫正悟 那才能正果啊 那放不下來就不行 大部分我們都停留在解悟 沒有正悟 沒有正悟就沒放下這個煩惱 所以不能脫離六道 所以偶遇大師在《彌陀經》要解給我們講啊 同居這一關最難突破 這一關如果突破了 我們 都會一直向上提升 只是時間的問題 這關突破不了啊 正德虛陀反 他處理六道就能預期啦 最長七次 根氣比較立的可能不用這麼長 那麼我們 在這個六道裡面生死輪迴修行 沒有正德虛陀反果 我們在六道裡面生死輪迴啊 沒有限期的 沒有期限 被判無期徒刑 我們在六道是無期徒刑 你不管修學大臣小臣 那個大臣嚴教啊 叫初信位 他斷正的功夫跟小臣虛陀反是相等 但是智慧道立不一樣 大臣嚴教那 小大臣嚴教初信那個小臣出國 斷正的功夫一樣 但是智慧不一樣 小臣無法跟大臣嚴教初信位菩薩相比 不能相提並論 所以同期這一關最難突破啊 這一關如果突破 我們了生死就能預期啦 出國正不到 就遙遙無期啊 那麼我們想一想啊 我們這一生能不能正得出國 你看修哪一個法門 大臣小臣你自己挑 難啊不容易 真不容易 特別讓末法時期更困難 那麼還好啊 我們 很有 福報啊遇到淨土法門 可以待業往生 這個八十八品見貨 一品煩惱沒斷 也可以超越六道 不但超越六道 還同時超越十法界 只要記住啊 信念行念佛 如果 就能待業往生 往生就橫草三界了 這個法門啊 算是太不可思議 好今天時間到了 這個一段啊 我們明天晚上再繼續來學習 祝大家福慧增長 法喜充滿 我們來念佛回向 明天晚上見 阿彌陀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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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